第321章,我帮你解决苏晨认真地感受着安心的情绪,他判断安心没有说谎,不过少爷,苏家那是北方一线豪门,实力强劲,安心在一旁低声说道,虽然没有说得特别明白,但苏晨知道安心的意思,安心认为苏晨没有报仇的能力,我既然能回来,就证明我有报仇的实力。 苏晨道,苏晨继续说道,我听闻白虎和苏鹏在天室,安心面色复杂,说道的确如此,不过我未曾见过他们,我也打探过他们的消息,白虎和苏鹏似乎有什么计划,等你找到了他们具体的位置告诉我,苏晨道,随后苏晨问道,你怎么会来天室?安心飞快地讲述了起来,安家曾经也在北方发展,只不过随着苏晨的父亲死后,安家便是撤离了北方,来到了天室发展,安心的父亲死在了撤离的途中,被苏家人所杀。 而安心来到天室后,利用安家的财富在天室发展,安心一直壮大自己,可是公司发展屡屡遇见瓶颈。安心说道,我只是一个小人物,苏家没有太过关注我,我的公司现在也一直不温不火。 早几年前,苏家的触手未曾伸到这里,那是建豪集团发展得不错,不过最近两年,我一直感觉有一只无形的大手在笼罩着我。 少爷你若是不出现,我甚至打算离开天室了,我一旦被苏鹏发现,他会顺手将我杀死。 只是我女儿现在在天室上大学,我一直很不下心离开天室。 苏家的狗腿子,郑元最近也来到了天室。 郑元? 这个名字苏晨不是很熟悉。 是苏鹏那一脉的人,做的行业也跟建材有关,和天室宁家关系交好。 安心解释道,苏晨点点头,拿出了随身携带的记事本,在上面写下了郑元的名字。 记事本上有着密密麻麻的几个名字,每一个都是必死之人。 对于十年前的事,安心知道的也不多,这十年他过得也不算好,每日提心吊胆。 苏晨恩了一声,啊,这些年辛苦你了,你放心,接我回来了,从此以后你不用再担惊受怕,安家也会重复昔日荣光。 两个月内,我要你成为天室第一人。 说话时,苏晨的身上爆发出一股极为凌厉的气势,如大海汹涌,如山川巍峨,那股惊人的气势让安心都是惊讶无比。 不过很快,安心便苦笑道,少爷,有些话我不该说,不过,您能活着,已经是老天开眼了,现在安家虽然不算大富大贵,但也能让少爷过上锦衣玉石的日子。 苏晨知道,安心不相信自己的实力,不过苏晨也不着急。 他道,刚刚我听那个什么宋经理说,最近公司发展的不好。 宋玉焦灰溜溜的离开公司前,还吐槽了建豪集团,那话被苏晨记下来了。 安心点点头,本来发展的是不错,但最近我们的一些装修材料被建设局的人扣下来了,扣我们材料的人是建设局的高层,我也不知道怎么得罪了他。 同时,我们为卫视做的装修工程,有一大笔尾款没有结算,再加上我们的装修被有心人陷害。 说是甲权超标,导致很多企业都不愿意和我们合作,就连一些老客户也选择了退单,现在公司的确是一团万马。 苏晨静静地听着,显然,安心是被人针对了。 苏晨问道,你怀疑是谁做的? 安心说道,这一行商业竞争很多,我想可能是被同行李友才给坑害了。 苏晨想了想,这些事,我来帮你解决,最近你先主要负责调查一下白虎他们的下落,顺便帮我盯着您家。 安心道,少爷,您应该是最近才来天使的吧,要不您先看看天使的情况再说。 苏晨认真地看着安心,问道,你是认为,我没有那个实力解决这些事? 安心飞快地摇了摇头,不敢。 事实上,安心就是这个意思,安心的确忠于苏晨,忠于苏晨,可是他不认为苏晨回来有什么用。 在他看来,苏晨放弃仇恨,安安心心地当一个普通人才是最好的。 苏晨也不多说什么,他拿出手机打了一个电话。 电话接通后,苏晨问道,天使的卫士应该就是你们家的吧? 电话那头的人是卫家少爷卫宽,他一下子就听出了苏晨的声音,他道,没错,老大。 你查一下,卫士有没有拖欠建豪集团的尾款,我献你十分钟内将尾款打过来。 不等卫宽反应,苏晨直接挂断了电话。 苏晨对安心道,你注意查看手机短信,不出预料的话,十分钟内尾款就会打过来。 安心不太相信,这尾款足有上意,安心求爷爷告奶奶,几个月的时间都没有要回来, 现在苏晨一个电话,就告诉安心十分钟之内尾款会打过来。 你当你还是曾经的苏家大哨? 安心多少有点不满,不过,也就过去了五六分钟,就听到丁的一声短信铃声响起。 安心拿着手机看了一眼,表情瞬间凝固。 打,打过来了,尾款打过来了,安心激动至极,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比前卫家拖了这么久,现在真的打来了。 同一时间,苏晨的电话响起。 对不起老大,我查过了,的确有这么回事,是下面的人做的。 违旷,我已经打过去了。 电话那头,魏宽恭敬无比的声音响起。 苏晨嗚了一声,道,建豪集团以后就是我的公司。 明白,魏宽不敢怠慢,道,我这就给建豪集团介绍几个项目。 老大您现在在添市吗?我请你吃饭,不用啊,今天没空,帮我查一下你手下的人谁在招惹建豪集团。 我这边马上去查,一旦查出来,我会立马处理。 魏宽恭敬的道。 魏宽又说了几句对不起,这才挂断了通讯。 少爷,您刚刚是跟谁在通话?安心凑上来,小心翼翼地问道。 苏晨道,魏家魏宽。 此话一出,安心身子矩震,双腿发软,险些摔倒在地。 第322章,安家。 第322章,安家安心万万没想到,苏晨是给魏家的少爷魏宽打的电话,而且刚刚苏晨用的还是充满命令的语气。 魏宽那可不是什么小人物啊? 至于其他两件事,最近我也会帮助你搞定,你确定装修的材料没有问题吗? 苏晨问道,若是装修材料真的有问题,苏晨也不想那么简单的帮助安心处理。 做生意要诚信。 安心文言拍着胸脯保证道,少爷,我们的材料绝对没有任何问题,就是有心之人故意陷害我们。 好。 苏晨选择相信安心,他拿出手机再打了一个电话。 这一次他打给的是高启阳。 没过多久,电话接通,高启阳的声音响起,苏先生,你来天市了? 几天之前,苏晨就说过要来天市,高启阳也一直在等苏晨的电话。 苏晨道,我想请高先生帮个忙,不知道高先生认不认识建设局的人,建豪集团的货被人无故扣下,我想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高启阳文言道,我是六扇门的人,官方的人自然也是相熟的,建设局的领导赵牧阳先生是我的至交好友,这件事我会帮你问问。 谢谢高先生。 苏晨客气地道。 苏晨挂断电话后,天色已经见完,安心道,少爷,您在天市还没有落脚的地方,不如先去我家吧。 也好,不过你别叫我少爷了,叫我苏晨就好。 苏晨没有拒绝,他伸出手忽然抓住了安心的手腕,随后道,最近头很痛,还总是失眠。 安心一愣,立马点点头,您怎么知道? 我现在也算个医生,你这是偏头痛,拖得久了很麻烦,你过来,我给你扎几针。 苏晨道。 苏晨一针下去,安心只感觉一股热流涌入自己的头颅,没过多久,他竟然感觉不到疼痛了。 他惊讶无比地道,真的有效,我还能骗你不成。 苏晨笑了笑,那我先准备一些礼物。 来得仓促,苏晨什么都没有准备。 不用了少爷,我能看到你,已经是最大的惊喜了。 安心诚恳的道,他不由分说,拉着苏晨就走。 半小时后,苏晨来到了安心的家中,安心的家在天苑小区,是一处平层,有130平,装修精致。 在屋内,已经有着一对母女,坐在了餐桌前。 安心的老婆,年纪不到40岁,保养得颇为不错,皮肤紧致,长相温婉,据说家里也是做生意的。 而安心的女儿,也就二十来岁的模样,身材玲珑有致,穿着简单的衬衫和短裤,一双眼睛灵动非凡。 少,苏晨,这位是我妻子。 林婉,这位是我的女儿,安家禄。 安心介绍道,你和家禄都是年轻人,肯定有共同话题,正好做个伴。 安心道,家禄,你要跟苏晨好好相处,以后他就是你哥哥,有什么事都要听他的。 随后,安心又对两人介绍了苏晨,只说苏晨是自己的远方亲戚。 安心不想让家里人知道苏晨的真实身份,既保护苏晨,又保护了家人。 苏晨与两女打了个招呼,林婉的眼中虽然有些疑惑,但还是与苏晨客气的打了个招呼。 倒是安家禄看着家里多了的男人,还听父亲说什么作伴的话题,不由得鼻子一哼。 自己好歹也是天师大学的校花,别人巴结自己还来不及,父亲还让自己听他的话。 安家禄问道,他是干什么的,也是我们学校的吗? 不是,他是安心有些窘迫,他还没编好苏晨的身份。 苏晨道,我算是医生。 医生,不可能吧,我看咱们年纪差不多大。 安家禄道,你哪个医学院的? 我没上过医学院。 苏晨道,切。 那不就是骗子了,安家禄白眼一番,语气轻挑的道。 家禄安心面色一变,语气温暖。 安家现在拥有的一切都是靠苏晨一家,苏晨更是他安心效忠的少爷,自己的女儿怎么能如此说苏晨。 安心发怒的样子,更加引得安家禄对苏晨不满。 他不服的道,本来就是吗? 苏晨道是很有耐心,他道,你若不信,我可以证明给你看。 好啊,那你证明啊,安家禄也和苏晨杠上了,有些针对的道。 面前这妮子年纪不大,看着性格就是很任性的那种。 苏晨伸出手朝着安家禄的手腕抓去,安家禄顿时轻呼一声,飞快的躲闪,你干嘛,你占我便宜。 作为天师大学的校花,安家禄还没和男人有过什么接触呢,就连拉拉手都没有。 苏晨道,我是中医,自然要切脉问诊,只是切个脉不用这么大反应吧。 不行,不能碰我,你要是真有医术,你就看我有什么病,不然你就是骗子。 安家禄说道,看着安家禄无理取闹的样子,苏晨有些无语了。 苏晨本以为孟仙儿的性格够不好了,现在看来简直是山外有山啊,这个安家禄也太任性了。 安家禄的确不相信苏晨这个年纪是什么医生。 他看见自己的父亲对苏晨那么推崇就有点嫉妒,所以才会如此刁难。 苏晨收回了手,道,好吧,你最近食欲不振,小腹胀痛,半有恶心感,半夜经常惊醒,早上睡醒后头脑不清,疲倦乏力。 安家禄愣住了,苏晨说得全对,他现在的确是这些症状,已经持续小一个月了。 难道苏晨真的是什么医生?不可能啊。 安家禄很快便是变换了神情,不屑的道,扯淡,我才没有呢,我健康得很,你根本就不是医生。 看着面前不服气的少女,苏晨无奈地摇了摇头。 若不是她是安心的女儿,苏晨都懒得搭理她。 好了,家禄,不要闹了,安心眼睛一瞪,制止了安家禄的无理取闹。 林婉也是打着圆场,苏晨,请坐。 苏晨坐了下来,安心看着一大桌子的美味佳肴, 不愧是我老婆,心灵手巧,做了这么一大桌子饭菜,吃饭吧。 说话间,安心就让苏晨冻筷子,现在还不能吃。 林婉有些尴尬的道,安心不明所以,怎么了这是? 建设局的人不是压了我们一批货吗? 我经过多方打听,是建设局的张德压了我们那批货。 我托人让他今天晚上过来,这一桌子饭菜,是为他准备的林婉低声榜。 第323章,踹出门外。 第323章踹出门外林婉也很有商业头脑。 直到安心作为一个男人拉不下脸去求人,所以主动的联系了建设局。 今晚的大餐也都是为建设局的高层张德准备的。 这个决定没错,但是安心的脸色却是猛飞一尘。 安心说道,你呀你,偏偏挑了这个时候,算了,我们该吃吃该喝喝,该干嘛干嘛,不等了。 苏晨在场,安心自然不会冷落苏晨,让苏晨陪着他们等什么建设局高层。 就是,我早就饿了。 安家路也在一旁说道,林婉破为无奈,道,那就先吃吧。 安家路率先动了筷子,一桌子饭菜可谓是色香味俱全。 可是安家路也就吃了两三口,就面露面色了。 最近他经常会感觉饿,但食欲不振,一吃东西就觉得饱了。 安心在一旁道,家路,苏晨说的没错,你现在就是食欲不振。 哪有的手下我吃多了,安家路皱眉道,还在嘴硬。 可你刚刚还说饿了? 安心道,安家路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苏晨见状也不废话,从怀中掏出了一颗药丸递给安家路,道,把这个吃了。 食欲就会恢复了。 若是有武者在这里,绝对会无比心惊,苏晨随便拿出来的药丸,那可是三文的丹药。 这三文丹药就为了这个食欲不振,可以说是相当的大手笔了。 偏偏安家路还有点不屑的样子,这是什么药丸,这么难看,我才不吃。 家路,过分了啊,吃下去。 安心大发雷霆。 一向好脾气的安心几次动目,让安家路又害怕又畏惧。 他拿了丹药塞进了嘴巴。 丹药入口即化,没过一分钟,安家路就感觉肚子饿得咕咕叫,食欲瞬间就恢复了,大口大口地吃起了饭菜。 如此转变,让林婉等人都是无比惊讶。 就在几人用餐时敲门声响起。 林婉去开了门,门外一名肥胖的男子走了进来。 此人正是林婉所说的那的张德,今年36岁,在建设局做治检岗位,是治检部门的老大。 他一进门,便是阴阳怪气的说道,人还没到齐就吃上了,你们安家真是一点诚意都没有啊。 屋内的几人面色都是一变,林婉堆起笑容,起身道,张先生说的哪里话,两个孩子饿了,您快请坐。 张德眼高于顶,很快便是走了过来大胆咧咧的坐下。 张先生,安心也是起身打了个招呼,虽然不喜欢张德,可毕竟手里还有不少货物压在张德那里。 张德说道,这饭菜我就不吃了,我也知道,你们今天找我来是什么事,不过规矩就是规矩,那些货治检不合格,我也没有办法。 安心倒了两杯酒,压制着火气说道,张先生,那些货物都是进口的,是国外顶级的公司生产的,不会不合格的。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我没事找事了,张德道。 林婉连试眼色,我老公不是这个意思,他喝多了,张先生,您通融通融。 说话间,林婉递了一张支票给张德,那是一张二百万的支票,数目已经不算小了,张德接过支票,下一刻,他便是将支票扔在了林婉的脸上。 二百万,你他妈打法叫花子呢? 如此不给面子的行径,让安家路暴怒,他像是一只小狮子一样,叫道,不许欺负我妈。 随后,安家路便是对着张德扑了过去。 张德二话不说,一脚踹在了安家路的小腹上,安家路吃痛惨叫一声。 张德,你安心勃然大怒。 张德道,你们想要给我塞钱这事,已经是犯法了,信不信我把你们都抓起来。 安心,你敢动我一个试试,信不信你所有的货物我都给你扣下来。 安心气得清津直冒,他不理会张德的威胁,就想动手,可有人先动了。 苏晨的身躯瞬间来到了张德的面前,随后就听到啪的一声爆响传来。 张德的脸上猛然升起一团血舞,半张脸都要被苏晨打废了。 苏晨再时一脚,张德的身躯倒飞而出,狠狠地砸在地板上,地砖爆裂。 张德顿时发出一阵哀嚎,安心等人的表情瞬间凝固,万万没有想到苏晨出手如此果决,也没想到苏晨的爆发力如此惊人。 你打我,你竟然敢打我啊?张德大呼小叫了起来,从今天开始,剑豪集团,完了。 苏晨一脚踏在他的胸口上,冷冷地问道,你觉得是剑豪集团先完蛋,还是你先完蛋? 实质性的杀气在苏晨的身上爆发了出来,张德不由地打了个冷战。 苏,苏晨,不要林婉连忙出言,不要冲动,他是建设局的人,他要是死了,事情就麻烦了。 一旁的安家路也是吓得面色发白。 苏晨想了想,张德只是一个小人物,但张德如此针对安家,要说背后没有人是不可能的。 苏晨不想在安家杀人。 几个念头在苏晨的脑海中飞快闪过,旋即,苏晨拉开房门,一脚将张德踹了出去,滚。 关上房门后,看着还惊魂未定的几人,苏晨道,不好意思,吓到你们了,不过你们放心,出了任何事我担着。 你,你怎么大? 林婉无奈地发出了一声叹息。 他知道苏晨出手是为了他们家,可是现在彻底将张德得罪死了。 林婉还想再说什么,却被安心拉住了。 苏晨说,能单就是能单,你就别管了,这件事我会处理的。 安心将林婉拉回了房里,大厅中只剩下了苏晨和安家禄。 你刚当那几招好帅,你练过,安家禄美眸中一彩连连,他这个年纪还有点叛逆,最喜欢苏晨这样一言不合就出手的人。 苏晨道,算是练过吧,有空你教教我。 安家禄道,再说吧,想要练武要先把身体养好,我没带纸扁,你把你手机号给我,我发个药方给你。 你先补补身子。 苏晨说道,安家禄文言,轻哼一声,我那有直笔,你想要我的手机号就直说吗?真是的。 第324章,老家伙的真法。 第324章,老家伙的真法,你可能误会了。 苏晨无奈地道,我对小屁还没兴趣。 什么小屁还,你年纪也不比我大吧? 安家禄傲娇得一挺身子,冷哼一声,再说了,我长得这么好看,我就不相信你对我没什么想法。 安家禄自觉自己是个美女,说话十分自恋。 苏晨道,好看的人多了,我身边就有很多好看的女孩子,难道我还个个都有想法不成? 安家禄文言,一脸的不信任。 他不相信苏晨身边有很多像他这么漂亮的女孩子。 双方交换了电话后,苏晨编辑了一条短信,将药方发给了安家禄。 你到时候就按照这个药方抓药,药不了多久就能够药到病除。 安家禄从一开始的嫌弃苏晨,到现在逐渐对苏晨产生了兴趣。 他道,你还真是医生,真是不可思议,之前不好意思了。 苏晨耸了耸肩,没有计较。 安家禄还想说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安心便从房间里面走了出来。 家禄,你该睡了,我和少,我和苏晨聊一会。 安心说道,听到安心的话,安家禄一撇嘴,道,我又不是小孩子了,人家现在不想睡吗? 不过既然安心似乎真有什么事要跟苏晨说之后,安家禄也没有继续任性下去,飞快地回了房间。 安心对苏晨道,房间收拾好了,随时可以住,少爷,今天让你见笑了。 说了不用叫我少爷。 苏晨笑着摇了摇头,看来安家确实遇见了一些麻烦,说不定其中也有苏家的份。 苏家不会放下身段,针对我这么一个小人物,但是别人就不好说了。 安心认真的道。 苏晨嗚了一声,道,话说你现在也有些身家,怎么没有请高手帮忙护院。 苏晨检测了一番,安家附近的确没有什么强者,倒是安心似乎步入了舞蹈,但现在也就是个暗镜高手而已。 安心无奈地道,早些时候,安家的确有高手帮衬,我称他为寄宗师,我在机缘巧合下救了他的命,有他在的确能免得我不少事。 不过后来,安家资金短缺给不起寄宗师的待遇,所以他就离开了。 苏晨闻言不由地感叹道,宗师也这么现实。 安心道,人吗?谁说得准呢? 两人聊了许久之后,苏晨回到了安心给他准备的房间。 他的体内混沌真龙爵运转,气息暴动。 随着苏晨突破后,他修炼的速度倒是放缓了不少。 看来修炼不能太着急了,接下来如何突破,也要看运。 苏晨自言自语地道,第二天一早,苏晨接到了电话。 电话是高启阳打来的,高启阳说道,我已经拜托建设局的赵先生查过安家的事了, 那批货的确没什么问题。 既然如此,是不是可以将货放出来了? 苏晨问道,高启阳沉默了一下,道,现在恐怕有点难度。 苏晨眉头一皱或没问题,为什么还不能放出来? 莫非背后有人从中作梗? 不,不是这样的。 高启阳连忙道,是老赵今天一早突发恶极,昏迷不醒,我现在也在往医院赶。 苏晨闻言知道是自己误会了。 他道,情况严重吗? 还不清楚,我也是当当得到消息。 地址给我一下,我过去。 苏晨本想让安心送自己过去,但安心似乎在忙工作上的事,至于林婉和安家路,苏晨不想将两人牵扯进来。 苏晨打了一辆车,没过多久便是来到了医院。 高启阳亲自迎接苏晨进入病房,几名医生表情有些沉重。 躺在病床上的赵母阳今年四十多岁,虽然年纪不算大,但头发灰白,他双目紧闭,满脸的痛苦之色。 他是建设局的高层,可谓是全高位重,几名医生也都是专家。 经过几名医生一致结论,赵母阳是中了歧毒,导致五脏六腑小卵衰竭,身体机能下降。 经脉不畅,心脉也受到堵塞,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 经过一轮抢救,现在赵母阳没有死,但看着也活不长了。 苏晨一进来就遇见了这个情况,他对高启阳道,谁这么大胆,敢毒害建设局的高层。 根据我的判断,是一名武者罪犯。 高启阳道。 我们六扇门最近在追查一名用毒的罪犯,名为九毒妇人,有好几次我们六扇门都差点抓到他了。 高启阳沉声道。 那个九毒妇人用毒实力非比寻常,我们六扇门也有不少组员中招了,甚至于那妇人还想对我下毒,被我识破了。 赵先生和我关系亲近,也帮过不少六扇门的忙,想必是那个九毒妇人想毒害赵母阳对我宣战。 苏晨有些吃惊,说道,这些武者逃犯这么不要命吗,竟然敢对六扇门和官家的人下手。 高启阳苦笑了一下,很多武者实力惊人,在普通人眼中那就是活神仙,而一些武者也将自己当作了活神仙,草奸人命。 六扇门的剑里便是为了针对这些人。 苏晨观察着赵母阳的情况,他有办法救治赵母阳,所以现在才跟高启阳扯着嫌偏。 不过就在这时,一人说道,如果你们都没有办法,那就让我试试吧。 说话的人坐在角落不起眼的位置,年纪在六十岁的样子,穿着一身脏衣服,看上去奇貌不扬。 谭神医,你有办法? 高启阳像是见到了救星一般,问道。 那名奇貌不扬的小老头是高启阳请来的救兵,在天室十分出名,被人尊称一生谭神医。 也不算有办法,只能说试试看,他的毒素已经轻染五脏六腑,神仙难救。 不过我谭家有一门高人留下的针法,那是一种能让人起死回生的针灸之术。 那针灸之术一共有十二针,名为十二启阳针。 若这群医生没有其他办法,那我便用这书上学来的东西试试。 谭神医说道,高启阳的心略微有些沉了下去, 而苏晨却是眉毛一阳。 十二启阳针,那不是老家伙的其中一种针法吗? 按理来说,山下的人是不知道的,面前这位医生竟然会着针法。 第325章,十二启阳针。 第325章,十二启阳针,若是有十二启阳针,还真能够让赵母阳起死回生,让赵母阳存活下来。 苏晨也便没有站出来,还请谭神医出手帮忙,赵先生这完全是受了无妄之灾,他不该死。 高启阳连忙道,谭神医点了点头,摸出了银针来。 银针如同银龙,在谭神医的手中抱起一道荧光,随后落入在了赵母阳的身上。 银针落下后,银针的尾部颤抖,一股淡黄色的气流流转在银针之上。 这第一针,的确是十二启阳针,让苏晨都是有些意外。 这山下竟然还有谭神医这样的高人,这一针落下,躺在病床上的赵母阳面上竟然升起了一丝红韵。 看到这丝红韵,谭神医道,看来有用。 谭神医继续试针,银针落下,每一针都是精准无比,也精巧非凡,银针之中气息浮动。 谭神医一连施展了十一针。 这十一针之后,赵母阳的身躯也有了些许反应,手指微颤,他的眼眸也略微睁开了,有着一丝神采,只是还说不了话。 这样的反应,让在场的一众医生惊呼连连,看向谭神医的眼中也满是崇敬之色。 不愧是谭神医啊,之前他还来我们学校讲过课,我竟然到现在才认出他来。 这时,一名医生感叹道,另外一人也是说道,的确厉害,都不明白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谭神医略做停顿,连续出了十一针,对谭神医的消耗也是有些巨大。 谭神医摒弃凝神,就想要落下最后一针。 这时,一直默不作声的苏晨,忽然开口说道,这一针不能落。 苏晨开口,顿时让所有人的视线集中在了苏晨的身上。 不要打扰谭神医失针,再有一针并远就好了。 谭神医都被你吓了一跳。 众人议论纷纷,就连谭神医也是不解的看着苏晨。 苏晨说道,你所使用的针法的确是十二起扬针,但十二起扬针的最后一针才是重中之重。 十二起扬针的最后一针与前面十一针的操作方式完全不同, 可你几针的举动还与前面十一针如出一辙。 我大胆猜测,你只是学会了十二起扬针的前十一针, 这第十二针并未学会,这最后一针是你思考出来的。 若是这一针落下去,赵先生必死无疑。 苏晨的出言让众人的眼中都是怀疑之色。 其中一人道,年轻人,你知道你在质疑谁吗? 这位谭神医可是天使中医协会的首席。 这十一针已经让患者苏醒过来了,你怎么能说谭神医的针法是错的? 谭神医凝视着苏晨,道,你是谁? 谭神医,他是我带来的人,名为苏晨,医术也是,十分厉害。 高启阳介绍道,高先生,你是被他骗了吧? 这个人小小年纪,能懂什么? 这时,一名医生说道,谭神医前面的针灸之术疗效显著, 现在停手会对患者产生莫大的危害。 众人的话并未让苏晨恼怒。 苏晨看着谭神医,说道,谭神医,这最后一针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肯定比其他人更清楚。 你懂十二启阳针,谭神医问道。 苏晨道,全天下,应该没几个人比我更懂十二启阳针。 苏晨自信无比,十二启阳针便是老家伙的针法。 苏晨作为老家伙唯一的弟子,自然是使用的炉火纯青。 不过这话一出,谭神医却是面色瞬间阴沉了下去。 他道,那一你看,第二针应该怎么下? 前十一针是大力尘,以年转相结合的催气法,轻柔的落在穴道之上。 苏晨一本正经的说道,谭神医道,胡扯,如果是那样的话,前面十一针的针力岂不是白费了? 况且,十二启阳针的针法是谭家求了一位高人八年才求出来的,从来没有外露过。 我虽然不知道你是从哪天来的十二启阳针,但就这么大方厥词,未免太不把我放在眼里了。 这最后一针,我们谭家昨末十二年,我父亲更是用这针法成就威名,怎么可能是错的? 前面十一针都施展完了,谭神医不想前功尽弃。 谭神医继续道,这最后一针打通气血,温阳五脏六腑与前十一针一脉相传,而你说的方法根本是和十二启阳针格格不入。 苏晨无奈了,他这个老家伙名正言顺的弟子,竟然被谭神医给质疑了。 谭神医,你这最后一针不对,是在杀人。 苏晨做了总结,谭神医文言,勃然大怒。 他谭神医有属于自己的骄傲,他更相信自己的理解。 谭神医道,是救人还是杀人,一会一眼便知。 若是我这一针下去,赵母阳没有转好,日后我为你为尊,任你做老师。 若是这一针是救人针,你以后少沾染医道,省得日后害人害己。 高启阳面色一变,他道,谭神医,苏晨也是为了病人好。 启阳,我谭家的医术被人质疑,若我不与他打赌,日后谁还敢找我治病。 谭神医反问道,高启阳说不出话来了,谭神医说的确实有道理。 所有人的视线聚焦在苏晨的身上,他们笃定苏晨不敢赌,毕竟在中医领域谭神医说的话就是权威。 其中一名女医生更是不屑地对苏晨道,小子,还是赶紧给谭老道歉吧。 高启阳还想说什么,却被苏晨制止。 苏晨淡然一笑,既然老先生有雅性,那我就与你赌了。 苏晨能理解为什么谭神医有这么大的反应。 第十二针谭家研究了那么多年,若是这个时候,因为苏晨的质疑就不下针了。 那这十二年不就成为笑话了? 谭神医轻哼一声,拿出银针,施展着最后的一针。 刷,银针落下。 赵牧阳稍微有些发黑的皮肤,飞快地变得正常了起来,同时赵牧阳的面色变得更加红润了起来。 仪器上,赵牧阳身体的各项指标都变得平稳了起来。 好了,赵先生有救了。 赵先生眼睛完全睁开了。 赵先生你说句话,那小子果然是一派胡言。 一众医生顿时围了过去。 谭神医巨傲一笑,果然在这种时候应该相信自己。 他对苏晨道,现在你还有什么好说? 话音未落,赵牧阳本来睁开的双眼却立马闭合了起来,满脸的痛苦之色。 他身上的黑气重新席卷而来。 滴滴滴滴。 床边上的仪器传来了一阵刺耳无比的警报声。 第326章,轻柔针法。 第326章轻柔针法,全场瞬间寂静,只剩下刺耳无比的警报声不断响起。 这声音如同催令符一般,仪器之上,赵牧阳的各类指标疯狂走低,危险至极。 出事了,快,抢救! 一名医生率先反应了过来,连忙拿着设备开始抢救。 其他人的反应也不慢,倒是谭神医,他的眼中流露着不可思议,又极度被打击的神色。 他研究了十几年的十二起阳针的最后一针,最后还是失败了。 他着急无比的拿出银针和药丸进行抢救,再加上西医的抢救,可依然没有任何效果,反而仪器之上,各项指标还在不断的降低。 这一刻,全场的所有人眼中都流露出了无比焦急的神色。 急救之后,赵沐阳依然没有苏醒,没有好转。 就在这时,谭神医忽然想到了什么。 他连忙快步朝着苏晨走了过去,对苏晨道,小先生,之前全部都是我的错,对不起,求你出手帮帮忙。 你既然知道我这针发有纰漏,那你一定有办法就赵先生对不对? 苏晨看了谭神医一眼,一言不发。 谭神医知道苏晨是在为自己之前的莽撞而愤怒,他连忙跪了下去,对不起,我不该拖大,请小先生出手,帮帮忙。 谭神医下跪这一幕让众人惊恶无比,高启阳无比着急,他道,苏先生,求求你帮帮忙吧,现在不是志气的时候。 苏晨道,我没有志气,赵先生不会有事。 随后,苏晨对谭神医道,这位医生我有几句劝告,医者自信是好事,但自大就是拿患者的生命开玩笑,病人不应该是你的试验品。 苏晨缓缓地道,知道了小先生,谭神医低着头,犹如做错了事的孩子。 谭神医的医术名动天势,水平极高,但如果今日赵沐阳真因为他的最后一针而死,他会名声扫地。 而且他也想知道,十二起扬针的最后一针,到底该如何使用。 苏晨走到赵沐阳的身前,取了谭神医后面扎下的几针,随后,他摒弃凝神,轻柔无比地将银针送入到了赵沐阳的穴道之中。 他的动作轻柔无比,犹如羽毛落下一般,浅浅淡淡。 银针落下之后,苏晨清楚针尾,三细之后,就看到在之前那十一针之上的气息渐渐地晦集在一处。 道道红润浮现在赵沐阳的皮肤之上,本来警报大作的仪器警报声,声音戛然而止。 仪器不响了,就活了? 瞬间所有人都仔细看去,仪器之上各项指标飞快地平稳了起来。 活了,真的活了。 所有医生的眼眸瞪大,一切就像是做梦一样,刚刚被他们质疑的苏晨,竟然一出手,就稳固了赵沐阳的病情。 不会又出现刚刚的情况吧,众人不敢高兴得太早。 不过就在这时,赵沐阳彻底清醒了过来,他眨了眨眼,道,我这是怎么了? 能说话了,赵先生,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高启阳一把推开众人,快步来到了赵沐阳的身边。 我好多了,刚刚感觉体内好像有一股力量涌向了身体,舒服多了,赵沐阳在高启阳的搀扶下伴坐了起来。 多谢各位医生救命之恩。 赵沐阳对着在场的一众医生诚恳地道,但是一众医生根本不好意思接话。 所有医生都清楚,这赵沐阳能活,靠的不是他们。 其中一名医生尴尬无比地道,要感谢这位小兄弟。 赵先生,这位就是我经常跟你提起的苏晨,高启阳在一旁道。 赵沐阳闻言,连忙道,苏先生。 谢谢你。 不用客气。 苏晨摇了摇头。 一众医生检查了赵沐阳的身体后,发现赵沐阳真的好了,便是退了出去。 谭神一位从地上站起来,他依然跪在地上,对苏晨道。 小先生,能否告诉我,为何十二起阳针的最后一针要用这种方式下针? 明明十二起阳针的前面十一针都要视大力尘,这最后一针不是应该针力更强,形成针法吗? 苏晨解释道,前面十一针是大力尘,相当于下猛药。 如果你最后一针依然用极强的针力,会让患者气血翻涌,过犹不及。 而减缓针力,能让之前十二针的针力缓慢挥发。 换句话来说就是,前面十一针已经足够刚猛了,最后一针需要平衡前面的十一针。 几句话,让谭神医醍醐灌顶。 他不可思议的道,原来是这样,当初这针法是我的家族从一位高人那里苦苦求来的,你能将这十二针用的炉火纯青,莫非你是他? 苏晨道,不要问那么多。 苏晨的回答模棱两可,谭神医却猜到了。 他道,我谭家之前便有一师想拜他为师,可他嫌我们资质愚钝,小先生你能被选中,恐怕你的天赋万中无一啊。 话必,不等苏晨反应,谭神医咚咚咚嗑了三个响头,还请小先生收我为徒。 苏晨一把姜谭神医拉起,收徒就算了,我没这个时间,送你针法的人你们还有联系吗? 没有了,我们谭家也是偶然间遇见他的。 谭神医道,他说我们要是能在三年内领悟最后一针,他可以考虑收下我们。 苏晨点点头,苏晨本以为谭神医和老家伙有些关系,现在看来应该是老家伙下山游历的时候无意间撞见了谭家,留了针谱, 然后订了这个三年之约。 现在看来,谭神医他们是失败了,苏晨刚想说什么,他的手机铃声却是响了起来,电话是安心的女儿,安家路打来的。 电话一接通,安家路急气的声音便从电话那头响了起来,他道,苏晨出事了。 嗯? 你昨天不是打了那个张德吗? 现在张德把我们家一大批货都查封了,我爸都快急死了。 昨天你不是说出了事,你单着吗? 现在真的出事了,电话那头安家路的声音不断响起。 急切无比。 苏晨闻言道,我知道了,这件事我会处理。 画壁,苏晨飞快挂了电话。 第327章,七人太甚。 第327章,七人太甚,苏晨挂了电话,走到了赵母阳的床前。 赵母阳感激的道,苏先生,我真是不知道该如何感谢你。 苏晨道,你会知道的。 随后,苏晨将张德的事情一说,听得赵母阳火冒三丈。 赵母阳道,张德是我一手提拔起来的,以前的他可不是这样的人,最近几年他与一些什么商界的朋友走得越来越近,学坏了。 商界的朋友,苏晨眉毛一扬。 赵母阳道,没错,他和装修公司的李友才走得很近,还有一些其他商界的人。 苏晨记起来了,李友才便是之前安心所说的那个竞争对手,果不其然,张德的背后有人。 建豪集团的材料我已经检查过了,没什么问题,张德肯定是违规办事,恩人你放心,这件事交给我处理。 赵母阳道,苏晨点点头,道,现在张德就在皇冠酒店,你跟我走一趟好了。 赵先生现在这个情况,能走动吗?高启阳不放心地问道。 苏晨说道,可以,只不过银针不能拔掉,我会保证赵先生的安全。 有了苏晨的话,高启阳就放心了。 苏晨又对高启阳道,高哥,你是六扇门的,平常管理武者犯罪,正常人犯罪,你管不管。 平常,我们不会出手干预,高启阳回道。 苏晨点点头,走到远处,拿出手机给吴飞打了的电话,电话接通后,苏晨道,有个人叫张德,是建设局的,你调查一下他家在哪? 他家里肯定有他的犯罪证据,你帮我找到,然后递交官方局。 电话那头的吴飞听后,连忙道,知道了苏先生。 挂点电话后,一人扶起了赵沐阳。 苏晨说道,麻烦了,不麻烦,这本来就是我们建设局的事。 赵沐阳说道,这本来就我们内部出现了问题。 苏晨恩了一声,解决掉这个张德之后,再看看李友才是什么情况。 高启阳本来也想跟来,不过他接到了一个电话,听说是查到了舞者罪犯的踪迹,便没有跟着。 此时,天是皇冠酒店。 包厢之内,张德坐在椅子上翘着二郎腿,脑袋上缠着绷带,下巴都快要翘到天上去了。 在张德的身后,站着两名魁梧大汉。 在张德的对面,便是安心和林婉。 这皇冠酒店背后的主人,便是李友才。 张德,你到底要怎样? 安心的声音响起,带着抑制不住的怒意。 张德违规扣了建豪集团无数材料。 不仅如此,在张德扣材料时,还宣扬建豪集团的货物假权超标,导致和建豪集团合作的公司人心惶惶,给建豪集团带去了极大的影响。 并且,这些事情还被一些媒体大肆抹黑,建豪集团的声誉可谓是瞬间跌落至谷底。 张德冷冷一笑,道,安心,注意你说话的态度,信不信,我还可以让建豪集团的状况更加凄惨。 此话一出,安心深吸了一口气,全都紧握。 林婉连忙出来打圆场,我老公不是那个意思。 那是什么意思?张德扬着下巴,态度十分轻飘地问道, 张先生,做生意不容易,麻烦抬抬手,这样,这一千万,您拿去。 林婉递上来一张支票,上次林婉给了两百万,被张德一巴掌扇飞,这一次可是一千万。 不过张德撇着嘴,一脸不屑,就这么点。 我不知道您背后是谁,不过他给你多少钱,我愿意给双倍。 林婉道,张德道,价钱,你们出不起,李总给了我八千万。 林婉面色一白,八千万,简直是天价了,李友才还真是舍的。 不过林婉知道,若是不解决张德,以后的事情会越来越麻烦。 一旁的安心也完全明白,他咬牙道,原来是李友才让你针对我们集团,我愿意出一个亿,和张先生交个朋友。 你交不起我这个朋友,张德满脸细写的道,李友才的背后,姓郑,我能坐到今天这个位置,多亏了郑先生。 姓郑?安心的面色顿时凝重了起来。 姓郑的,他不得不联想到郑元,也是苏鹏的狗腿子。 怪不得一直以来被自己压制的李友才,最近忽然启示,不仅有了大量的合作,还有媒体和张德这层关系。 莫非郑元已经注意到了自己。 一时间,安心心乱如麻。 张先生,拜托你,林婉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只能轻声哀求。 让我放过你们,也不是不行。 张德吩咐了一个魁梧汉子,去取了一个打满水的脚盆。 随后,张德说道,安心,你们夫妻一起跪下来给我洗脚,我就放过你们。 如何? 看着地上的脚盆,安心和林婉都感觉到了莫大的侮辱。 安心的额头上清惊直冒。 林婉强行压下心中的恶心,道,张先生,我来坐,只要我坐了,你是否能够抬抬手? 张德道,你这么一个美妇人给我洗脚,也是一种享受。 那我格外开恩,来,给我脱鞋子。 林婉面色苍白,他一咬牙就打算蹲下去, 可就在这时,安心一把拉起了林婉,道,老婆,你不能受这样的委屈。 下一刻,安心一脚踹翻了脚盆,水叶飞溅到了张德的身上。 张德,你打压我公司,欺辱我老婆,我弄死你。 安心怒吼一声,气劲爆发,一拳对着张德的面门打去。 张德身后的大汉与安心对了一拳,那名大汉也是一名武者,水瓶略刺语安心, 他闷哼一声,连退三步。 安心还想出手,可就在这时, 另外一名大汉拿出枪支,直接顶在了林婉的额头上。 见到林婉被治,安心顿时停住了手,眼中怒火滔天。 即便安心是暗尽舞者,在这么近的距离下也没有枪块, 哪怕是宗师强者,想就一个被枪林距离顶着的普通人也是束手无策。 安心,你还想伤我? 也不看看,这是哪? 这皇冠酒店,就是李总的底盘。 张德冷笑一声,道,给我跪下,不然我立马叫人开枪。 安心双拳紧握,愤怒到达了顶点,可却没有丝毫办法。 张德数到三,还没有数到一,包厢的大门被人打开,苏晨迈着步子走了进来。 看着此情此景,苏晨淡淡的道,看着挺热闹的呀。 第三把二十八张,听到了吧,还有同伙? 第三把二十八张听到了吧,还有同伙仇人见面,分外眼红。 当张德看见苏晨后,眼睛都红了起来,他认得出,苏晨就是昨日打他的人。 小子,既然是你。 张德怒不可遏,眼中杀气爆发。 苏晨道,昨天放过了你,今天你又何必自寻死路呢? 张德文言怒横出声,道,小子,你才是来送死的。 张德转头对安心说道,安心,我给你现在,给你两个选择。 一,你杀了这小子,我放了你妻子。 二,我杀了你妻子。 张德,我草泥马。 安心双拳紧握,双眼血红,怒不可遏,恨不得将张德一巴掌拍死。 若不是张德是建设局的人,他早就将张德做掉了。 张德冷笑道,安心,你现在没有得选,机会我给你了。 安心身体因为气氛变得颤抖了起来。 他几乎要将牙齿咬碎,嘴角处流露出鲜血。 恨恨地道,我不会对少爷下手,张德,你杀了我吧。 老公,灵婉眼眶湿润,声音颤抖,此时无比的心痛。 早知道会这样,当年就不应该让安心做什么生意。 安心垂着头,若是对苏晨出手,那便是不忠,但不对苏晨出手,妻子又置于危难。 在这种时候,安心的选择是自己死。 苏晨看着安心,眼眸中流露出了一丝感动之色。 之前,安心虽说是效忠于苏晨,但苏晨无法完全信任安心,但在这种时刻,安心的选择让苏晨彻底相信了安心。 其实还有第三个选择,苏晨的声音响起,我选择让你张德后悔终生。 画壁,苏晨手腕为扬。 一道荧光瞬间暴射而来,顷刻之间便是刺穿那名魁梧大汉的手腕。 快,太快了,苏晨的速度简直比子弹还快。 在苏晨抬手的时候,那大汉就有预警想要开枪,可是他的手指还没有扣动扳机,便受了重伤。 大汉手中的枪瞬间脱手。 苏晨一步踏出,来到大汉面前,屈指一弹。 大汉顿时惨叫一声,丧失了战斗能力。 这一切发生前后不到一秒,在场的所有人都没有反应过来。 另外一名大汉还想要掏枪,苏晨一脚踹出,那大汉便是横飞出去,重重地撞击在墙壁之上,口喷鲜血。 张德的表情就如同见了鬼一般。 这面前的家伙到底是人谁鬼? 在张德愣神之际,苏晨捡起了地上的枪,顶在了张德的额头之上,道,喜欢让人用枪,这样顶着你。 你舒服吗?张德的额头上满是冷汗。 你,你不敢开枪,我是建设局的人。 苏,苏晨,你得把枪放下,林婉擦着眼泪连忙说道。 林婉虽然受到了惊吓,但还有一丝理智尚存。 若是苏晨真的将张德给杀了,那已经不是赔钱的事了,毕竟张德的身份摆在那里。 苏晨刚刚救了他的命,他不想苏晨出事。 对,你不能动我,我是治检祖的一个张德生立内人的说道。 苏晨淡淡地道,很快你就不是了。 苏晨话音刚落下,门外,赵沐阳被他的手下搀扶着走了进来。 进门之后,赵沐阳道,张德,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 张德看见赵沐阳后,也谋中顿时爆发出了一谋恐惧,赵局。 赵局,你听我说,他们想要贿赂我,还想要殴打我,即便在这个时候,张德还想要扳倒是非。 你做的一切我都知道了,建豪集团的货物还有工程我都已经派人调查过了。 你简直是在诽谤建豪集团,从今日起,你不再是治检祖的人,你被撤职了。 几句话,让张德如受雷击。 张德,你欺负人的身份,没有了。 苏晨淡淡地道。 张德面色痛苦,他没想到赵沐阳会在这个时候出现,更没想到赵沐阳会插手此事。 安心没有想到,苏晨竟然能将赵沐阳找来,他有些惊恶,随后他便是对张德道, 张德,你真是咎由自取,我看你没了这层皮后,还能不能作威作福。 张德看向赵沐阳,赵局,能不能通融通融。 通融,张德,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你简直是对不起我对你的信任,跪下。 赵沐阳严厉无比的道。 见赵沐阳不为所动,张德身子狂抖,不过没过多久,他的神情变得疯癫了起来。 好,就算我被撤职,就算我要接受检查,有个几年我也出来了。 安心,就算我进去,那群人也不会放过你。 至于你,赵沐阳,我可不是你亲手提拔的,你少在这里说那些屁话,我能走到今天,都是靠我自己。 他索性破罐子破摔,等我出来,我照样锦衣玉石,倒是你建豪集团要从天使除名。 张德有恃无恐的样子,让赵沐阳也是有些心惊。 看来这张德的确背后有高人。 张德似乎也是在给自己自信,说到最后,他开始狂笑了起来。 不过,嚣张狂笑的张德很快被苏臣扇了一巴掌。 这一巴掌,打得张德伤口崩开,整个人都发出了一声惨叫。 笑得吵死了,你以为你要不了多久,就能稀释宁人了吗?太天真了。 苏臣道,我会看向,你放心,你这种人,不会有善终的。 话音落下,没过十几秒,从外面便是进来一群穿着官方局服装的人。 带头的人满脸威严,是天使刑侦大队的队长。 他一进来,便是对张德说道,张德,我们接到举报,你私藏赃款,涉嫌洗钱,同时家里还有十公斤的违禁品。 这是拘捕令,跟我们走一趟。 此话一出,疯癫大笑的张德笑声戛然而止。 他慌慌张张的道,什么赃款,什么违禁品,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张德的家里的确有那些东西,不过被他藏匿的很好,他相信没有人能找到。 可现在,官方的人竟然找到了那些东西。 实际上,这些东西便是无非找到的,无非是鼓舞世家的人,更是大宗师之境。 在普通人眼里,那是神仙之能,他想找到张德的罪证,根本不是什么难事。 在找到了那些东西后,便是递交给了官方局。 这一下子,张德是真的慌了。 那些脏物,能让他这辈子都出不来。 等,等一下,你们不能抓我,我可是建设局的,张德有些语无伦刺了起来。 刚刚你已经被撤职了,苏臣提醒道。 张德连忙又道,我有人保,李总还有郑总他们都会捞我。 苏臣紧跟着说道,官方局的同志,你们听到了吧,还有同范。 张德语无伦刺的话,无疑是自报。 第329章,得加钱。 第329章得加钱,我去配合他们调查,有消息会第一时间通知你。 其次,我会让建设局发布声明挽回建豪集团的声誉。 赵沐阳认真地对苏臣道。 苏臣点点头,张德被人带走,他离开的时候,眼神无比绝望。 那么多的罪证,会让张德这辈子都无法重见天日。 众人离开之后,安心轻声安慰着林婉。 林婉明显有些惊吓过度,神情有些恍惚。 苏臣拿出银针在林婉的身上扎了一下,不到半分钟的时间,林婉便是进入了梦乡。 随后,他对苏臣道,少爷,谢谢你。 不用谢我,若不是我们一家,你安家也不会被人这般欺凌。 苏臣道。 苏臣沉默了一下,又道, 安心,说实话,我这次回来,就是为了报复苏家。 但我看你千万很多,我也不想让你涉嫌。 报仇的是,你就别参与了。 安心闻言,道,少爷,其实在你回归之前,我也考虑了很多。 在我父亲死后,我发了封死的,想要复仇。 可是苏家如同巨龙,我连蝼蚁都算不上。 这些年,的确是打断了我的脊梁骨。 但是少爷,我父亲临死前便说过, 若你没死,我一定替你拆遣,奉你为主。 况且,今日的事我也明白了,没有足够的实力。 我根本没有办法保护我的家人,与其苟延残喘地活着,不如相信少爷。 安心的目光,逐渐变得坚定。 苏晨倒是有些心乱,一时间拿不定主意, 他还真有点怕将安心牵扯进来了。 安心将在酒店的事说了一下, 特别提到了张德背后的人,一个是李有才, 另外一个,他猜测便是郑元。 苏晨闻言道,等官方局的人查一下就知道了, 张德那么有恃无恐,自然有人为他撑腰。 与此同时,在一处高档的会所中, 一名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接听了电话。 这名男子穿着一身中山装,长相略微有些猥琐, 此人便是李有才。 在他的身边有着两名穿着火辣的美女做牌, 李有才的大手在两女的身上妈撒。 李有才得知了张德被带去官方局的消息, 神情威力。 张德是李有才的亲信, 李有才也是费了大力气将张德扶了起来, 现在张德进去了。 李有才摆了摆手,让两名女子离开。 过了一会,一名老者走进了李有才的包厢。 李有才道,张德进去了, 不知道济宗师, 不知道你有没有办法让张德无法开口说话。 那名济宗师道, 现在张德被带到了官方局, 想要灭他的口,有些困难。 李有才说道, 我可以加钱三千万, 你去让李有才这辈子说不了话。 济宗师听后, 眼中流露出了一抹贪婪的神色, 五千万的话,这件事或许有些办法。 李有才闻言,一咬牙, 好,那就五千万, 等解决了张德,你帮我去约纳安心, 我本来想慢慢的玩死他。 没想到这安心竟然能认识建设局的老大, 真是让人意外。 济宗师一愣,随后道, 李总,安心曾经救过我的命, 若是没有他,我早就死了。 这话一出,李有才的眉头大皱, 声音也变得严厉了几分, 你不愿意? 济宗师摇了摇头, 道,我的意思是,得加钱。 钱的是好说, 等得到了建豪集团, 我分建豪集团的一半的产业给你。 两人密谋了许久之后, 济宗师便是飞快从原地消失了。 半小时后, 天室的一条公路上, 张德便是戴着手铐, 被几名官方人员押送。 张德目光有些呆滞, 昨日他还威风凛凛, 可今日马上就要变为阶下囚, 这让张德根本无法接受。 忽然, 一阵爆响声传来, 车胎爆炸, 车子瞬间失控, 险些撞坏护栏导致车子侧翻。 驾驶员一脚刹车, 连打方向盘, 这才堪堪停下了车。 一众官方人员迅速地下了车, 赵沐阳也飞快地下了车去看看情况。 在他们下车之际, 远处一道荧光暴尸而来, 带着无皮的气静, 瞬间贯穿张德的心脏。 张德闷哼一声, 连一声惨叫都发不出来, 当场死亡。 另外一旁, 苏晨与安心夫妇回到了家中。 安家路在家里, 看上去十分忐忑。 苏晨等人一进门, 安家路便是飞快地跑了上来, 问道, 爸, 怎么样了? 没事了, 建设局的赵局彻查了张德, 我们的货物被放出来了, 同时各大媒体也会帮助我们逆转风平。 安心上前摸了摸安家路的头发, 柔声道, 他好了, 安家路的脸上终于浮现出了笑容。 随后, 他看向苏晨, 歇了一声, 早知道有大人物出手帮忙, 我就不该给你打那个电话。 其实安家路也不知道, 自己当时为什么要给苏晨打电话, 挂断电话后, 他就觉得不该打, 就算找苏晨恐怕也没用。 安心闻言立即严厉地道, 家路不许乱说话, 建设局的局长就是苏晨带来的。 啊, 安家路闻言不由地瞪大了眼睛, 真的假的。 安心还想说什么, 苏晨的手机铃声却响了起来, 苏晨做了一个手势。 安心会议对安家路说道, 家路, 帮我一把, 和我一起将你妈妈带回房间。 安心扶着林婉与安家路一同回了房间。 等三人走后, 苏晨接听了电话, 电话是赵牧阳打来的。 赵先生, 莫非是有好消息? 苏晨问道, 在苏晨看来应该是张德招供了。 赵牧阳的声音响起, 不算好消息, 刚刚我们车差爆了, 我们下去检修。 等一回来, 张德就已经咽气了, 一根银针将张德的心脏贯穿了, 上面没有任何指纹。 苏晨眉头大皱, 有人灭口。 没错, 这是不简单, 你要安总小心一点。 赵牧阳道。 苏晨又与赵牧阳说了几句之后, 便是挂断了电话。 不一会安心出来了, 苏晨将情况一说, 安心道, 对方的动作比我们想象中的快很多啊, 这么快就将张德灭口了。 看来张德知道的不少, 苏晨也是叹了口气, 他可以利用符咒让张德知无不言, 只不过当时有太多人在场了, 所以苏晨没有那么做, 得去挥挥那个李友才才行。 第330章, 忘恩负义。 第330章, 忘恩负义苏晨陈陪着安心 一起去了建豪集团。 有了建设局的澄清和媒体的一些宣扬, 建豪集团的风波暂时过去了。 下午3点时, 安心接到了一通电话, 放下电话后, 安心便对苏晨说道, 刚刚几宗师给我打电话, 说要来看到我。 几宗师? 就是你提到那个, 因为你给不起报酬, 直接离开的那宗师。 苏晨问道, 安心恩了一声, 声音中倒是有些欣喜, 毕竟几宗师还记着他。 安心道, 人未才死鸟未失亡, 几宗师有这个选择我不奇怪, 不过抛开这个不谈, 我和他还是朋友。 几宗师是宗师巅峰修为, 距离大宗师也只是临门一脚, 据说进入乾隆榜也只差一步, 若是有他帮忙, 就不用怕那个李友才了。 苏晨问言点点头道, 若是那几宗师真是你朋友, 我送他一场造化也未尝不可。 安心面色微微变化, 虽说他对苏晨很是福气, 但要送宗师巅峰一场造化, 未免是有点拖大了。 苏晨也没有解释, 他手中的丹药还有不少, 足以让一个宗师巅峰修为的人不如大宗师了。 没过多久, 几宗师到了, 那是一名年近七十的老者, 神采奕奕, 走路生风。 安心不敢怠慢, 连忙道, 几宗师好久不见。 安总, 好久不见, 我最近实在是太忙了, 不然早就过来看看你。 几宗师轻车熟路地坐在了安心对面, 安心亲自为几宗师泡茶。 安心道, 我最近也是焦头烂额, 他将张德的事对几宗师一说。 安心道, 我这点家业也有人惦记, 不过现在公司恢复正常了, 不如几宗师回来帮我。 安心想要拉几宗师入伙, 几宗师实力高强, 有他帮忙, 也就不怕那个李友才了。 几宗师闻言说道, 安总, 这种提心吊胆的生活不好过吧, 我也是知道最近你过得不好, 特意来看看你。 安心道, 有心了, 几宗师, 我跟你说的话, 您考虑考虑, 您要是回来, 还是当初的价钱。 几宗师笑而不达, 而安心似乎还想拉几宗师入伙, 依然在劝, 不过一旁品着茶的苏晨, 冷不丁地来了一句, 几宗师是非真行家。 苏晨注意到了, 几宗师拿着茶杯的手, 几宗师食指和大拇指上的茧子十分奇特, 那是经常练针的人才会有的茧子。 几宗师一愣, 随后道, 小兄弟好眼力, 还有更有眼力的, 你练功的时候, 把指纹磨没了。 苏晨喝着茶, 不咸不淡地道, 今天下午, 张德死在了官方局的车上, 被非真一针刺穿心脏, 针上没有指纹, 与你有关。 苏晨的语气很平淡, 可一旁的安心已经是心惊了起来。 安心知道, 苏晨的意思就是张德是被几宗师所杀, 而张德被灭口, 恐怕与李友才以及郑家都有干系。 几宗师将杯中的茶饮而尽, 他也不打算藏着掖着, 道, 好茶, 不过从今天起, 恐怕喝不到安总为我亲自泡的茶了。 安总我长话短说, 我知道最近你过得不容易, 我这次来是来帮你的, 你把这份合约签了, 从此以后就能不用那么拼了, 可以享清福了。 几宗师从怀中掏出了一份合约, 安心看了一眼, 差点气疯了。 这份合约是转让协议, 要安心以一百万的价格将建豪集团转让给友才集团。 安心深吸了一口气, 道, 几宗师, 你现在为李友才办事。 没错, 几宗师点点头, 随后拿出手机发了条消息, 很快, 一身黑色中山装的李友才就出现在了办公室。 安心, 好久不见。 李友才一脸戏许, 本来就长相猥琐的他, 一笑起来更是阴险无比。 安心的目光落在几宗师身上, 道, 几宗师, 几年前你身受重伤, 是我求医问药, 帮了你一年你才恢复, 现在你这样做, 未免太过分了吧。 几宗师道, 安总, 你说这话就过分了, 我一个宗师巅峰, 想要巴结我的人多了去了, 几年前我给了你巴结我的机会, 你应该感激才是。 再者说了, 我堂堂一个宗师, 你之前给我开价, 一年才给我三千万, 欠你的, 我已经还了。 寄宗师的话让安心额头上青筋直冒, 就算苏晨也是眉头一皱。 把望恩负义说得这么轻描淡写, 这个几宗师真是太不要脸了。 安心强压着怒意, 他算是看清了寄宗师的嘴脸, 道, 李友才给你多少, 我出三倍, 嫁钱你出不起, 等你签了协议, 我就是你们建豪集团的董事长。 几宗师道, 李友才双臂抱在胸前撇撇嘴, 对几宗师道, 别跟他废话了, 他既然不愿意, 那就采取措施好了。 几宗师劝道, 安总, 你签了合约吧, 少受点苦。 安心满脸绝望。 不过这时, 苏晨说道, 几宗师, 你看这是什么? 苏晨拿出了一枚丹药, 几宗师一看那枚丹药, 眼睛都直了。 丹药无比清甜, 光是闻着几宗师体内的气息, 便是疯狂地运转了起来。 他一眼就能感觉到, 若是吃下这一颗丹药, 几宗师会立即突破到大宗师之境。 几宗师无比激动地道, 这东西, 你从哪来的? 你将这丹药给我, 我帮安总。 几宗师, 李友才一惊, 连忙呼唤道。 几宗师却不理他, 几宗师道, 小子, 快点将丹药给我。 我拿出丹药, 不是为了招揽你, 而是想告诉你, 如果你和安心还是朋友, 我会将这丹药无偿赠送给你。 但现在, 你和这个丹药没有缘分了。 苏臣淡淡地道, 几宗师贪婪地道, 你既然将丹药拿出来了, 那就是我的。 说话间, 几宗师忽然爆起发难, 几枚银针瞬间飞来, 比子弹还快。 荧光爆发。 少爷, 小心。 安心着急地大叫, 以他的实力, 只能勉强看到, 银针朝着苏臣抱舍而去。 苏臣面色不变, 在他面前玩银针, 简直是扳门弄服。 苏臣袖袍挥舞, 掀起道道柔风。 第331章, 凌晨准点, 取你性命。 第331章凌晨准点, 取你性命几宗师爆发出的银针, 全部被苏臣一袖收走。 这一幕, 让几宗师瞪大了眼睛, 眼中满是不可思议的神色。 他惊呼地说道, 道家的秀礼乾坤。 苏臣这一招的确是秀礼乾坤, 只不过他就练习了一个皮毛, 但对付几宗师也够用。 苏臣道, 真不是你这样用的。 话音落下, 苏臣手中的银针瞬间浮现, 随后针出入笼。 太快了, 快到就连几宗师也只是看到了苏臣动了一下, 还没等到几宗师反应过来, 苏臣的银针便是破开了几宗师的护体钢器, 随后狠狠地扎进了几宗师的几个穴道。 鲜血喷发, 几宗师只感觉半边身子都骂了。 信息有误, 安心身边的年轻人竟然是个绝顶高手。 几宗师心中狂呼, 苏臣刚刚表现出来的战礼, 让几宗师的面色无比难看。 几宗师连忙一掌推出, 几宗师的手掌上静风呼啸, 对着苏臣的心脏抓去。 苏臣猛出一掌, 这一掌是七绝掌中的三绝掌。 经过苏臣最近的练习, 他已经将七绝掌摸熟了, 不用从翼绝掌开始使用。 就听到一阵金铁交割的声音响起, 那完全不像是两人的肉掌触碰在一起, 更像是钢铁般的碰撞。 咔嚓! 爆响声传来, 几宗师的手掌瞬间炸开, 鲜血飞溅, 他的手骨都被苏臣打裂。 啊, 几宗师惨叫一声, 苏臣一脚踹在了几宗师的胸膛, 几宗师的身躯横飞出去, 重重地砸在墙壁之上。 墙壁军裂, 几宗师也动弹不得了。 此情此景, 让安心和一旁的李友才都懵了。 几宗师那可是宗师巅峰, 距离大宗师也只是一步之遥, 结果三招之内, 不可一世的几宗师就败在了苏臣的手中。 安心在震惊之后, 眼中满是异彩, 直到这一刻, 他才明白苏臣之所以敢回归并非是莽撞, 而是苏臣真的有底气。 本来安心还以为苏臣是未来可期, 没想到苏臣是未来一致。 李友才愣在了原地, 本来满脸轻松的他, 现在瞠目结舌地看着这一切, 脑袋嗡嗡作响。 你, 你是大宗师, 几宗师挖的一声喷出一口鲜血。 他悔啊, 早知道安心身旁有这么一个厉害的帮手, 他根本不主动前来自取其辱。 若是他没有恩将仇报, 在得到苏臣的那一枚丹药后, 他便可以步入大宗师之境。 大宗师这个境界, 就是真正踏入了强者门槛的世界。 李友才吞了口口水, 事情太出乎他的预料了。 他结结巴巴地道, 这位小兄弟, 你, 话音未落, 苏臣便是淡淡地道, 跪下说话。 这四个字轻飘飘地没什么力气, 可李友才却不敢怠慢, 双膝一软, 直接跪在了地上, 脸上再没有了之前的傲气。 苏臣道, 我问你答, 你背后的人到底是谁? 为什么针对安心? 李友才跪在地上浑身紧绷。 我背后的人是郑总, 郑总你一定知道吧, 就是苏家的郑元。 提到郑元, 李友才似乎有了一些底气, 他道, 郑总可不是你们惹得起的。 苏臣屈指一弹, 一道气静, 瞬间打入了李友才的左手臂之上, 李友才的左边手臂瞬间炸开一道血污, 他的手臂几乎被苏臣一指弹肺。 李友才吃痛不由得大脚出声。 苏臣道, 我问你什么你回答什么? 不要说多余的废话, 我没什么耐心。 李友才连忙道, 是郑总吩咐我做的, 郑总说, 他看安心很像是苏家余孽, 但他不屑于对安心这种小人物出手, 所以只是我针对安心。 本来我是想请几宗师直接出手, 负面安心, 但我和安心明正暗斗了好多年, 心中有口恶气一直没出, 就打算慢慢玩死安心。 李友才飞快地讲述了起来, 事情也和安心所猜测的差不多。 郑元最近才来天室, 来到了天室之后, 就察觉到了安心的存在。 不过, 郑元最近在忙着其他事, 况且, 他自视其高, 也懒得自己出手对付安心, 毕竟安心只是当初苏家一个仆人的后代。 所以, 郑元这才找了李友才对付安心。 李友才本来都快成功了, 没想到冒出来了一个苏晨。 在讲述完了之后, 李友才变道, 郑总的背后可是北方一线豪门苏家, 小兄弟你的确厉害, 不如你气暗投明, 我帮你引荐, 郑总你觉得怎么样? 苏晨怯了一声, 一巴掌抽在了李友才的脸上, 引荐郑总, 他算个什么玩意, 你现在拿手机给他打电话。 李友才被一巴掌抽的发懵, 不过建苏晨想要自己给郑元打电话后, 李友才慌忙的拿出了手机。 在他看来, 只有郑元能救他的命吗? 没过多久, 电话接通。 李友才飞快的道, 郑总, 出事了, 安心不知道从哪找来了一个高手, 只用两招就把脊宗师给打成了重伤, 脊宗师可是宗师巅峰。 郑总, 你要救我呀。 电话那头的人正是郑元, 今年42岁, 一身西装披着大衣, 梳着油头, 手里拿着一根雪茄, 看上去十分气派。 他现在正在车里与人谈生意, 听到李友才的话后, 郑元眉头一皱。 郑元说道, 两招就把宗师巅峰打成了重伤, 是个高手啊。 李友才还想求救, 电话便是被苏晨拿了过去。 苏晨的声音响起, 郑元是吗? 脊宗师被我打伤的, 这个李友才也不会有善重。 小子, 你是谁? 郑元拿着手机, 问道, 苏晨道, 你很快就会知道我是谁了, 凌晨准点, 我取你性命。 什么? 喂? 郑元还想说什么, 可是那头的苏晨已经将电话挂断了。 郑总, 怎么回事? 开车的司机是一名高手, 浑身气息充盈, 隐隐有大宗师之威。 郑元摇了摇头, 先是让司机靠边停车, 亲自送合伙人下车后, 郑元才回到了车上。 郑元说道, 李友才估计要死了, 听说那个丧家之犬安心, 身边有高人帮忙, 两招就灭了一个宗师巅峰, 你是大宗师镜的高手, 你能做到吗? 郑总, 我恐怕做不到啊。 司机诚实地回答道, 宗师巅峰, 能在我手下称十招, 最少也能称五招, 若是那人来找麻烦, 我不一定能护得助政总宁。 郑元眼睛迷起, 道, 联系九毒妇人, 今晚保我性命, 我给她八个亿, 我记得那九毒妇人 在乾隆榜上排名第三百九十八名, 有她在能保我无恙。 司机嗷了一声, 着手去办了。 郑元望着窗外的景色, 自言自语道, 刚刚那电话里的声音 似乎有些耳熟啊。 第332章, 御药员。 第332章御药员, 李友才看着苏晨 平淡地挂断了电话, 忍不住吞了口口水。 他最大的依仗就是郑元, 因为郑元的背后 是北方一线豪门苏家。 你, 你不给郑总面子, 会得罪苏家的。 李友才壮着胆子说道, 声音有些颤抖。 苏晨道, 这是我的事。 苏晨说道, 如果我是你的话, 我应该考虑的是 怎么才能活下去。 李友才沉默了, 他跪在地上, 问道, 那你怎么样才能放过我? 苏晨道, 一百万, 我收过你的公司, 你拿着这笔钱 回乡下养老去吧。 此话一出, 李友才记得面皮发抖。 这明明是 他对安心的说辞, 现在苏晨 却将这一切还了回来。 我耐心有限, 十秒钟时间考虑。 苏晨道, 苏晨静静地等了十秒, 这十秒钟的时间 转瞬即逝。 十秒刚过, 苏晨手中金刀浮现, 对着李友才的脖梗 一刀斩去。 别, 别杀我, 我愿意。 李友才尖叫一声。 苏晨的动作停顿下来, 他手中的金刀 距离李友才的脖梗 不到一毫米。 甚至于, 李友才能够切身地感受到 他脖梗上的几根汗毛 被苏晨的金刀切断了。 苏晨让安心准备好了合同, 半小时后, 李友才签订了协议。 李友才道, 这次能放过我了吧? 苏晨说道, 我说了, 我会饶你一命。 好。 李友才点点头, 他艰难地从地上爬起, 因为太过恐惧, 他的双腿都有些发软。 不过他依然站了起来, 机械式地朝着外面走去。 苏晨的手中 浮现出了一枚银针, 下一刻, 银针朝着李友才飞去, 瞬间扎在他身上的一处穴位。 李友才身子一软, 说话都变得含糊不清了起来。 你, 我什么? 我说了饶你一命, 但没说不对你下手。 苏晨淡淡地道, 他的一针对李友才的神经 造成了不可逆的伤害, 让李友才的大脑造成了损伤。 李友才能活下去, 不过从此以后, 李友才会变成一个白痴。 苏晨自言自语地道, 一百万给你, 算是你后半生的医药费了。 少爷, 安心看着苏晨, 忍不住开口道。 今日, 苏晨带给他的震惊 实在是太多了, 让安心都有些词穷, 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苏晨说道, 安心, 我说了, 既然我赶回来, 就代表着 我有着解决一切的实力, 最近我的动作会很大, 你要小心点, 同样的, 我也会派人保护你。 苏晨给吴飞打了个电话, 要吴飞做两件事。 第一件事, 就是让吴飞查清楚 郑元的所在地, 时时刻刻盯住郑元, 第二件事, 就是让吴家派人来保护安心。 苏晨不想让安心 成为他的软肋。 在解决李友才之后, 苏晨清楚地知道 风暴就要来临了。 给吴飞打完电话后, 苏晨又给高启阳打了个电话, 他告诉高启阳 杀害张德的舞者罪犯 已经找到了。 高启阳抽空来了一趟建豪集团, 将此事处理了一番。 此事正是下午, 苏晨打算去天市逛逛。 天市是直辖市, 其中的天才地宝肯定很多, 若是不探索一番 实在是太浪费了。 不过安心现在没空, 苏晨也不想找徐家。 思来想去, 苏晨给魏宽打了个电话。 魏宽是魏家少爷, 见多识广, 他应该知道 哪里有天才地宝。 老大! 魏宽每一次接到苏晨的电话 都会有些心惊, 毕竟他的生死 就在苏晨的手中。 苏晨道, 哪里有售卖极品药材的地方, 带我过去转转。 魏宽心有无奈, 但也不好拒绝。 当即便道, 我的确知道一个地方, 您在哪儿, 我开车去接你。 苏晨嗚了一声, 报了地址。 15分钟之后, 魏宽便是驱车赶来, 有段日子没见, 魏宽倒是销售了不少。 苏晨上车后便道, 看你最近心事重, 应该没怎么睡好吧。 魏宽苦笑着点了点头, 不过具体缘由魏宽不敢说。 事实上魏宽睡不好, 就是因为苏晨, 想他一个堂堂魏家大少 沦落到给苏晨当马仔。 在苏晨的面前装孙子, 他每每夜里想到这些都睡不好。 魏宽的心事, 他也略有了解。 魏宽转移话题道, 老大, 我这次带你去的地方, 名为御药园, 传闻是当年皇上去过的药材铺。 这家药店为会员制, 只有资产商议的人, 才能去他们家三楼, 而我也是他们家的。 买药材的话, 这里是天使最好的地方。 苏晨一正, 哦, 那确实应该瞧一瞧。 没过多久, 两人来到了一处古色古香的阁楼门口, 光是站在门口, 就能闻到一股混合在一起的药材味道。 那味道十分特殊, 一闻就能让人精神一振。 苏晨立马断定, 这次没有找错地方。 进入御药园后, 苏晨先是在一楼看了看, 这里的药材琳琅满目, 种类繁多, 许多片门的药材都有。 苏晨买了一些, 打算以后做普通药房使用。 二楼的药材相对来说少一些, 但都有着几十年的历史。 苏晨看了看, 他身上的钱不是特别多, 若是买了这些药材, 恐怕三楼的药材他就买不起了, 所以在简单逛了逛后, 苏晨对味宽道, 上三楼吧。 味宽点点头, 我就说老大不会喜欢这么普通的药材。 来到三楼之后, 接待苏晨和味宽的人是一名身着旗袍的女子, 露着半截美腿, 肌肤白皙细嫩, 身段完美至极, 看上去妖娃妩媚。 她名谋好耻, 年纪在二十六七岁的样子。 卫少, 好久不见啊, 旗袍美女笑以宁的道。 啊, 叶小姐, 你今天竟然在? 味宽惊讶的道。 面前, 这位旗袍美女大有来头, 是御药园的当家女子, 叶家的千金, 名为叶出白, 不光长得漂亮, 背景身家更是惊人, 就连味宽也要以礼相败。 叶出白笑了笑, 道, 这位朋友倒是面生得紧, 他说的人正是苏晨, 苏晨对叶出白点头致意, 随后他的视线便是落在了三楼的药材上。 这个反应, 倒是让叶出白一愣。 自己一个大美女, 身份地位也是一等一的, 可苏晨却对那些药材更为在意, 都不愿意多看自己一眼。 第333章, 这灵芝是假的。 第333章, 这灵芝是假的, 苏晨冷淡的态度, 倒是让叶出白有了一丝好奇, 也有了一些挑战的意味。 毕竟, 他各方面条件极佳, 还没什么男人对他这么冷淡。 他来到苏晨身边, 道, 看这位先生面生, 需不需要我为你介绍介绍? 不用了, 这些药材我都认识。 苏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这些药材的确吸引了他的视线, 他不太想被人打扰。 叶出白道, 药材的种味不重要, 重要的是年份, 若是没人介绍, 你可看不出这些药材的年份。 苏晨摇了摇头, 我看得出来, 不用了, 谢谢。 接二连三的拒绝, 让叶出白的心中涌出了一丝火气, 不过很快, 他便是将那股火气压制了下去, 取而代之的是一股不屑。 好久之前, 叶出白就见过一些狡猾的男人, 那些男人装作一副对叶出白不感兴趣的样子, 实际上就是想要故作冷淡, 引起叶出白的注意。 叶出白也将苏晨当成了这样的人, 而证据就是, 郑玉药员三楼的药材, 就算是那些无比出名的老中医, 都无法认可清楚。 叶出白只觉得苏晨是个装逼犯, 苏晨没理会叶出白, 他不断地扫试着在三楼的药材, 其中上百年的药材竟然有不少, 百年人参, 百年灵芝, 百年血连, 这些百年药材也能够对苏晨进行滋补, 只不过效用没有那么强大, 而且苏晨知道, 这些百年药材的价格绝对不低。 苏晨不断地巡视, 看了半赏, 他略为有些失望, 若是这些就是药材铺所有的药材了, 那他这一次可不算有收获。 扫试半赏后, 苏晨对魏宽摇了摇头, 魏宽说道, 老大, 不满意。 嗯, 没什么看得上的。 苏晨淡淡地道, 一旁的叶出白心中冷哼, 心想这人还真够能装的, 这三楼近百株百年药材, 竟然入不了苏晨的眼不成。 若是这里没有你满意的药材, 想必整个天势就更不会有了。 叶出白出言, 脸上充斥着自信, 道, 要不, 还是我让员工给你介绍一番吧。 之前叶出白是想要亲自给苏晨介绍的, 现在却变成了让员工给苏晨介绍, 由此可见叶出白对苏晨几乎没有了好感。 苏晨指着一颗灵芝说道, 那的确让人失望, 不过我得跟你说一下, 那颗百年灵芝是假的。 此话一出, 叶出白的面色未变, 小弟弟, 别以为你长得帅就可以胡说八道, 玉药园怎么可能会有假货。 魏宽也连忙说道, 老大, 你别乱说话, 玉药园是老字号了, 不知道卖过多少名贵无比的药材, 怎么可能有假药材摆在三楼。 三楼虽然客人少, 但依然有一些客人也朝着这边望了过来, 饶有兴致地看着这一切。 苏晨道, 我只是善意地提醒, 信不信随你。 叶出白越发地觉得, 苏晨是要用这种哗众取宠的方式来吸引自己的注意了。 他有些火气地道, 在这里, 说话是要负责任的, 你有什么证据证明这灵芝是假的? 苏晨道, 我自然有证据, 但我看你态度不太好, 我也懒得跟你解释。 苏晨一边说着, 一边要带着胃宽离去。 你给我站住。 叶出白迅速走来, 摇曳着性感的腰肢, 因为走得太急, 他被旗袍包裹的雪山剧烈摇晃着, 快步拦住了苏晨的去路。 同时, 有着几名御药员的保安飞快赶来, 每一个都是身强体壮, 身上散发着舞者的威能。 其中, 有一名老者在远方看着这一切, 目光锐利, 散发着宗师之威。 一直以来, 温柔又优雅的叶出白 彻底被苏晨弄着急了, 他用着谦谦欲指指着苏晨道, 你要是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今天你走不了。 苏晨淡淡地道, 你拦不住我。 魏宽剑两人剑拔弩张, 忙在中间打圆场。 他道, 老大, 叶小姐不是什么坏人, 他们这要裁垫也从来没卖过假货, 这其中是不是有误会? 没误会, 刚当的灵芝就是假的。 苏晨道, 引起他的注意, 嘴硬到现在也太过分了吧。 一些客人也是一人纷纷, 这小子恐怕是失言了, 温柔员怎么可能卖假药? 说不定他就是哗众取宠, 想要吸引叶小姐的注意, 当初也不是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 叶出白道, 如果这东西真是假的, 我答应你任何一个要求, 若是这东西是真的, 我要你跪地给温柔员道歉, 你敢赌吗? 苏晨站在了原地, 认真地想了想。 他猜测, 温柔员应该有一些真正的天才地宝 也是好试一桩。 苏晨道, 这灵芝造假的技术很高明, 真灵芝的气味很独特, 会吸引来虫子啃咬, 这灵芝上气味比较奇怪。 还有, 这灵芝上面的虫洞看上去很刻意, 正常野生灵芝的虫洞没有这么规整。 最后, 百年野灵芝会带着一股自然的灵气, 这灵芝上面没有。 叶出白并不认同, 他仔细看了看那灵芝也没有发现什么破绽。 他道, 小弟弟, 这些只是你的猜测而已, 不足以说服我。 苏晨想了想, 那还有一个最简单的办法, 你尝一尝这灵芝便知道了, 野生灵芝的味道很苦涩, 人工养殖和假的灵芝无法做出那种自然的苦味, 入口会瑟瑟的, 甚至有点发甜, 你一尝就知道了。 苏晨的一番话, 引得众人满眼不屑。 那是百年灵芝, 价格高昂, 上千万都能卖到, 若是被叶出白尝了一口, 其价值自然也会大打折扣。 在他们看来, 苏晨的要求简直是不可理喻。 叶出白也用着一种看待白痴的眼神看着苏晨, 他道, 你是故意的吧, 我要是吃了这灵芝, 我还怎么把它卖出去, 损失谁来承担? 苏晨道, 我来承担, 如果你尝过之后还断言, 这是真的百年灵芝, 那这灵芝我原价买下来。 这话倒是让叶出白稍微收起了敌意, 叶出白眼眸犀利, 却硬挤出了一抹笑意, 道, 既然如此, 我就尝一尝试一试, 你放心, 若是这灵芝是假的, 我愿赌服输, 不过这灵芝如果是真的, 小弟弟你得准备好迎接姐姐的怒火。 叶出白拿出一把小刀割了一块灵芝肉, 清洗过后塞进了嘴巴。 这灵芝一入口, 叶出白脸上的自信渐渐消失, 旋即, 面色俱变。 第334章 半个灵药 第334章 半个灵药那块灵芝肉散发着微甜又有些酸涩的味道, 无限接近于野生灵芝的口感, 但常年吃各种极品药材的叶出白却是感受到了不对劲。 野生灵芝的确不应该是这种味道, 应该是一种发苦的味道。 几乎是在一瞬间, 叶出白就知道了, 苏晨是对的。 他看苏晨的眼神, 一下子变得不一样了。 胃宽稍微有些紧张, 若是苏晨输了, 连他胃宽也跟着丢脸。 怎么样啊, 叶小姐需不需要我帮忙教训一下这小子? 一名客人说道, 叶小姐, 那灵芝不可能是假的吧? 叶出白沉默了一会, 终于是道, 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那灵芝我见过不下百回, 都没有发现问题。 此话一出, 众人哗然一片, 之前嘲讽苏晨的几人表情如同吃了苍蝇一般难受。 胃宽立即明白了, 苏晨说的是对的, 那灵芝果真是假的。 那人处理灵芝的手法虽然高明, 但少了点灵气, 越是年头久的药材, 越要看灵气。 苏晨解释道, 叶出白没有完全明白, 但他知道, 面前这个看上去十分年轻的小子, 在煎药材的能力上远远超过他。 但是那怎么可能呢? 叶出白见苏晨也就二十来岁的样子, 而比较需要的便是日积月累的经验。 思来想去, 叶出白都想不到结果。 他道, 愿赌服输, 你可以对我提一个要求, 只要不是太过分的要求, 我都可以满足你。 叶出白愿赌服输, 倒是让苏晨对他有了些好感, 起码这叶出白没有嘴硬。 几名客人更是露出艳羡不已的表情, 叶出白可是个大美女, 对叶出白提要求, 那简直是天大的好事啊。 就连叶出白自己, 也觉得苏晨会提一些过分的要求, 比如说要他做陪, 甚至是那方面的事。 苏晨说道, 我的要求很简单, 三楼的药材我看了的大概, 没有看得上的, 我觉得你们育药员应该有其他的几瓶药材, 我希望你带我看看。 叶出白双目瞪大, 小嘴微张, 很是吃惊, 就这个要求。 几位客人也是露出一副 这小子是傻逼吧的表情, 这么难得的机会, 竟然就提了这么一个要求。 不然还有什么? 苏晨反问道, 没, 没什么, 这一下子叶出白是真的意外了。 苏晨竟然没对他本人提要求, 只是想看看更加珍贵的药材。 叶出白第一次对自己的美貌产生了不自信, 他道, 那随我来雅间吧。 在叶出白带着苏晨和魏宽去雅间之前, 叶出白对在场的几位客人道, 诸位, 那珠百年灵芝的确是假的, 对此我深表歉意, 不过, 御药园开了那么多年, 无论是品质还是售后都是有保障的, 你们在我这拿的药材, 一旦发现是假的, 我们御药园会立即十倍进行赔偿。 刚刚的事让大家看笑话了, 真是对不住。 叶出白不藏着掖着, 落落大方的样子顿时夺得了一众客人的好感。 苏晨也是微微诧异, 这女子倒是有些手段。 很快, 三人来到了雅间内, 叶出白的态度明显比之前客气了许多, 他对苏晨道, 不知道小先生怎么称呼, 姓苏, 苏晨道, 看你年纪不大, 我叫你一声弟弟可好。 叶出白语气温柔中带着一丝妩媚, 让苏晨都是没拒绝, 点了点头。 叶出白紧跟着道, 那你叫我姐姐。 苏晨张了张嘴, 叫不出口, 他道, 我还是叫你叶小姐吧, 叫姐姐怪怪的。 叶出白娇笑连连, 笑得花枝乱颤, 美不胜收, 看得一旁的胃宽, 眼睛都直了。 叶出白的确有手段, 几句话就拉近了他和苏晨的关系, 之前那点芥蒂荡然无存。 叶出白拿了几个玉盒出来, 打开玉盒, 其中便是玉药员的绝品药材。 苏晨看了一眼, 也是微微吸了一口凉气。 左侧的玉瑕里面放着千年人参, 品相极佳, 保存完好。 中间那几个的玉瑕里, 放的也是一些千年药材。 这些药材, 全部收入囊中。 他的视线落在了倒数第二个玉盒中, 那里躺着一棵枯木, 枯木上长着一株形状奇特, 颜色翠绿的灵草。 苏晨轻呼一声, 古木春。 那块枯木是一块灵木, 而灵木中所有的生机 都长在了这一株灵草之上。 这灵草蕴含着极大的生机 能够人肉白骨, 起死回生。 叶出白无比意外, 这古木春不能说是药材了, 几乎达到了灵药的级别, 就连一些沉浸在医学里 几十年的老医生都未必认得出来, 苏晨却一眼看出来了。 由此可见, 苏晨对药材的了解 是多么的深厚。 这一下子, 叶出白也彻底确定了, 苏晨的确是用药的高手。 叶出白道, 弟弟看上这个了。 苏晨点点头, 道, 叶小姐, 你开个价格吧, 这灵草药效惊人, 唯一可惜的是, 被人拿回来的太早了, 没有在大山中吸收足够的灵气, 不然药效能再上几个品级, 只能算半个灵药。 古木春其中蕴含的生机 足够让苏晨炼制出救命的丹药, 虽说对修炼帮助不是特别大, 但遇见危险的时候, 那就是多一条命啊。 既然遇见了, 那绝对不能放过。 叶出白说道, 这东西可不便宜, 本来打算是在拍卖会上出售的, 最少也得是这个价钱。 叶出白比划了一个九出来, 九百万还好, 小钱, 魏宽稍微放下了心, 九百来万, 他能帮苏晨付了, 顺便着还能换苏晨一个人情。 叶出白摇摇头道, 魏少爷开什么玩笑呢? 那是九千万, 魏宽一咬牙, 也行。 九千万, 对他这种少爷来说不算大钱, 但也足够肉痛。 魏宽变色俱变, 冷汗都快下来了, 你的意思是九个亿。 叶出白笑着点头, 当然的了, 魏宽脚下一个亮枪, 险些摔倒在地。 九个亿不算伤筋动骨, 但也绝对是大出血。 若是这钱, 他给苏晨付了, 半夜睡醒都得抽自己两个嘴巴子解解气。 魏宽哭丧着脸, 紧握住了自己的钱包。 第335章, 置换。 第335章置换, 不过, 苏晓先生, 我既然叫你一声弟弟, 自然也不会让你吃亏, 我刚刚叫的是卖价。 若你真心喜欢, 我扒得一给你。 叶出白说道。 叶出白发现, 苏晨便要能力惊人后, 便是起了结交的心思, 不过他一开口就免掉了一个亿, 也属实是有魄力。 苏晨想了想, 认真的道, 价格还算公道。 魏宽哭丧着脸道, 老大八个亿买药, 未免也太大手笔了, 要不要再从长记忆一下。 苏晨扫了一眼魏宽, 说道, 没有什么好从长记忆的。 魏宽叹了口气, 无奈了, 他知道这八个亿必须得花了, 要是花在他自己身上, 他不心疼, 但给苏晨花这笔钱, 他就肉疼了, 而且一下子花这么多钱, 他不知道怎么跟家里交代, 毕竟他还不是魏家的当家人。 当即他便道, 那老大你稍等一下, 我回去拿卡, 我这次来的匆忙, 就带了一张普通卡, 只有两个亿。 夜出白听着两人的话, 也是有些心惊, 魏宽这人在天室也算出名的少爷, 在苏晨面前却表现得恭敬低微。 苏晨白了魏宽一眼, 我也没说要你的钱啊。 啊,魏宽愣住了, 老大你的意思是, 我自己买就好了, 你的钱自己留着用嘛。 苏晨说道, 苏晨手里的确有不少钱, 只不过大部分钱他都给了董雅, 让董雅帮忙操持公司。 所以, 苏晨掏这笔钱的时候, 也略为有些艰难, 他怕孟家还有什么地方需要钱, 到时自己的钱拿来买药了, 帮不上孟家。 夜出白见霸, 也没什么好办法, 毕竟那也是半个灵药, 不能卖得再低了。 他道, 弟弟, 要是一下子拿不出来, 我可以让你分期付款, 魏少当担保人, 或者你有什么好宝贝, 贷款吗? 老家伙说过, 黄赌毒和贷款都不能碰。 至于以物换物, 苏晨眼睛一亮, 从怀中拿出了一个瓷瓶, 打开盖子后, 他将里面的丹药取了出来, 对夜出白问道, 你看这个能抵多少钱? 丹药一倒出来, 顿时爆发出一阵杏人心脾的倾向。 夜出白对丹药也有所研究, 当这丹药拿给他的时候, 他的美目中绽放出了异彩。 他惊讶无比, 失态地叫道, 五文, 哦不, 这应该是六文丹药啊, 你怎么会有这么高品级的丹药? 苏晨道, 你别问怎么来的, 你就说能值多少钱就行了。 这个, 这个, 你能先把丹药借我一下吗? 我怕我看不准。 夜出白连忙说道, 苏晨点点头, 可以。 夜出白拿着丹药急匆匆地走了, 他用着最快的速度, 赶到了御药员后院的小别墅内。 在那里面, 坐着几名看上去深不可测的老者。 这些老者是御药员的药师和强者, 其中最德高望重的便是一位一头白发, 穿着汉衫的老人, 今年八十岁高龄, 一身恐怖的修为深不可测, 见多识光。 在这里, 他被称之为药老。 他身边那几位老者也正在听戏品查, 十分悠闲。 小燕, 怎么冒冒失失地就过来了? 药老笑道, 夜出白道, 收了个了不得的东西, 想请诸位帮我看看。 到底是年轻人, 见识太少, 你现在是御药员的主人, 看你这慌慌张张的样子, 成何体统。 一名红面老者评价道, 这名红面老者是知名的药师, 在御药员地位颇高, 能力出众。 夜出白翘脸一红, 知道自己失态了。 他道, 事出有因, 诸位请看。 话音落下, 夜出白便是将那六文丹药录了出来。 这丹药一出, 整个别墅先是一片寂静, 随后爆发出了一阵惊呼声。 那名红面老者刚刚还说夜出白冒冒失失的, 可他现在却一蹦三尺高, 激动得浑身发抖。 我没看错吧, 这是六文丹药。 这, 这丹药是从哪来的? 就连药牢也不淡定了。 他快速拿过丹药, 认真地品鉴了起来。 没错, 就是六文丹药, 是用病递花炼制成的, 药力恐怖啊。 几名老者飞快地议论了起来, 饶食众人见多识广, 此刻也被这丹药震撼了。 夜出白道, 这丹药是一名客人拿来的, 他才二十来岁的样子, 这丹药我看不准, 不知道怎么定价。 二十来岁, 药老眼中的炙热略微消散, 既然是二十来岁的年轻人, 那这丹药应该不是那年轻人炼制的。 不过, 药老还是谨慎得到, 务必和此人交好, 整个天市都没有能拿出这等丹药的人, 至于价格, 我们商量一番。 众人飞快地商讨了起来。 十五分钟后, 夜出白回到了雅间。 夜出白的面颊还是红的, 难眼激动地说道, 我们这边定价十八个亿, 不过这种丹药若是拿到拍卖会去, 价值会更高, 若是苏先生不着急, 不如等拍卖会。 苏晨想了想, 这个价格的确不低了, 他不想多等, 万一被哪个识货的人看出了古木春的价值, 被人先买了怎么办? 于是, 苏晨道, 就十八亿吧, 丹药给你, 你给我古木春, 再付十个亿给我。 夜出白没想到, 苏晨答应得这么爽快, 他下意识地点了点头, 一旁的胃宽却是嘴巴长大, 仿佛能塞下一颗鸡蛋, 什么玩意就卖了十八亿, 这比抢钱还快啊, 苏晨很快得到了十个亿, 并且拿到了古木春, 他本想再挑选几株药材, 但他发现, 因为这珠古木春保存不当, 药力有所流逝, 他打算先回去用自己的方式, 将古木春保存好再说。 他说道, 没什么事的话, 我就先走了。 刘布, 夜出白脑子, 现在还是浑的。 他说道, 苏先生, 你还有这样的丹药吗? 如果有, 有多少? 我们预料员都愿意收购。 苏晨撒谎道, 没有了, 他手中的确还有不少丹药, 只不过他暂时不打算卖出去。 以前苏晨没想过利用丹药赚钱, 如今他知道了这事, 也不着急了。 夜出白眼中难掩失望, 若非苏晨的这颗丹药是碰巧来的。 夜出白不死心地道, 我们要老想要见你。 我很忙, 就先不见了。 苏晨摆摆手, 神情不算冷淡, 他打算先回家调整一下, 等到5月10分出去杀人。 那留个手机号吧, 再过几日, 我们预料员会有灵药, 到时我联系你。 夜出白主动拿出手机, 道, 第336章, 这一巴掌还不还, 你看着办。 第336章, 这一巴掌还不还, 你看着办这次苏晨没有拒绝, 留下手机号后, 便和魏宽急匆匆地走了。 苏晨离开后, 夜出白缓了好一会才缓过了神, 他和苏晨见的时间不久, 可苏晨却带给了他不可磨灭的印象。 苏晨与魏宽来到停车场, 魏宽道, 老大, 能让我看看这古木春吗? 苏晨没拒绝, 将古木春递给了魏宽。 这么一个小小的东西, 卖了八个亿, 看得魏宽那叫一个嘖嘖称奇。 可就在魏宽把玩这古木春时, 一道声音响起, 魏宽, 你怎么在这? 卧槽, 这是古木春。 来人是一个身材精壮的男子, 今年三十多岁的样子, 穿着五盟的服装, 头发如同钢针一般竖起。 古宗师, 魏宽看见此人后, 笑容顿时一僵。 苏晨不认识什么古宗师, 魏宽就到, 老大, 这位是五盟的古颜, 他的师父就是那位乾隆榜273名的存在。 苏晨一证, 也就是说, 这古颜是天雷真人那一脉的人。 古颜并未理会苏晨, 他目光火辣地落在魏宽手中的古木春上。 这是预药园的古木春, 你竟然将它买下来了? 古颜兴奋无比地道, 魏宽的面色极其尴尬, 他道, 古宗师, 这药材我有用, 你看, 我看什么我看? 古颜兴自十分急躁, 他道, 这等灵药奉献给我师父, 你们魏家祭大功一件, 魏宽, 你有心爱啊, 魏宽急道, 不是的, 古宗师, 这药材不是奉献给天雅真人的。 古颜文言, 说道, 你魏家又不是武道世家, 要这等宝物没用, 快点把我师父的东西拿给我。 苏晨瞠目皆舌, 这个古颜不要脸的程度简直罕见, 这古牧春什么时候成为了他师父的东西? 苏晨本以为魏宽和武道协会关系很好, 没想到事情出乎了他的预料。 古宗师, 这东西真不能给你, 魏宽的样子有些卑微, 这样吧, 我给你两千万你先去消遣消遣, 少他妈废话, 别让我发火。 古颜一巴掌朝着魏宽呼了过去, 进风呼啸, 直接砸在了魏宽的脸上。 魏宽吃痛痛呼一声, 古颜依然不依不饶, 又是一掌袭来。 就在这时, 魏宽身边浮现出一道黑影, 此人是负责保护魏宽的高手, 身手极为恐怖, 举手投足间有大宗师之威。 两人对了一掌之后, 发出一阵阴暴声, 古颜不由地退了半步。 好啊你魏宽, 你竟然让你的人打我, 古颜恼火得到, 你太不把我师父天阳真人放在眼里了。 当古颜提出天阳真人时, 保护魏宽的高手面色变得极为难看。 天阳真人, 乾隆榜上的高手, 就连大宗师也不敢招惹。 天阳真人更是有一人独占十名大宗师的战绩, 在武道协会中是元老级的存在。 我没有这个意思啊。 魏宽面色铁青, 连忙对保护他的人道, 黎叔, 这是你别管了。 保护魏宽的人, 长叹了一口气后, 在原地消失不见。 苏承赶知了一下, 那人似乎也不想惹天阳真人的徒弟, 已经退出去很远了。 既然没有这个意思, 就将古墓春奉献于我。 古炎的眼中满是贪婪之色, 对着古墓春抓去。 魏宽长叹口气。 不过, 就在古炎的手要触碰到古墓春时, 他的手腕却被人一把抓住。 旋即, 冰冷的声音响起, 别用你的脏手碰我的灵药。 古炎气劲爆发, 他竟然有着大宗师初期的实力。 不过, 即便他用尽了浑身解数, 他依然无法从苏承的手中挣脱开来。 以药物堆积到了大宗师的境界, 根基不稳。 你他妈, 松手, 你知不知道我是谁? 古炎犹如一条暴龙, 对着苏承怒吼道。 苏承道, 刚刚已经知道了, 你是古炎, 什么天阳真人的弟子。 既然知道了, 还不快叫我放开, 不然我要你全家死绝。 古炎怒声道。 苏承温言, 手中气息爆发, 天雷真气悍然发动, 就听到咔嚓的一声。 古炎的手腕, 瞬间被苏承折断。 古炎顿时发出了一阵痛苦的哀嚎。 他愣了, 魏宽也愣了。 谁都没有想到, 在古炎已经自爆家门, 搬出他师父天阳真人后, 苏承还敢动手, 而且还是一出手, 就直接折断了他的手腕。 魏宽吞了口口水, 他也没想到苏承竟然这么霸道。 古炎不明白, 为什么面前的人敢这么猖狂, 更不明白, 为什么苏承的真气与他有一些相似。 我杀了你, 疼痛激发了古炎的胸义, 古炎怒吼一声, 气息暴动, 一股天雷真气同时爆发了出来。 果然, 这古炎与天雷真人也是师出同门。 苏承冷哼一声, 瞬间化掉了古炎的天雷真气, 同时一股更加霸道迅猛的真气朝着古炎轰去。 古炎的身躯顿时如同断了线的风筝一般, 飞出几十米开外, 重重地摔倒在地。 哇的一声, 古炎口喷鲜血不止, 那股霸道的雷意不断地肆虐着他的身体, 让他痛苦不堪。 苏承对魏宽问道, 你们魏家不是和武道协会关系很好吗? 怎么这家伙这么欺负你? 魏宽咬牙道, 我们魏家之前招天雷真人作为魏家供奉, 就是想要扩展势力和武道协会的天阳真人产生联系。 可没有想到的是, 天阳真人做事十分霸道, 更是如同吸血虫一般, 让我们魏家不断进贡。 我们魏家可以说是隐狼入室, 与其说我们魏家和天阳真人他们关系好, 不如说是天阳真人在我们魏家的头上拉屎。 苏承魏正倒是没想到魏宽和武道协会还有这么一回事。 于是苏承对魏宽说道, 他刚刚给了你一巴掌, 你去还回来。 魏宽文言顿时犹豫了起来, 这个我老大, 他师父可是天阳真人啊, 看着有些耸的魏宽, 苏承霸道的道, 我后悔让你当我的马仔了, 你连这个仇都不敢报, 以后怎么走向巅峰? 至于那天阳真人来了杀了便是, 我只给你这一次机会, 你看着吧, 第三百三十七章, 当年的人是你吧, 第三百三十七章, 当年的人是你吧, 魏宽愣住了, 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苏承站在一旁静静地等待着, 而倒地的古言无法起身, 他瞪着魏宽, 说道, 魏家小子, 你叫高手来制住你身旁这个混账, 我既往不救, 你今天要是敢删我的脸, 我立马叫武蒙的人踏平你们魏家, 曹你妈快点, 古言躺在地上耿着脖子对魏宽怒吼道, 古言根本没把魏宽放在眼里, 魏宽的确是魏家大少, 可古言在魏宽的头上作威作福惯了, 他根本不相信魏宽敢抽他的脸, 在他的眼里, 魏宽只不过是一个能够为武蒙上宫的狗而已, 古言的话让魏宽的面皮直抖, 若是能当人谁愿意当狗, 他魏宽作为魏家大少, 本来就有属于自己的尊严, 他一时间压不住自己的火气了, 迅之道, 你他妈给我闭嘴, 这话一出, 古言愣了, 就连魏宽也有点不可置信, 魏宽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就没压住心头的火气来, 魏宽, 你敢我骂我, 你信不信我师父一巴掌就能抽死你全家, 古言破口大骂, 魏宽闻言气得身子发抖, 额头之上青筋爆开, 苏承缓缓开口, 如果你想翻身, 不想再被武道协会骑在头上, 现在就去打烂他的狗嘴, 魏宽, 你他妈真想得罪我师父不成, 古言再次怒吼, 魏宽在片刻之后终于下定了决心, 一巴掌呼在了古言的脸上, 去你妈的, 叫什么叫啊, 这一巴掌重重地砸在了古言的脸上, 发出了啪的一声爆响, 古言愣住了, 他恨不得掐死魏宽, 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 闭嘴, 魏宽大叫一声, 对着古言拳打脚踢, 让古言伤口崩裂, 古言一开始还不断地威胁魏宽, 可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只剩下了惨叫, 他的眼中流露出了恶毒无比的神色, 魏宽足足打了十几分钟, 他觉得爽快, 又觉得有些害怕, 如今真的将古言打了, 日后天阳真人要针对魏家怎么办, 不过还没等魏宽想明白, 苏晨便走上来拍了拍魏宽的肩膀, 有点骨气, 你放心, 既然你已经是我的马仔了, 你魏家我苏晨照了, 古言, 你不用这么看着我, 我不怕你师父, 天雷真让我都杀了, 你师父要是惹我, 我连你师父一块杀, 苏晨淡淡地道, 古言的眼中顿时流露出了震动之色, 不等古言反应, 苏晨拿出一根银针, 直接穿入了古言的大脑, 古言的神情顿时变得茫然了起来, 这一针损坏了你的神经, 从此以后你就当了傻子吧, 苏晨收回了银针, 一脸平静地走上了魏宽的车, 魏宽愣了一会, 才钻进车里, 他的心情久久没有平复, 他忍不住偷偷地去看苏晨的神情, 却发现苏晨正一脸平静地看着窗外, 阳光洒在苏晨的脸上, 那平静的表情和波澜不惊的眸子, 让魏宽在刹那间被苏晨折服, 也就是在这一刻, 魏宽才真心地决定做苏晨的小弟, 苏晨回家后便将古木春保存妥当了, 他一直练功练到深夜, 虽说实力无法大幅度地迈进, 但可以稳定修为, 并且苏晨发现他体内的天雷真气正在愈发壮大, 直到深夜, 苏晨接到了一通电话, 电话是吴飞打来的, 吴飞道, 现在正元就在白月别墅, 苏晨吞了一声, 道看来他应该也有所依仗, 没有藏起来, 苏晨挂断电话后立即动身, 此时白月别墅内, 正元坐在大厅的主位上, 在他面前是一个巨大的圆桌, 圆桌上摆放张丰盛的美味佳肴, 正元换上了一身糖装, 戴着黑矿眼镜, 在他的身边是一名穿着宽松长袍的男人, 正是白日的司机, 也是他保镖, 几点了, 正元对着司机问道, 11点50, 司机说道, 郑总, 我总感觉那人只是过过嘴瘾, 他难道真的敢来不成, 正元说道, 不清楚, 但现在我的右眼皮一直跳, 似乎有不好的事情要发生, 两人的目光盯着门外, 在两人说话时, 一名穿着白衣的青年, 缓步从外面走了进来, 他走得不快不慢, 看着满桌子的美味佳肴, 青年坐在了正元对面, 拿起筷子, 慢条丝里的吃了起来, 这一刻, 正元的神情先是变得迷茫, 随后又变得严肃了起来, 来人比他想象中的年轻, 带着一丝眼熟, 也比他想象中的自信, 不是有绝顶的自信, 这青年怎么会那么从容的在他面前吃着饭菜, 面前的青年不管他, 低头吃菜, 这青年正是苏晨, 正元终于开口, 他说道, 你就是今天给我打电话的那位舞蹈强者, 苏晨道, 没错, 电话是我打的, 能两招击败祭宗师, 你很强, 我也喜欢强者, 正元说话的声音十分温和, 他继续道, 不如我们做个交易如何, 苏晨不解的看了正元一眼, 正元打了个响指, 下一刻, 从左侧出来了十名神太歌异, 长相不同, 但都是绝顶漂亮的美女, 其中有三人还是当红明星, 一众美女穿着各不相同, 有的玉姐, 有的可爱, 有的清纯, 有的妖娆, 而这些美女的手中, 都是拿着一个皮箱子, 正元再打一个响指, 箱子一个接一个的打开, 有钞票, 有金银珠宝, 有古玩字画, 有绝品药材, 金钱美女, 奇珍一宝, 这一刻全奇了, 如果是因为李友才得罪了你, 你迁怒于我, 那我跟你道歉, 小兄弟, 我们话干戈为玉博, 合作如何, 正元缓缓开口说道, 真诚无比, 我以前应该没得罪过你吧, 苏晨不由得高看了正元一眼, 正元, 是个人物, 苏晨拿出纸巾, 擦了擦嘴, 声音平缓, 十年之前得罪过, 那一天雷声阵阵, 下着倾盆大雨, 我父母开车来接我放学, 结果出现了意外, 我没见到, 我父母最后一面, 就被我二伯派人关进了小黑, 我听你名字的时候, 不知道你是谁, 现在我认出来了, 当年带我进小黑屋的人, 是你吧, 说我父母该死, 说我是个杂碎的人, 是你吧, 第338章, 九毒妇人, 第338章, 九毒妇人苏晨永远忘不了那个夜晚, 那个夜晚, 无数对他好的人忽然翻脸, 那些吓人幸灾乐祸的看着他, 从云端跌到谷底, 那个夜晚还没过去, 家族就宣布了他父母死亡, 将他一个十岁的孩子扫地出门, 他用尽全力记住了一个个面孔, 十年, 苏晨不敢忘记那些人的嘴脸, 当时弱小又惊恐的他, 无法记住每一个人的名字, 但他保证在看见那些人之后, 能认出他们, 郑元的笑容僵住了, 就连他的眼神都凝固住了, 他死死的盯着苏晨, 忽然他的身子颤了起来, 他一下子从椅子上站起, 脚步有些亮翘, 是, 是你, 他受到了极大的惊吓, 十年前, 他的确帮助苏尔伯将一个孩子推进黑屋, 当时的他心中有一种病态的快感, 他很喜欢看那种高高在上的少爷, 落魄如狗的样子, 所以他忍不住的去讽刺的那个孩子, 他还记得那个孩子当时害怕的瑟瑟发抖哭泣的样子, 可是十年之后, 他又见到了那个孩子, 现在的苏晨满脸从容, 浑身上下都散发着强者的气息, 你怎么没死啊, 郑元不可置信的嘶吼道, 苏晨将一杯茶一饮而尽, 声音中终于带上了一股狠力, 煞气冲天, 我不仅没死, 我还要让你们付出应有的代价, 郑元挥了挥手, 让那群女人退出去了, 郑元的眼神变得火热了起来, 怪不得你想要我的命, 可是小杂碎, 你知道吗, 你现在主动来找我, 是给我送功劳来了, 等我抓住了你, 日后我一定能贫不清云, 苏家也一定会重重上座的, 苏晨没理会郑元, 他偏头对司机说道, 给你个活命的机会, 现在离开此地, 我不杀你, 司机面色忽明忽暗, 很快他变道, 小子别装神弄鬼, 之前, 这司机听到了苏晨两招击败冀宗师的战绩, 他本来有些担忧, 但看见苏晨这么年轻之后, 他反而不担心了, 恐怕是李友才夸大其词了, 这个二十岁出头的青年能有多大的实力, 只要司机能够帮助郑元制住苏晨, 他相信苏家也会给他莫大的好处, 苏晨剑霸, 点头道, 那你就去死吧, 苏晨一找对着司机抓去, 他的手掌带着灵力无比的禁风, 他一出手便是拳力, 禁风如刀, 带着滔天煞气, 那司机强者不敢大意, 怒吼一声, 竟是筋骨齐鸣, 隐隐有唬响声传来, 他一拳轰出, 拳头之上内袭外放, 浑厚的气息浮现, 威力突然暴增, 这一拳的威力如同一只猛虎呼啸而来一般, 但是, 苏晨的手掌在瞬间抓开了司机拳上的护体钢器, 那些护体钢器几乎被苏晨瞬间捏爆, 随后苏晨的五根手指便是直接插进司机强者的手掌之中, 犹如五根铁钉, 直接钉了进去, 啊, 司机强者发出一声惨叫, 他的手掌鲜血如注, 下一刻就听到砰的一声爆响, 他的手掌被苏晨一把捏爆, 司机强者痛得面色惨白, 苏晨一拳轰出, 气静在司机强者的体内炸开, 司机强者的身上不断传来噼里啪啦的响声, 他身体里的骨头被苏晨震断, 五脏六腑更是被那股气静给碾压破碎, 鲜血从司机强者的蹊跷中流出, 太强了, 司机强者张了张口, 眼中满是震动无比的神色, 他是大宗师, 在苏晨的手中却没有撑过三招, 我给过你机会了, 苏晨冰冷的声音在司机强者的耳边炸开, 司机强者的身躯硬生倒地, 生机断绝, 司机强者的死亡让郑元的面皮直跳, 这司机强者曾经多次帮助郑元击退强敌, 可现在就这么轻而易举的死了, 郑元忍不住道, 这十年你到底经历了什么? 苏晨咧嘴一笑, 笑得很冷, 他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 回应道, 这个问题, 等你死后我再告诉你, 话毙, 苏晨一掌胎来, 郑元连忙高呼道, 九毒妇人, 救我, 伴随着郑元的大叫, 一道身影瞬间浮现出, 那是一名四十来岁的女子, 手臂漆黑, 脸上戴着面具看不出容貌, 整个人的身躯笼罩在一片黑袍之下, 她的身上散发着不祥的气息, 她猛然挥出一掌与苏晨对轰, 下一刻, 她的身躯狂抖, 连续后退了五六步才稳住了身形, 九毒妇人, 苏晨扫了她一眼, 道, 高启阳想抓的人就是你啊, 看你的穿着打扮, 莫非你与血垫有关, 九毒妇人的声音十分沙哑, 她淡默地说道, 小子, 你知道血垫, 苏晨道, 知道, 我杀了你们血垫几十号人, 前阵子还杀了一个叫血狼的人, 血狼被你所杀, 你是阎罗, 九毒妇人也忍不住惊呼了一声, 她没想到会在这里遇见阎罗, 阎罗是血垫的头号大敌, 苏晨也不废话, 直接亮出了金刀, 看到金刀, 九毒妇人的眼神顿时变得阴冷无比, 九毒妇人杀了她, 只要能杀了, 看你要多少钱都给你, 郑元面色张红, 大喊道, 放心吧郑总, 既然她是阎罗, 我就没有放过她的可能, 血垫与阎罗不死不休, 九毒妇人的声音响了起来, 苏晨道, 你不是我的对手, 九毒妇人文言笑道, 阎罗呀阎罗, 你在国外大杀四方, 傲气得很, 但你会死在你的傲气上, 你今日进门便中了我的奇毒, 而这桌子饭菜我也下了毒, 话毕, 九毒妇人的口中念起了奸涩难懂的咒术, 在她的声音之下, 苏晨的身上竟是出现了一片片漆黑无比的颜色, 那些黑色片状先是出现在苏晨的胳膊上, 随后一路蔓延扩大, 要清洗苏晨的身体, 我九毒妇人最擅长毒, 我有九种毒足以诛杀大宗师, 九毒妇人说道, 阎罗你太自信了, 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 已经中了我七种毒素, 你刚刚全力出手, 蒸汽加速血液循环, 哪怕我现在什么都不做, 你已经离死不远了, 我会将你的尸身带回血垫挂起, 第339章, 是我不会放过他们, 第339章, 是我不会放过他们九毒妇人有些兴奋, 在她看来, 没人能在神不知鬼不觉的, 中了她七种奇毒的情况下活下来, 就算是面前的阎罗也不行, 若是她能够杀死阎罗, 那便是大功一剑, 说不定她在乾隆榜的排名, 也会上涨不少, 苏晨低头看了看自己, 她的身上出现了一团黑气, 毒素似乎渗透了她的血液, 她现在的手臂都乌黑了起来, 苏晨从小便用老家伙特制的药液浸泡身体, 她倒是没想到自己会中毒, 你是天毒体, 还是地毒体? 苏晨对九毒妇人问道, 天毒体和地毒体都是适合修炼毒工的天生体制, 其中地毒体百年难得一遇, 天毒体千年难得一遇, 能让自己中招, 恐怕九毒妇人便是这两个体制的其中之一了, 没想到你竟然知道天毒体和地毒体, 我是地毒体? 九毒妇人自傲地说道, 原来如此, 苏晨点点头, 啊, 这毒的确很厉害, 如果我中你九种毒, 说不定你还真有机会杀我, 九毒妇人一愣, 随后冷笑道, 别强撑了, 你现在恐怕已经痛苦难让了吧, 苏晨道, 我的体制也很特殊, 你看看, 苏晨主动地挽起自己的袖子, 自信无比的九毒妇人定睛看去, 随后她眸子一缩, 就看到那些毒素虽然从苏晨的四肢上蔓延, 可没等蔓延到苏晨的手肘处食, 那些毒素便是停滞不前, 无法再蔓延一分了, 苏晨一步踏出, 啊, 今日我是来向正元复仇, 不过既然你是雪垫的人, 那今日你也死在这吧, 九毒妇人听后, 面色极为难看, 她听出了苏晨话语中的轻视, 阎罗, 你少看不起我, 就算不能毒死你, 你也会受到影响, 我单凭实力, 也是乾隆榜的高手, 两人的身躯瞬间轰杀在一处, 九毒妇人带着阵阵阴风, 挥出手掌时, 凌厉的风声几乎带起一阵鬼哭狼嚎的声音, 碰, 苏晨的拳上天雷真气爆发, 瞬间破开九毒妇人阴毒无比的真气, 九毒妇人身子一麻, 九毒妇人的手臂炸开, 竟是喷发出黑色鲜血, 那些鲜血洒落地面, 就连地板也承受不住那等腐蚀, 被九毒妇人的血液烫了个大洞, 看着如此诡异的场景, 苏晨也不由得皱了皱眉头, 这九毒妇人的确够毒, 阎罗, 我要你死, 九毒妇人发出一阵凄厉无比的叫声, 那声音仿佛是从九幽地狱之中传来, 她猛然放出毒雾, 那毒雾呈现出紫色, 带着一股心甜的味道, 苏晨只是看了那一眼, 毒雾便知道, 这毒雾不单单会从呼吸道进入体内, 甚至于还能从人的毛孔中进入, 可谓是阴毒至极, 苏晨屏息在挥一掌, 那便是七绝掌的其中一掌, 狂蜂大作, 瞬间驱散毒雾, 重重地印在了九毒妇人的身躯之上, 九毒妇人大口大口地可起写来, 身躯倒飞而出, 身上的肋骨也不知道断裂了几根, 惨不忍毒, 你, 你怎么还能发动这么强横的攻击, 难道我的毒对你一点影响都没有吗? 九毒妇人不甘心地嘶吼道, 她自认为苏晨中的那七种毒, 已经足以干扰苏晨的蒸汽运转, 怎会如此? 苏晨淡淡地道, 有影响, 不过你我实力差距太大, 就算中毒我也能杀你。 苏晨的话让九毒妇人几乎抓狂, 她不断地发出嘶吼道, 这是你逼我的, 九毒地蟒, 九毒妇人的身上蒸汽爆发, 混合着紫色的毒素, 顷刻间便是在空中幻化出一条 犹如毒蟒一般的恐怖气息, 下一刻, 那毒蟒便是对着苏晨张牙舞爪一般地扑了过来, 带着大量的辛臭之气, 这一招, 九毒妇人用出了权力, 苏晨手中金刀爆发出凌厉无比的刀气, 苏晨道, 管你什么牛鬼蛇神, 一刀斩你, 金刀爆发出的刀气瞬间照亮整个大厅, 下一刻, 金刀以一种极为霸道的方式横切了巨蟒的头颅, 那些毒物和真气不再成形, 瞬间散去, 九毒妇人的衣衫和面具瞬间被劈成了两半, 露出了九毒妇人那张惊恐至极的脸, 我, 我愿意归顺你, 九毒妇人连忙大叫求饶, 在这一刻他彻底明白了, 自己远远不是苏晨的对手, 不用了, 苏晨的面色平静无比, 直接拒绝, 手中金刀挥舞, 这一刀之下, 九毒妇人当场死亡, 苏晨的视线落在了在别墅角落中郑元的脸上, 刚刚在苏晨与九毒妇人交手时, 战斗的余波让郑元深受歧毒, 郑元的脸上现在充斥着紫红之色, 九毒妇人之前放出去的毒气, 几乎要了郑元的命, 郑元的意识都变得恍惚了, 苏晨手中银针浮现, 三针落下后, 郑元的眼眸逐渐清澈了许多, 但马上, 郑元的脸上就浮现出了更加深刻的恐惧之色, 苏晨的声音有些庆幸, 好在我出手及时, 不然你就被堵死了, 那可不行, 我得亲手杀了你才可以, 苏晨认真的说道, 这两句话让郑元几乎崩溃了, 苏晨救他, 就是为了亲手杀了他, 当年的事你知道多少? 苏晨问道, 郑元慌张道, 什么都不知道, 当初我也只是做了一些杂事, 你父母不是我害死的, 苏晨当然知道父母不是被郑元害死的, 郑元没那么大的本事, 苏晨问道, 白虎和苏鹏在哪? 白虎和苏鹏那是苏家的核心成员, 他们肯定知道当年苏家的事, 我现在也不知道他们在哪, 白虎大将最近似乎又有突破在修行, 他们之所以会来天市, 是因为天市有一块灵地, 郑元声音颤抖着讲述着, 这一刻他知无不言, 对, 对了, 我唯一知道的是, 你父母的死因很复杂, 不仅仅是苏家干的, 还有其他家族联手, 我也只是听说有姓金的, 还有姓唐的, 那等事情, 我这种小人物是不会知道的, 苏晨, 当年的事真的跟我没关系, 对不起, 我不该羞辱你, 你放过我吧, 郑元跪在地上不断磕头, 老泪纵横, 因为过于恐惧, 他的全身都是抖的, 苏晨拿出黑服, 直接动用旋律搜查郑元的记忆, 郑元没说谎, 当年的事郑元没那么清楚, 不过郑元深得二伯一家信任, 所以才会来到天室, 若是郑元不死, 苏家会扶持郑元, 让郑元不断成长, 为苏家所用, 而郑元的确是来到天室后, 察觉到了安心, 只不过, 他忙于苏鹏交代的事, 没有自己出手料理安心罢了, 用完黑服, 郑元还有一丝理智, 他哀求道, 放过我吧, 苏晨, 求求你, 我求求你, 你杀了我, 苏鹏和白虎大人都会知道的, 他们绝对不会放过你, 只要你饶过我, 我保证不会把此事说出去, 苏晨的情绪已经平静了下来, 他道, 纠正一下, 不是他们不会放过我, 而是我不会放过他们, 和当年的事有关的人, 我一个都不会放过, 话必, 苏晨手中金刀一闪, 一刀刺穿了郑元的心脏, 郑元当场弃绝身亡, 在郑元死亡的瞬间, 时间正好来到凌晨, 凌晨的钟声响了起来, 苏晨拿出了之前的记事本, 在上面将郑元的名字划掉, 同时, 他又添加了两个新的心事, 金, 糖, 第三百四十章, 你真的误会了, 第三百四十章, 你真的误会了, 苏晨摸了摸口袋, 摸出了一包香烟, 他从中抽了一支点燃, 深吸了一口, 作为一个医生, 他平常不抽烟, 可面对十年前的事实, 他总感觉心头发堵, 一根烟的时间, 苏晨冷静了下来, 仔细理了理, 他今天是来复仇的, 所以没跟九毒妇人多废话, 但苏晨清楚地知道, 血垫活跃在天室, 一定是事出有因, 比如之前那邪道是为了病地花, 而血狼虽是为了报仇, 但也盯上了圣天国, 这个九毒妇人在这里活动, 在天室肯定也有奇珍异宝, 吸引到了血垫, 而郑元也提到了, 苏鹏他们来天室, 是为了一块地, 莫不成这两者之间有什么联系, 早知道杀慢点了, 苏晨有点后悔, 他扔掉烟蒂, 寻了寻九毒妇人身上的东西, 九毒妇人的身上有着几本秘籍, 苏晨随便看了看, 都是一些阴毒的功法, 他用不着, 不过, 他倒是发现了一个宝贝, 名为七彩花, 这东西用于药语, 能够大大的提升自身的抗毒能力, 再加上九毒妇人的一些毒药, 苏晨足以让自己的体质更上一层楼, 变得阴毒不清, 苏晨自语道, 用这东西制药泡澡, 日后就算遇见天毒体的人, 我也不怕, 苏晨利用真数将体内的毒素驱除了个七七八八, 随后, 苏晨拿出手机想给高启阳打电话, 九毒妇人是六扇门的药饭, 若是将九毒妇人交给高启阳, 高启阳肯定能力打工, 不过他看了一眼, 发现手机没电了, 无奈之下, 他找了一个麻袋, 随后将九毒妇人的尸身放了进去, 一把抓起麻袋, 离开了别墅, 他要将这尸身带给高启阳, 抓起尸身出门, 刚离开别墅五六分钟, 苏晨便感觉到有人紧跟着自己, 苏晨停下脚步, 静静等待, 没过一分钟的时间, 一名年近四十岁的女人便是来到了苏晨身边, 我是六扇门六祖韩星, 双手抱头蹲下, 那女人声音严厉, 呵斥的, 苏晨闻言, 不由得一正, 六扇门, 在这里竟然又遇见了六扇门的人, 不过苏晨未动而是静静地看着韩星, 有事, 我刚刚去过郑家别墅, 郑元死了, 我怀疑你是一名再逃五者罪犯, 现在你立马接受盘查, 韩星有些高傲地说道, 苏晨顿时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他道, 郑元写九毒妇人想要杀我, 被我反杀, 这总赖不到我身上吧, 九毒妇人, 韩星闻言, 呼吸顿时变得急促了起来, 他在哪, 九毒妇人, 那是再逃的五者罪犯, 杀人无数, 如果能抓到九毒妇人, 对他来说也是大公一件, 苏晨道, 他就在我手上, 苏晨解开了麻袋, 里面是尸体, 正是九毒妇人, 韩星走了过来, 当发现那尸体正是九毒妇人时, 韩星倒吸了一口凉气, 九毒妇人死了, 我是六扇门的人, 这是我的证件, 你把它交给我, 韩星立刻出示了证件, 苏晨剑霸摇了摇头道, 那可不行, 我知道你们六扇门在抓捕九毒妇人, 我打算将他带给高启阳高组长, 你认识高启阳, 韩星问道, 苏晨恩了一声, 解释了一下, 韩星闻言说道, 这是事关重大, 不如这样, 你将他交给我, 我将他带给高组长, 高组长是我的同事, 韩星的话倒是让苏晨有些犹豫了, 苏晨现在不知道高启阳在哪, 所以他的计划是先将尸体带回安兴那, 然后给高启阳打电话, 不过带个尸体去安家, 安兴估计也会觉得晦气, 现在韩星的出现倒是让苏晨省去了一些麻烦, 韩星见苏晨有些动摇, 连忙补充道, 你有什么不放心的, 我六扇门的证件难道是假的不成, 苏晨道, 那你记得将尸体带给高启阳, 我手机没电了, 现在联系不上他, 韩星立即点了点头, 你放心吧, 六扇门办事你有什么好担心的, 苏晨闻言没有再说什么, 将九毒妇人的尸体交给了韩星, 韩星的眼中闪过一抹激动之色, 他道, 谢了呀, 话毙, 韩星脚下一动, 片刻之后就消失在了苏晨的视野内, 这个插曲苏晨没当回事, 毕竟这个韩星也是六扇门的人, 交给他处理也不算坏事, 苏晨一路赶回了安家, 他将从九毒妇人那里搜刮来的药材熬制, 随后倒进了一个大木桶里, 他钻进大木桶里浸泡着身体, 那些灵药的药汁不断地滋补着苏晨的身体, 浸泡了个半个小时, 苏晨从木桶擦干身体后穿上了衣服, 这是什么? 苏晨好奇地嘀咕一声, 在他的脚下却有着一块巴掌大小的布料, 苏晨好奇地弯腰将那东西拿起, 那布料极小, 苏晨将那块布料绳展开之后, 发现那是一块三角形的, 布料很轻薄的贴身衣物, 半透明带着垒丝边, 在那衣物上还有着几个毛发, 死, 苏晨倒吸了一口凉气, 认出这东西是什么了? 就在苏晨惊讶至极, 卫生间的门被人打开, 穿着背心短裤的安家禄, 拿着沐浴用品走了进来, 安家禄与苏晨四目相对, 随后安家禄的视线就落在了苏晨的手上, 这一刻, 安家禄惊叫出声, 啊, 安家禄抓狂了, 他看见了什么? 他看见苏晨竟然拿着他的贴身衣物, 在那里仔细端倪, 一瞬间安家禄的脸就涨红了起来, 脑海中无数念头闪过, 大变态, 你干什么? 安家禄怒斥一声, 他玲珑有致的身体十分矫健, 一把抢过苏晨手中的贴身衣物, 气鼓鼓的问道, 因为动作幅度太大, 他浑身白皙细嫩的肉都在颤抖, 那短小的运动背心和短裤几乎遮不住他青春漂亮的身材, 苏晨道, 不是, 这只是个意外, 这东西刚刚掉地上了, 我帮你捡起来, 胡说八道, 哪有那么巧的事, 你该不会拿着我的衣服, 然后, 安家禄的眉眸朝着苏晨的身上一扫, 随后发出一阵恶寒, 我不是, 我没有, 我不知道, 苏晨否认三连, 苏晨的脸也红了, 现在这个画面的确太容易让人误会了, 他夺门而出, 说道, 安小姐, 你误会了, 你真的误会了, 第341章, 夜生活, 第341章夜生活, 看着苏晨着急忙慌离开的样子, 安家禄倒是倾吼一声, 不满地说道, 感觉好像是本小姐占便宜了一样, 不过安家禄的脸上依然能带着羞涩的红润, 这是什么, 安家禄看向了那个大木桶, 里面乌漆漠黑的, 像是药水一样, 安家禄自语道, 那个苏晨该不会是有病吧, 怎么用中药泡澡? 安家禄皱着鼻子打开下方的筛子, 要将那些药液排放出去, 不过因为排放的时候没注意, 药液撒在了他的手掌上, 一股火辣辣的疼痛, 瞬间让安家禄痛呼了一声, 该不会是毒药吧, 他连忙将其余的药液全部倒了, 找了条干净的毛巾擦起了手掌来, 不过马上他又震惊了, 他发现刚刚接触过药液的手, 现在竟然变得又白又嫩, 透露着健康的红润, 安家禄愣在原地, 喃喃自语, 那到底是什么呀? 苏晨赶忙回了房间, 快速地冷静了一会, 他的手机充了电已经开机了, 他看了一眼, 上面好多未接电话, 其中有不少是月山打过来的, 他给月山回了一个电话, 月山道, 苏先生这么晚还没睡呢? 刚洗不澡, 看你打了这么多电话, 问问怎么回事? 苏晨回应道, 月山连忙道, 我是给徐家来当说客来的, 徐家和月家关系清静, 徐家不是故意怠慢你的, 你看, 我让徐家给你道个歉, 你帮帮忙, 明家的事, 徐家也调和了不少。 苏晨文言犹豫了一下, 道, 好, 只要徐子茂给我道歉, 请我回去, 徐家的是我处理。 得到了苏晨的保证, 月山十分开心, 他道, 好, 我马上让他给你打电话, 这件事真是对不住了。 电话挂断后, 苏晨给高启阳打了个电话, 寻思问一问九毒妇人的事, 不过电话没有接通。 高启阳是六扇门的人, 苏晨推测高启阳是在忙。 在床上修炼了一会混沌真龙诀, 想了想徐家的事, 没过二十分钟, 敲门声响起。 苏晨打开房门, 发现安家路已经穿戴整齐的出现在门口了, 穿着一身紧身衣, 皮质短裤, 一双细长的大白腿也是袭巾, 在预示的是事我不对, 但我什么都没看到。 苏晨说道, 一提起这个安家路就有些恼火, 我都没提这事了, 你倒是提起来了, 我要去和几个朋友去酒吧, 你去不去? 苏晨一正, 随后道, 这么晚了还出门啊? 老古董, 夜生活才刚刚开始呢, 安家路翻了的白眼, 你就说去不去吧, 苏晨道, 行我知道了, 苏晨换了身衣服, 正好电话那头许子茂的电话打过来了, 这次许子茂变得尤为客气, 许子茂道, 苏先生, 这么晚打扰到你了, 抱歉啊, 苏晨道, 有事? 你在哪儿? 我和我姐想当面见你。 许子茂急切地道, 苏晨文言便问道, 想来你又去不宫地了吧, 腹部那条黑线快连到心脏了。 许子茂文言顿时道, 苏先生不会是神人啊。 苏晨道, 你那么高, 若不是事情解决不了了, 肯定不会低头求我, 这么直白的话, 让电话那头的许子茂沉默了许久。 苏晨说的没错, 许子茂最近的确去不宫地了, 身上那条黑线延长了许多, 身体状况也是越来越差了。 许子茂告扰道, 苏先生, 真的很抱歉, 我之前太不尊重你了, 求你帮帮忙吧。 许子茂的态度倒是让苏晨很满意, 苏晨偏头对安家路问道, 等会我们去哪个酒吧? 天湖街的皇后酒吧。 安家路道, 苏晨便对许子茂道, 一会儿我去皇后酒吧, 你和你姐来这里碰头吧。 皇后酒吧? 天湖街那个吗? 那是我们徐家的产业。 苏晨说了一声对, 就挂断了电话。 安家路问道, 你跟谁打电话呢? 一个朋友。 苏晨没多解释, 安家路没太放在心上, 他此时也正拿着手机给小姐妹发短信呢。 兄弟姐妹们, 我今天出酒了, 马上我带个人过来, 你们帮我灌死他。 第342章, 叫大哥。 第342章, 叫大哥苏晨和安家路来到皇后酒吧。 酒吧内音乐声震耳欲聋, 苏晨只感觉自己的胸腔都在跟着震动。 在一处大卡座那, 五六个穿着时尚的男男女女坐在一起, 这几人正是安家路的朋友。 其中一名年纪不大, 略显稚嫩的小胖子站了起来, 对安家路说道, 家路, 你可算来了。 家路, 这就是你说的朋友呀, 挺帅的嘛, 一个穿着皮衣的漂亮女孩捂着嘴笑道。 一名头发根根竖起的男人拿着洋酒走来, 道, 兄弟, 怎么称呼啊? 苏晨道, 我叫苏晨。 行, 小晨, 来, 我们干一杯。 头发根根竖起的男人拿起洋酒说道, 他早就接到了安家路的短信, 上来直接就要跟苏晨喝酒。 苏晨眉毛一扬, 提醒道, 我应该比你大两岁。 苏晨会看骨, 一个人的骨头是骗不了人的, 这头发根根竖起的男人今年也就21岁。 苏晨只被孟浩然那种岁数的人称过小晨。 头发根根竖起的男人哈哈一笑, 说道, 我们这里排名可不是靠年纪, 靠的是喝酒, 你要是能喝过我, 你就是我大哥, 你要是喝不过, 我就叫你小晨, 你说怎么样? 几名女生起哄道, 是啊, 我们这边就是这样的。 之前那名小胖子笑着道, 我今年才十九, 但林野也得管我叫哥。 他口中的林野自然是头发根根竖起的男人。 苏晨知道, 这些人没什么敌意, 便笑道, 既然是规矩, 那我肯定遵守。 那咱们喝, 林野说道, 苏晨点点头, 哼, 上次喝酒还是在老家伙在山上喝。 苏晨与老家伙喝了上百坛桃花醉, 苏晨给自己倒了杯酒, 一饮而尽。 见苏晨用杯喝, 林野心里有谱了, 他猜测苏晨没多少量, 他对苏晨道, 小晨啊, 用杯喝多没意思。 说完这话后, 林野拿起酒瓶, 直接对瓶开喝。 那一小瓶三百毫升的洋酒一饮而尽, 那洋酒怎么着也有小四十度, 一瓶喝完林野面色也微微发红, 他就三瓶洋酒的量, 不过在他看来, 三瓶洋酒足以应付苏晨了。 苏晨道, 好爽, 那我也多喝点。 他拿起一瓶洋酒打开盖子, 一仰头, 一瓶洋酒瞬间进了苏晨的肚子, 苏晨眼睛明亮, 跟没事人一样。 厉害啊, 家洛, 你带来的小帅哥做什么的, 一瓶洋酒下去跟没事人一样。 安家路的一个女性朋友两眼放光地问道, 安家路回道, 是个医生。 医生? 这么年轻的医生, 该不会是骗人的吧? 那名皮衣女生说道, 这名女生长相漂亮, 叫做娄潇潇。 安家路道, 是有点医术的。 娄潇潇问道, 该不会她是你男朋友吧? 从没见你带人过来, 我看她还挺帅的。 什么男朋友? 追我的帅哥多了去的, 他算什么帅哥? 安家路自傲道, 在几名女人聊天的时候, 胜负分了, 就听到哇的一声, 酒水直接从林野的口中喷了出来。 众人看去, 那已经是林野的第四瓶洋酒了, 他喝不下了。 苏晨也拿起了一瓶洋酒, 一饮而尽, 随后苏晨对林野道, 现在你得叫我什么? 大哥, 大哥我服了。 林野连忙说道, 太吓人了。 他亲眼看见, 苏晨喝了四瓶洋酒之后, 还跟没事人一样。 一旁的小胖子, 面色也变了, 林野是他们这里喝酒第二牛逼的, 才短短十分钟就败下阵来了。 没等小胖子反应过来, 苏晨已经开了一瓶酒递给了小胖子, 笑眯眯的道, 该你了, 我不想当小晨, 我想当大哥。 小胖子闻言, 下意识的嗡了一声, 结果洋酒就开喝。 一瓶, 两瓶, 三瓶。 这小胖子的酒量确实比林野强, 喝了五瓶之后还能站着, 只是身子有点摇晃了。 再看苏晨面无表情, 身躯站的笔直刷的一下开了第六瓶, 咕咚咕咚的一饮而尽。 错了错了, 我认输了苏大哥, 小胖子被吓了一跳, 再也不敢品酒了, 再多喝一点他就要吐了。 苏晨应了一声, 又开了品酒, 挨个打圈。 不到半个小时, 一桌子男生该吐的吐, 该认输的认输。 家洛, 你带来的到底是什么猛人啊? 那个娄潇潇震惊无比的对安家录道。 他们这些人经常来酒吧玩, 从来没见过像苏晨也能喝的。 家洛, 你交代的任务完不成了, 我不能再喝了。 一名男生喷着酒气说道, 苏晨放下空酒杯, 满脸笑意的给安家录倒了一杯, 他道, 该你了, 要么喝, 要么叫大哥。 安家录傻眼了, 他预料的情况不是这样的人, 喝吧, 他绝对喝不过苏晨。 但是管苏晨叫大哥, 安家录的脸一下子红了。 第343章, 强势的长发男人。 第343章, 强势的长发男人, 我, 我, 安家录难以启齿, 不叫就喝, 这是你们的规矩。 苏晨笑着道, 该不会你不打算遵守吧, 你耍无赖我确实没什么办法。 安家录到底是个小女生, 被苏晨这么一击, 面子上有些挂不住了。 他道, 你说谁耍无赖呢? 我安家录一口吐沫一个钉。 话毕, 安家录低声道, 大哥, 他那羞涩的模样, 让在场的人都看待了。 安家录心里既修又有些恼怒, 还有一种强烈的被征服感, 让他的面颊发烫。 苏晨笑着应了一声, 好妹妹, 以后大哥照着你。 安家录做了的鬼脸, 谁用你照? 安家录心里后悔死了, 本想套路苏晨, 没想到苏晨这么能喝, 搞得自己现在这么羞涩。 苏晨又喝了两杯, 就在这时, 苏晨的手机铃声响起, 是高启阳打来的。 这地方太吵了, 苏晨拿着手机去外面接听了电话。 电话里, 高启阳道, 苏老弟, 有事? 高组长还没睡啊。 苏晨笑呵呵的道, 今天苏晨心情不错。 高启阳道, 刚参加完庆功宴, 一会就准备睡了。 庆功宴? 苏晨问道, 高启阳说道, 是啊, 前两天跟你说的九毒妇人, 今天被抓到了, 六扇门开的庆功宴, 我到现在才回家。 苏晨一听, 恭喜道, 那恭喜高组长了, 受到褒奖了吧。 苏晨认为, 那九毒妇人被请, 功劳会算到高启阳的头上, 毕竟当时他是让韩兴将人带给高启阳。 高启阳疑惑道, 这个跟我没什么关系, 九毒妇人是我同事, 韩兴带回来的, 今天我参加的是韩兴的庆功宴。 苏晨的脑袋嗡了一声, 他道, 九毒妇人是我抓的。 苏晨将经历的事情一说, 高启阳也愣住了。 高启阳听后, 沉默了两久才无奈得到, 那看来是韩兴把功劳占了。 苏晨也没想到会这样, 他说道, 当时我手机没电了, 早知道就不图省事了, 这件事你打算怎么处理? 再看吧, 我们毕竟是一个圈里的, 而且这是没证据, 说出去恐怕也没人信啊。 高启阳为难了, 苏晨揉了揉太阳穴, 大感头大。 两人又聊了几句, 随后挂断了电话。 与此同时, 皇后酒吧内, 音乐声渐渐小了, 到了活动的环节。 安家路等人正在玩头子, 忽然在几人的耳边声音响起, 小姐姐, 我们大哥想请你们二位喝一杯。 一名浑身肌肉的男人 来到了安家路和娄潇潇身旁, 说道, 他指了指远处在附近的大卡作纳, 一名三十来岁, 留着长发的男人正对他们招手。 长发男人长相英俊, 气质不凡。 安家路等人的面色闪过一丝不自然, 林也说道, 不好意思, 我们就是几个朋友在这里玩, 就不过去了。 话音刚落, 那名肌肉男人便是抄起一个酒瓶, 瞬间砸在了林也的脑袋上, 呵斥道, 我跟你说话了吗? 啪的一声爆响, 酒瓶从林也的头上炸开, 林也的头上血流如注。 谁也没有想到, 那个肌肉男二话不说就动手, 小胖等人连忙起身抄起了家伙, 长发男人起身带着几人走了过来。 我想请这两位美女喝酒, 无关的人我给你们一个机会离开。 长发男人淡淡的说道, 在长发男人的身上散发着无形的威势, 显然是一名武道强者。 我离你妈, 小胖大怒, 悍然对着长发一瓶酒砸了过去, 长发男人却是猛的一出手, 瞬间捏爆了小胖手中的酒瓶。 这个场景让小胖都带住了, 徒手捏爆了酒瓶, 这长发男人是人吗? 长发男人猛的一出脚, 一脚直揣在小胖的身上, 小胖顿时捂着肚子, 满脸痛苦地跪了下来。 长发男人又一挥手, 他的手下顿时将安家路带来的一些男同学, 全部打趴在地。 安家路等女尖叫连连, 看向长发男人的眼中也是充斥着恐惧之色。 你, 你别欺人太善, 强尸棒的师哥是我朋友。 林也捂着脑袋, 鲜血从他的手指缝里流出来, 他忍着痛撞着胆子说道。 一听这话, 长发男人不由地笑了, 笑容中充斥着不屑。 师哥, 你说王师那人? 林也冷冷地说道。 没错, 想不到那废物在外面这么威风呢。 闻言, 林也不由地震住了。 面前的长发男人, 竟然管王师叫废物。 王师可是一个帮派老大, 道上的人自身也是五道高手, 没人敢对他不敬。 林也说道, 你, 你别装逼。 装逼? 长发男人淡淡一笑。 下一刻, 长发男人掏出手机, 打了个电话。 电话一接通, 长发男人靠近林也, 开了免提, 放在林也的耳边, 便道, 小师, 听说你现在很厉害啊。 石哥? 石哥是你吗? 石哥怎么有空给小的打电话? 小弟受宠若惊啊, 什么时候给小弟一个面子, 让小弟请你吃饭? 变化里, 王师的声音十分羡媚, 长发男人却是一脸笑意, 听说有个人认识你, 他刚刚用你的名声压我呢。 我在你面前就是个屁啊, 长发男人满意的点点头, 行了, 没你什么事了, 挂了吧。 好的石哥, 石哥有什么事情, 尽管吩咐。 电话挂断, 林也已经是浑身颤抖了起来。 刚刚他听出了电话里的声音, 就是一向十分慰言的王师, 可是在这个长发男人这, 王师卑微如狗。 听到了吗? 长发男人伸出手, 轻蔑地拍了拍林也的脸, 林也的眼中满是恐惧, 一句话都不敢说了。 长发男人道, 我今天心情好, 这样吧, 男的打断手, 女的我就带走了。 长发男人嚣张无比的发号施令, 林也等人的表情都是难看无比。 这时, 安家路撞着胆子, 说道, 这位, 石, 石哥, 我爸是安心, 是建豪集团的董事长, 能不能给我爸一个面子, 让我们离开。 娄潇潇等人也连忙自爆家门, 我爸是清河集团的, 我爸是开连锁超市的, 安家路这些同学每个都有些背景, 呵, 长发男人冷笑了起来, 他说道, 你们的背景在我面前完全不过看, 乖乖地跟我走吧, 你放心, 只要被那位少爷看上, 你们就能飞黄腾打了。 第344章, 打的就是你, 第344章, 打的就是你, 我, 我不要, 安家路身子颤抖, 背齿紧紧咬着嘴唇, 唇都要咬破了。 安家路以前也经常来酒吧, 皇后酒吧是徐家的产业, 有徐家的人坐镇, 十分安全, 可今天不知道怎么回事, 那些人竟然没来。 安家路和娄潇潇等人家里也算小有背景, 可他们的背景在长发男人面前根本没用。 长发男人伸出手去, 长发男人一挥手, 他的手下便是迅速出手, 朝着安家路和娄潇潇两女的身体抓去。 安家路和娄潇潇不断躲闪, 两女的脸上满是恐惧之色, 可很快, 他们便是退无可退。 求你了, 不管是谁, 救救我, 安家路满眼绝望, 心里想着。 不过, 正当几人的手要触碰到安家路和娄潇潇的身体时, 急到荧光飞来, 下一刻, 那几人的手腕处灯石飞溅出一片细化。 谁敢动我的小店? 冰冷的声音响起, 一身白衣的男子出现在了卡座附近。 苏晨! 安家路等人连忙望了过去。 看到苏晨的出现, 安家路等人都觉得感动无比, 不管苏晨能不能解决此事, 在这个绝望的时候, 苏晨还愿意出现, 就足以让他们看到一丝希望。 不过很快, 安家路便感觉这一丝希望是虚假的。 苏晨来了, 又有什么用吗? 对手连他们安家都不放在眼里。 苏晨快步来到安家路等人身边, 将众人护在了身后。 长发男人眼眸微缩, 刚刚苏晨是怎么让他的那些手下受伤的, 就连他都没有看清。 谁敢管我的事? 长发男人道, 苏晨道, 我是他们的大哥, 你欺负他们, 我自然要管。 这话足以让林爷等人感动得无以复加, 倒是安家路还保留着一丝理智。 他对苏晨喊道, 苏晨, 你赶紧走, 这个人很厉害, 连强尸帮都不放在眼里。 你快出去报警啊, 是啊大哥, 不要管我们了。 那个小胖子也说道, 苏晨看了他们一眼, 还挺讲义气。 苏晨语气柔和了不少, 道, 你们不用担心, 今晚我会带你们安全回家。 苏晨流露出的自信, 让众人瞬间感受到了一股安全感。 安家路更是双目泛红, 长发男人道, 小子, 你确定要管我的事? 你知不知道我是谁? 苏晨道, 不知道, 你谁啊? 我为宁家办事。 长发男人没有说自己的名字, 但是提到了宁家。 长发男人自爆家门, 让安家路等人的面色无比的苍白。 林也惊呼道, 天使一线豪门, 宁家。 长发男人俱傲地点了点头, 这一刻, 众人的面色灰暗无比。 怪不得, 怪不得这个长发男人敢这么嚣张, 怪不得长发男人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 的确, 有宁家做背景, 他们这些人在长发男人的面前, 就是一些阿猫阿狗。 苏晨点点头, 那我更应该收拾你了。 苏晨也没想到, 自己今天来皇后酒吧会遇见宁家的人。 他与宁天的恩怨极深, 如今遇见这样的事, 他更不可能放过宁家。 长发男人眉头一皱, 他的眼中爆发出了嗜血的光芒。 小子, 你很猖狂啊, 恐怕你不知道宁家是怎样的存在, 但你的朋友很清楚, 我是为宁家二少服务的。 长发男人再次说道, 苏晨微微一正, 二少? 之前他得罪的应该是宁家的大少宁天吧, 宁家还有个二少爷。 苏晨道, 我知道了, 你说完了吗? 此话一出, 长发男人倒是呆住了, 面前这个青年反应这么平淡, 说完了我就要揍你了。 苏晨再次出言, 话毕, 苏晨的身躯瞬间浮现在长发男人的身躯, 随后一巴掌重重砸在了长发男人的脸上。 快, 太快了。 长发男人也是一名舞者, 有近乎宗师的实力, 可他根本看不清苏晨的动作。 等他反应过来时, 脸上已经传来一股巨大的痛意, 长发男人的脸骨都被打断了, 他的身子倒飞而出, 重重的跌落在远方的把台上将数十瓶酒水全部撞爆。 把台一片狼藉, 而长发男人身上满是玻璃碎片, 身上多处挫伤, 他大口大口的喷着血, 整个人狼狈至极, 面目全非。 所有人都震惊了。 大哥还是长发男人的手下率先反应过来, 大声叫道。 苏晨的身上爆发出恐怖无比的威压, 这些威压迅速笼罩住了长发男人的那些手下, 那些人情不自禁地跪了下去。 如此场景让安家路等人心惊肉跳,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特别是安家路, 他没想到苏晨厉害到了这种地步。 苏晨对林爷等人道, 他们之前怎么打你们, 你们就怎么打回去。 大哥, 他们是您家的人, 林爷道。 苏晨反问道, 那又如何? 苏晨的态度让林爷吞了口口水, 林爷道, 我知道了大哥。 说话间, 林爷抄起酒瓶, 一瓶子砸在了一名魁梧大汉的头上, 林爷骂道, 你他妈的, 我让你欺负人。 有了林爷带头, 其余的人立马也抄起了酒瓶, 不断地被这长发男人的手下砸去。 因为动静太大, 没过片刻, 酒吧老板便是带人赶了过来。 当酒吧老板看到倒地不起的长发男人后, 他面色一边, 道, 青石, 你这是怎么回事? 长发男人吐出几颗被打断的牙齿, 愤怒又含糊不清地喊道, 童老板, 帮我杀了那个小子, 只要你杀了那个小子, 我给你五千万。 童老板望向苏晨等人, 面色一沉, 道, 几位? 林爷等人停下手中的动作, 又有些慌张了起来。 童老板, 皇后酒吧的负责人, 背后有徐家撑腰, 要是童老板追责下来, 林爷等人还是不好过。 安家路急忙起身想要解释, 却被苏晨拦住。 苏晨道, 认识徐子茂和徐芳晴? 童老板瞳孔微缩, 这两个人他当然知道, 那是徐家的少爷和千金。 童老板道, 当然认识, 给他们打电话, 他们会告诉你该怎么做。 苏晨道, 第345章, 宁家宁财。 第345章, 宁家宁财苏晨补充了一下, 我叫苏晨。 童老板见苏晨能准确说出, 徐家少爷千金的姓名, 又如此淡定, 当即便是拿出手机打了电话。 没过多久, 电话接通, 刘老板顿时将事情一说。 徐子茂的声音传来, 妈的, 我正在赶来的路上, 你敢得罪他, 我明天就让你死在天室。 徐子茂的话, 让童老板脸上冷汗一个劲的往外貌。 挂了电话后, 童老板对苏晨道, 对不起苏先生, 刚刚是我有眼不识泰山, 没关系, 站着看便是。 童老板闻言连忙站在了一边。 看到童老板对苏晨这么公顺, 安家路等人都懵了, 万万没想到苏晨有这么大的来路。 安家路捂住嘴巴, 让自己没有发出声来。 苏晨对长发男人道, 你背后是宁家二少。 那是自然, 时序的话赶紧给我放了。 长发男人道, 苏晨挥手给了长发男人一个嘴巴子, 随后道, 我问什么你回答什么, 不然我杀了你。 长发男人被打得痛呼一声, 苏晨便问了几个问题。 长发男人忌惮苏晨的实力, 不敢撒谎, 很快苏晨就知道了来龙去脉。 这个长发男人的, 却是宁家二少宁才的手下, 而他所做的事情也非常简单, 就是为宁家二少搜罗天下美女。 今天他来皇后酒吧, 正好看到了安家路和娄潇潇, 觉得两个女生长得漂亮, 是宁才喜欢的类型, 便发生了之后的事情。 听着长发男人的讲述, 安家路和娄潇潇的面色都是极为难看。 这个长发男人简直是目无法计, 恍望至极。 安家路道, 只是看到我们长得不错, 你就采取这样的手段, 还有没有王法了? 宁家就是王法。 长发男人冷冷地道, 苏晨道, 看来你做过不少恶事, 被你略去的女人没有签数也有白手了吧? 长发男人没说话, 不可置服。 苏晨对着长发男人道, 你只是个小人物, 现在打电话叫你主子过来领人。 长发男人听后也忍不住错愕了起来, 他道, 你真的敢让我给宁家二少打电话? 有什么不敢, 他来我一样打。 苏晨平静地道, 好小子, 你有种长发男人笑了。 一旁的佟老板想要阻拦, 却被苏晨一个眼神制止。 苏晨说道, 佟老板, 今天就不要开业了。 佟老板文言立马出去吩咐了一下, 也就用了二十分钟的时间, 便是将皇后酒吧的人都亲了出去。 苏晨早晚要和宁家对上, 如今他打算先拿宁家二少开的刀。 长发男人本以为今天会死在这里呢, 结果面前这个青年大言不惭地 让自己联系宁家二少。 宁家在天室那是跺跺脚天都要颤的地步。 长发男人马上拿出了手机, 给宁财打了个电话, 告知了宁财情况。 不知道过了多久, 一行人进入了皇后酒吧。 为首的男人, 今年二十五六岁的样子, 面色发白, 走起路来脚步虚晃。 苏晨只是看了他一眼就知道, 此人绝对是被酒色掏空了身子。 他穿着一身定制的西装, 身上佩戴着价值上千万的名表, 梳着一个大背头。 此人正是宁家的二少宁财。 在宁财的背后, 跟着三名强者和几个女眷, 那三名强者身上都带着不俗的气势。 苏晨扫了一眼, 发现其中有个熟悉的面孔。 那人是一名宗师强者, 身上带着一把黑刀。 正是之前, 岳家大乱时, 宁家派人帮助孟家主家的黑刀宗师, 那日黑刀宗师和孟不悔同时逃跑。 苏晨选择了去抓孟不悔, 将这黑刀宗师放跑了。 黑刀宗师也注意到了苏晨, 面色顿时变得无比不自然, 眼中有恐惧之色流出。 那几名穿着性感的美女, 倒是不屑地看着苏晨。 宁少, 宁少救我。 长发男人顿时大喊道, 谁敢伤我的人? 宁财走来之后, 便道。 苏晨向前踏出一步, 说道, 是我。 随后, 苏晨一脚踹开长发男人, 踹得长发男人又得不断地凸鞋。 宁财的面色黑了下去, 你这是在激怒我? 混账东西, 你是射雄心豹子胆不肠? 宁财的眼中带着极致的愤怒, 在天使感动他的人不多。 苏晨还没说话, 黑刀宗师却是提醒道, 宁少, 他是苏晨。 随后, 黑刀宗师便将苏晨的来历一说, 知道了苏晨的一些事后, 宁财有些惊讶, 他看向苏晨道, 你就是我大哥提及的苏晨。 苏晨点点头, 正是你爷爷我。 宁财顿时大笑了起来, 你得罪我们宁家, 还敢来天使, 我若是将你杀了带回宁家, 我大哥也要感谢我。 就在这时, 彤老板站了出来, 说道, 宁少, 这位是徐家的贵客, 这是能不能算了? 说话间, 彤老板还对苏晨连识眼色。 彤老板本来不想站出来的, 但是苏晨毕竟和徐家有关, 若是死在了他的场子, 徐子茂不知道要怎么收拾他呢, 所以他站出来也是无奈之举。 不过话音才刚落下, 宁财就是一脚踹在了彤老板的身上。 宁财说道, 你童城只是个臭打工的, 别太拿自己当回事了。 童老板不敢发怒, 只能用力堆积出一个微笑来, 对宁财道, 宁公子, 对不起, 滚一边去。 宁财道, 童老板只好退在了一旁, 面带屈辱。 宁财如此霸道, 更是让他带来的女眷一阵欢呼, 宁少威武。 宁财说道, 你若不是那个苏晨, 还有活下去的机会, 但既然你是我大哥口中的苏晨, 那我不能留你了。 随后宁财的视线落在了安家路和娄潇潇的身上, 他的眼中流露出极致的贪欲, 你们俩的今天也走不了, 等我解决了这个小子, 你们就乖乖的过来伺候本少。 安家路和娄潇潇被宁财的眼神吓到了, 他们的脸上流露出了厌恶和恐惧的神色。 两位妹妹, 宁少给了你们机会, 还不快谢谢宁少。 宁财带过来的一名美女, 带着笑命令式的说道。 第346章 刀是 第346章 刀是宁财带来的女人笑得花枝乱颤, 目光中透露着不怀好意。 他们和宁财这样的人待得久了, 早就将自己误化了, 甚至于他们不理解, 为什么安家路等人面对这种一飞冲天的机会, 还会不乐意? 宁财说道, 上, 把这小子给我打废, 留一口气, 带回宁财。 宁财背后那三名宁财的高手, 当时上前一步, 身上的气场瞬间爆发开来。 那种气场无比恐怖, 交织在一起, 顿时周遭的酒水, 捉衣卡座全部爆裂开来。 黑刀宗师说道, 此子实力强大, 大家千万不要留守。 我有在, 这小子翻不起什么风望。 这时, 一名气息最深厚的男人说道, 那名气息最为深厚的男人身材干扁, 一伸手便是抽出一把刀来, 刀是惊人, 感受他的气势便知道, 他绝对是一名大宗师。 他的确有自傲的资本, 他是进入大宗师已经有年头了, 虽不是大宗师巅峰, 但内力也是相当惊人, 起码有大宗师中气的实力, 一手刀数出神入化, 比一般的大宗师要厉害不少。 而另外一名宗师没有头发, 身材魁梧, 三人瞬间对苏晨发动了攻势。 光头宗师瞬间一掌杀来, 这一掌爆发出的真气, 黄蜂大作, 竟是在空中一道虚影, 浩浩荡荡地对着苏晨拍了过来。 烈焰着啊, 光头喝道。 那虚影的手掌带着一股宛若热浪一般的气息, 引得在场的众人一片惊呼, 还以为这是拍电影呢? 苏晨二话不说, 也猛然挥出一掌。 这一掌带着奔雷之势, 排山倒海一般, 有着强横无比的威压, 便是七绝掌的四绝掌, 其中蕴含着天雷真气。 两道掌风对轰在一起, 传来一阵恐怖无比的巨大响声, 地面都有些震撑了。 不过, 苏晨的一掌直接撕裂了那光头宗师爆发出的虚影, 光头宗师的身躯悍然倒飞而出, 衣衫破裂。 他闷哼一声, 倒退出去十几米开外, 一丝血迹从嘴角处流了下来。 他的眼中顿时浮现出一抹恐惧。 苏晨的一掌让他瞬间明白了两人的差距, 两人之间的差距犹如天欠。 苏晨的攻击也让那名身材干瘾的大宗师震惊了。 不过, 他和黑刀宗师的攻击并未停下, 两把刀从两个方向朝着苏晨杀来。 那名大宗师刀势已成, 刀未到, 刀气便到了, 带着能将万物劈开之能。 黑刀宗师的刀势倒是弱了很多, 同样朝着苏晨劈砍而来。 苏晨在刹那间便做出了判断, 运转护体弓, 不理会黑刀宗师的攻击, 而是对付那大宗师。 当黑刀宗师的刀砍在苏晨的身上, 切开了苏晨的衣服, 重重地砍在了苏晨的肌肤上, 却没有那种刀切开皮肉的感觉, 而像是砍在了钢铁之上, 震得他的手都有些发麻。 苏晨的皮肤并未破裂, 只是被砍出了一道浅浅的白印。 同一时间, 苏晨手中金刀浮现, 瞬间爆发出一股强烈无比的刀势, 如同金龙一般, 悍然朝着大宗师杀去。 两人的刀势轰杀在一处, 那名大宗师的手都快颤抖起来了, 他连续后退三步, 身上出现了一道刀痕。 大宗师的眼中充斥着惊恶之色, 你的刀这么强。 这名大宗师是一名刀势宗师, 他手中的刀名为断头刀, 他沉浸在刀术里面几十年, 可和苏晨一个照面, 自己就处于了下风。 你的刀也不错, 我突破之后还未认真打过, 你值得我认真一些。 苏晨道, 此话让那名大宗师瞳孔猛然一缩。 突破之后, 这小子刚突破到大宗师, 不可能, 刚刚苏晨的刀势足以证明苏晨的实力远超一般大宗师。 莫非, 他说的是他从大宗师突破到了另外一种境界。 那名大宗师的面色骤然变得难看了起来, 没等他再细细思考, 苏晨的刀又来了, 这一次不是一刀, 而是无数刀。 苏晨手中的金刀上下翻动, 快到了极致, 犹如狂风骤雨一般, 他的动作快成了虚影, 那些刀器恐怖无边, 足有上百刀。 那名大宗师飞快地拿起刀挥舞了起来, 两人的动作快到肉眼都看不见, 那名黑刀宗师本想帮助大宗师一同攻击苏晨, 可他发现自己根本没有插手的余地。 当当当当, 众人看不清苏晨和那名大宗师的动作, 只是看到了漫天花火, 那是刀与刀碰撞产生的花火。 那名大宗师一退再退, 一开始他还能招架苏晨的刀, 可到了后面, 苏晨的刀越来越快, 就连他都跟不上了。 他的身上出现到刀伤口, 一刀, 两刀, 三刀, 无数道伤口染红了大宗师的衣衫。 大宗师受不了了, 他真气流失的飞快, 他知道这样下去自己绝对会败。 他怒吼一声, 断头一刀斩。 这一刀形成强横无比的刀势, 仿佛空气都被斩断, 刀芒成月牙形朝着苏晨飞了过来, 地面都是出现一道深不见底的刀痕。 这一刀斩出后, 大宗师的面色苍白如指, 已然是强弩之末。 苏晨眼眸锐利, 道, 斩。 他手中的金刀金光大作, 瞬间斩出一道金龙, 咆哮着于那道月牙轰杀在一处。 下一刻, 就听到丁的一声暴响, 那大宗师手中的端头刀断裂成两截。 他的虎口也是瞬间崩坏, 鲜血喷涌, 连断刀都拿不住了。 当当一声, 他的武器掉落在地上。 那名大宗师再也忍受不住, 猛地喷出鲜血, 气息萎靡到了极点。 我不甘心啊, 那大宗师怒声说道。 他练刀几十年, 自认在用刀上造一颇深, 可苏晨的刀, 无论是速度还是杀伤力, 都比他厉害许多, 关键是看苏晨的年纪也就二十多岁。 这让这名大宗师的心态大崩, 到心都快破碎了。 苏晨一步踏出, 一脚踹在他胸口, 他的身躯顿时横飞了出去。 若是以前你能给我造成麻烦, 现在的你不太够感。 苏晨说道。 连续用刀势, 苏晨倒是觉得酣畅淋漓。 黑刀宗师和那光头宗师见苏晨如此厉害, 连忙怪叫一声打算逃命。 苏晨却冷笑道, 这次我不会让任何一个人逃走。 他脚步一踏, 缩地成寸, 瞬间追上了两人。 第347章, 你的命值多少钱? 第347章, 你的命值多少钱? 咔嚓! 两道鼓励的声音响起, 接下来便是一阵哀嚎。 两名宗师被苏晨一手提起一个, 直接扔了回来, 像是死狗一样摔在了宁才的面前。 三名高手从强势出手到尽数被苏晨重伤, 这前后也就不到十分钟的时间。 宁才面色变了, 宁才带来的那一众性感女郎也是长大的嘴巴。 苏晨表情平淡, 说道你带来的高手不过如此。 宁才想要压下心头的震惊, 可说出话的却是结结巴巴的, 你,你敢打我的人? 苏晨文言上前给了宁才一巴掌, 一声脆响, 宁才的脸上顿时多了一道巴掌印。 苏晨道, 我不仅敢打你的人, 我还敢打你。 宁才感受着脸上传来的巨大痛苦, 还是有点不敢相信。 这么多年了, 除了他被大哥宁天打过, 外人还没打过他, 他好久没尝到疼痛的滋味了。 宁少, 你没事吧宁少? 小子, 你敢打宁少? 你完蛋了, 你的朋友和这些女人都得死。 几名性感女郎飞快地护住了宁才, 倒不是他们真的那么关心宁才, 而是他们知道, 这个时候站出来, 只要宁才能熬过今天, 一定能许诺给他们巨大的好处。 不过下一刻, 又是一阵巴掌声响起, 这些女人全部挨了一记耳光。 苏晨说道, 我不打女人, 但是你们实在太监了。 那群女人结结实实地挨了一嘴巴, 哭哭啼啼地不敢再说什么了。 苏晨对凝才说道, 看你是宁家大少的份上, 给你一种体面的死法。 凝才还是不相信苏晨敢杀自己。 他说道, 你知道我的身份, 我不信你真敢杀我, 你敢杀我宁家, 与你不死不休。 在凝才的认知里, 在天使就没人敢杀他, 虽然苏晨抽了他一巴掌, 但他还是不相信苏晨真的敢做更多。 苏晨叹了口气, 不知道凝才的自信从哪来的, 于是苏晨上前一步, 直接出手, 就听到咔嚓的一声响起。 凝才的手臂当场被苏晨折断, 整条手臂以一种极其诡异的角度折叠了起来。 他的白骨刺穿了皮肉, 巨大的痛苦, 让凝才当场惨叫了起来。 如此情景, 安家路等人已然是震惊的说不出话来了。 苏晨道, 现在信了吗? 信, 我信了。 凝才痛苦的大叫道, 他真的相信面前的这个人敢杀了他。 这苏晨是真的不将凝家放在眼里啊。 凝才强忍痛意, 说道, 苏晨, 这是天使, 你得罪了凝家绝对讨不了好。 这样吧, 你今天放过我, 我保证今天的事, 我不会对外说一个字。 至于这些女人, 我都可以给你, 他们被我调教的都十分不错。 凝才声音微颤, 认怂了。 凝少那一群美女见凝才将他们卖了, 面色难看至极。 他们都没有想到, 凝才作为凝家二少, 竟然就这样屈服了。 苏晨道, 这些胭脂水粉, 我会要。 凝才捂住手臂, 还想说什么, 苏晨便道, 跪着说话。 凝才文言屈辱无比的喊道, 苏晨, 你别太过分了。 苏晨抬起手, 凝才心中一惊, 生怕自己在被废, 连忙跪在了地上。 这一刻, 所有的尊严在性命面前都不值一提。 凝才跪在苏晨脚下的场景, 惊爆了众人的眼球。 外面脚步声传来, 徐家姐弟道了。 徐子茂和徐芳晴两人快步走来, 当他们看到有人跪在苏晨面前时, 也是有些惊讶。 直到他们看见跪在面前的人是凝才时, 两人脸上的惊讶顿时变得极度震惊了起来。 苏晨, 这, 这是怎么回事啊? 徐芳晴声音都有点抖了。 徐子茂也是连忙对凝才道, 你不是宁家宁少吗? 怎么跪在这里? 苏晨道, 被我打跪的, 我和宁家有仇。 徐子茂面皮颤抖, 他没想到苏晨做得这么过活。 徐少, 徐小姐, 跟我和苏晨先生说说, 让他饶我一命。 宁才跪在地上捂着手臂, 痛苦无比的道。 徐子茂感觉头皮发麻, 宁才和他就算不是同一级别的少爷, 双方也是差距不大, 就连宁才都给苏晨跪了。 徐子茂对苏晨道, 苏先生, 苏晨道, 看不了, 宁家想要我的命, 我图宁家满门。 如此狠利的话, 让徐子茂更是心头一惊。 宁才虽然只是宁家二少, 但毕竟是宁家小辈, 身份尊贵。 若是宁才死在皇后酒吧, 相当于徐家与宁家开战。 这个结果, 徐子茂承担不起, 徐家也不愿意见到。 徐方琴笑了笑, 做出看戏的样子。 徐子茂知道徐方琴与苏晨更熟, 他拉过徐方琴道, 劝劝苏晨不能杀宁才。 为什么这宁才不是什么好东西? 徐方琴撇撇嘴, 不屑得道。 徐子茂道, 要是徐家和宁家开战, 爸肯定会焦头烂额, 到时候你以为你下场能好到哪去? 快去劝劝苏晨。 徐方琴还是不为所动, 徐子茂便道, 你要是不听我的, 我就跟爸说, 到时候你看爸怎么惩罚你。 听到这话, 徐方琴的眼里流露出了一丝恐惧, 显然他对自己的父亲很失畏惧。 徐方琴的面色阴晴不定, 过了片刻才跑到苏晨的身边, 一把抱住了苏晨的手臂, 说道, 他不能死在这儿, 老公, 你就帮帮忙, 放他一马吧。 老公? 苏晨听到这个称呼, 面色一红, 有些尴尬, 你乱叫什么呢? 你说我乱叫什么, 我的身子都被你看光了, 你不想负责啊。 徐方琴快步走到苏晨身边, 贴着苏晨的耳朵, 气息如蓝的道。 此话一出, 苏晨大酒他道, 不为你想想, 也得为你身边这群小伙伴想想, 你伤了宁财, 宁家最多觉得他们是帮凶, 但你若杀了宁财, 性质就不一样了, 徐方琴低声在苏晨的耳边说道, 苏晨心中一动, 倒是有这个道理。 苏晨道, 徐子茂, 你若是能保护我, 这些朋友的安全, 我放宁财一马。 这是自然。 徐子茂连忙保证, 思考了片刻, 苏晨对宁财道, 宁财, 你的命, 值多少钱? 第348章, 有意结交。 第348章, 有意结交, 宁财一开始没明白苏晨的意思, 他从小到大, 也没有被谁勒索过钱财。 苏晨提醒道, 之前宁宇花了钱买命。 这话一出, 宁财的面色殷勤不定, 随后他伸出手说道, 五个亿如何? 话音刚落, 苏晨一脚踏出, 直接踩在宁财的一条腿上, 咔嚓一声爆响, 宁财的腿瞬间折断, 宁财剧烈的哀嚎了起来。 苏晨说道, 我要饶你一命, 但你不能拿我当傻逼, 再报。 当初宁宇买命都花了将近二十个亿, 他不相信这个宁财二少钱财比宁宇还少。 苏晨说道, 你还有一次报价的机会, 如果再不好好报价, 后果你清楚。 宁财文言终于是一咬牙, 说道, 四十亿。 苏晨眉头一皱, 还不满意, 宁宇便是连忙说道, 苏晨, 我虽是宁财二少, 但我大哥才是继承人, 我在宁财没有什么权利, 四十亿已经是我所有的钱了。 看着宁财的样子, 苏晨判断宁财没有说谎, 他无奈的道, 你怎么这么穷啊? 宁财险些喷出一口老血, 他没想到, 自己竟然被苏晨在金钱方面给嘲讽了。 宁财道, 苏晨, 这真的是我所有的钱了, 求你放我一马。 苏晨沉默了一下, 道, 转账吧。 四十亿, 直接转到了苏晨的账户上。 有了这笔钱, 苏晨足以在御药园买上一堆百年药材了。 苏晨来到黑刀宗师等人的身边, 利罗出手, 直接费了几人的丹田。 几人的脸上都是充斥着怨毒和惶恐的神色, 这三人平日里仗着实力高超, 作威作福, 现在全部被苏晨费了武功, 这笔杀了他们还要难受。 毕竟, 没有武道的支撑, 他们的下场绝对会凄惨无比。 宁财等人灰溜溜的离开。 安家路等人神情还有恍惚, 苏晨对徐子茂道, 明日我会去徐家, 解决徐家的问题, 你帮我把我小弟送回去。 苏晨说的人是林爷等人, 徐子茂的眼中闪过一丝不引人察觉的不快, 让他徐家大少护送林爷等人, 把他徐子茂当成车夫了不成。 不过, 徐家还有求语苏晨, 徐子茂便是压下了心头的不快, 点头说道, 知道了苏先生。 那我送你。 徐芳晨还贴着苏晨, 问道, 苏晨今日逼您才下跪, 拜您家高手, 让徐芳晨心跳剧烈, 总想着接近苏晨一些。 苏晨道, 不用了, 你和徐子茂一起帮我送林爷他吗? 徐芳晨的美眸中闪过一抹失望之色, 也没再坚持。 看着徐芳晨这个大美女和苏晨走得亲近, 安家路的心头也是涌出一抹复杂的情绪。 之前苏晨对安家路说过, 身边有不少美女, 安家路还不相信, 现在看来就连徐家大小姐都对苏晨亲爱有加。 安家路竟是有种自残行贿的感觉。 苏晨带安家路出了皇后酒吧, 他给魏宽打了个电话, 让魏宽来接他们。 挂断电话后, 一名穿着西装的中年男人来到了苏晨的面前。 这位小兄弟, 我叫陈英豪, 不知道方不方便与我同车, 我送你们回去。 中年男人说道, 这陈英豪在天使本地很有势力, 家里是做古董生意的, 他今日在皇后酒吧与客户进行商务活动, 恰巧见到了苏晨大杀四方的场景。 本以为苏晨会死在皇后酒吧, 没想到苏晨好好的出来了, 这让陈英豪立马断定, 苏晨有了不起的背景, 他便是有心结交, 在门外一直等到了现在。 陈英豪递给了苏晨一张名片, 苏晨拿着看了一眼, 是做古玩城生意的, 苏晨心中一动。 古玩生意, 又姓陈, 莫非与那陈建明有关系? 苏晨问道, 陈建明是你什么人? 正是犬子。 陈英豪面色一喜, 看来自己的儿子, 认识此人啊, 那就好办了, 你认识我儿子? 苏晨面色却是一黑。 陈建明之前不懂装懂, 差点让徐方勤买了子孙丁害人, 这让苏晨对他印象极差, 现在来人是陈建明的父亲, 苏晨更晚地说什么了。 苏晨说道, 你儿子学一不经, 把子孙丁认成了七星剑。 陈英豪顿时面露尴尬, 他道, 这是我倒是没听说, 外面风大, 不如去车上坐坐。 苏晨摇头道, 不必了, 有人来接我。 看见苏晨如此冷漠, 陈英豪心头也略为有些火气, 哪怕苏晨真是个高人, 怕陈英豪也不差, 自己低声下气地来交接苏晨, 苏晨倒是摆上谱了。 就在陈英豪有些不爽时, 一辆车飞快地开到了苏晨和安家路的面前。 随后, 魏宽从车上走了下来。 老大, 魏宽一过来, 便是对苏晨点头哈腰的恭敬至极。 你, 你是魏家的魏少爷? 这时, 陈英豪惊恶至极的声音响起。 他万万没想到, 来接苏晨的人是魏家大少魏宽。 而且魏宽还对苏晨这么恭敬。 魏宽点了点头, 也没和陈英豪多说什么, 恭敬无比地将苏晨和安家路请上了车。 片刻之后, 车子便是扬长而去, 留下陈英豪在风中凌乱。 那个青年到底是什么来路? 明家奈何不了他, 就连魏宽都给他做马仔。 陈英豪念急于此, 顿时打了个哆嗦。 魏宽车内, 安家路的表情已经麻木了, 苏晨今日带给他的震惊实在是太多了。 魏宽说道, 老大, 你来皇后酒吧喝酒不叫上我, 真不够意思, 今晚玩得尽兴吗? 苏晨道, 还算尽兴吗? 今天我在皇后酒吧打了宁财。 那个宁家二少宁财, 魏宽打了个哆嗦, 不可置信地问道, 对, 苏晨道, 魏宽顿时不敢说话了, 甚至想着好在苏晨没叫他去, 不然到时他说不定还要得罪名价。 这苏晨一来到天市就办了这么大的事, 真是让人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没过多久, 车子开到了小区门口, 苏晨让安家路先下车。 车里只剩苏晨和魏宽时, 苏晨对魏宽道, 天市有个叫正元的企业家死了, 这是你知道吗? 略有耳闻, 他似乎是从北方来的, 带了一大笔资金打算大涨宏图, 结果这么快就死了。 魏宽回应道, 苏晨说道, 我需要你吸收他的产业和资金。 魏宽文言脑子嗡嗡一声, 随后说道, 大哥, 莫非此人是被您点? 第349章, 献策。 第349章献策苏晨没有接话, 而是问道, 能不能办得到? 魏宽文言说道, 既然正元已死, 想必天市的其他家族也已经出手了, 我分一杯羹也是正常的。 得了魏宽的保证, 苏晨点了点头, 说道, 那就交给你了。 苏晨聊了几句后, 便是下了车。 车外, 安家路一直在等待苏晨, 苏晨下车之后, 安家路快步走了过来。 今天谢谢你, 安家路的表情有些复杂, 本来他在苏晨面前还有些骄傲, 觉得自己无论是相貌还是家事都比苏晨强, 苏晨来安家也是来投奔安家的, 现在看来根本不是这回事。 安家路所有的骄傲在苏晨的面前简直是不堪一击, 他压根没想到苏晨那么厉害。 苏晨道, 这安心的女儿, 我罩着你。 安家路说道, 可是你到底有什么背景, 怎么宁家的人你也敢打? 苏晨道, 我没什么背景, 我就是背景, 你也不用问东问西的, 听安叔叔讲你还在上学呢, 好好上学, 以后酒吧这种地方少去。 安家路哼哼了一声, 怎么说话老气纵横的? 虽说安家路在反驳苏晨, 但安家路也知道, 接下来好长一段时间他都不会再去酒吧了, 今晚的事简直是他的噩梦。 与此同时, 天是宁家别墅内, 宁天已经知道了宁财身上发生的事, 宁天长相英俊, 浑身上下带着一股极为强大的气势, 他坐在椅子上, 在他的下方正是一身是伤的宁财。 没想到, 苏晨竟然真的敢来天使, 还敢伤我宁家的人, 难道他就不怕死吗? 宁天的眼中满是怒意。 宁天几次想要对付苏晨, 但都以失败告终, 就连他的狗腿子凝宇, 现在也被关进了大楼。 没想到, 苏晨不仅来了天使, 甚至作风还是那么的嚣张, 直接打了他的弟弟。 宁天看不上宁财, 可宁财毕竟是他的弟弟, 打了宁财, 那就是打他宁天的脸。 哥, 尼可奥, 我出这个头啊, 绝对不能放过, 那个苏晨他简直是在羞辱我。 宁财一把鼻涕, 一把泪地说道, 宁天的眼中杀意不减, 他道, 你简直是丢了宁家的脸。 宁天抬头道, 白老, 你若出手, 能不能对付这苏晨? 一个面容苍老的老人, 仿佛凭空出现在了别墅大厅之内。 听着宁天的问话, 白老摇了摇头道, 黄刀宗师都败在了那小子的手中, 我恐怕也不是那小子的对手。 宁少, 想要诛杀此子, 恐怕需要郑老先生和宁老爷子出手, 才可以。 白老说道, 那位郑老先生是一位布阵大师, 实力高深莫测。 至于宁老爷子, 那可是宁天的爷爷, 中年时期就步入了大宗师之境。 也就是因为宁老爷子, 宁家才飞快地扩张, 最后站稳了脚跟, 成为了天室的顶级家族。 宁天眉头大皱, 说道, 我爷爷和郑老正在闭关, 他们二人至少要一个月才能出关, 我怎么能放任那小子那么久? 白老道, 也不是没有别的办法, 我们可以找一些外员作证。 宁天一正, 问道, 找谁? 白老道, 天阳真人。 听到这个名字, 宁天的眼中也闪过一抹激动之色, 毕竟天阳真人是乾隆榜上有名的高手。 只不过, 宁天道, 那天阳真人自视其高, 怎么可能帮我们做事? 白老解释道, 听说天阳真人最近有个徒弟被人打废, 连开口说话都做不到, 天阳真人也不知道伤他徒弟的人到底是谁。 宁少, 宁不与一名中医圣手, 秦圣手有关系吗? 只要找到秦圣手帮天阳真人的徒弟医治康复, 天阳真人自然也会帮我们解决麻烦。 宁天眼眸一亮, 宁天立即说道, 倒是个办法, 天阳真人是武蒙高层, 若是他出手, 还真能省去我一些麻烦。 我明日便联系秦圣手, 白老先侧后便是退了出去。 宁天坐在椅子上, 眼神锐利至极, 宋辰, 你敢在本少的底盘上这么嚣张, 那我一定会让你生不如死。 宁天拿起手机, 嘴角忽然闪过一抹邪笑, 在他的手机上, 有一个联系人, 赫然是梦仙。 第350章, 诡异血统 第350章, 诡异血统名家发生的一切, 苏晨并不知情, 他应付完了安家路, 便是回到了房间, 修炼起了混沌真龙爵。 一夜无话, 第二天一早, 徐家便是安排了专车来接他。 苏晨上车后, 便是到达了徐家出世的建筑地, 这个地方名为清水院, 是徐家开发的一处地产。 这地产的建筑面积足有八万平, 总投资几乎过了百亿, 若非如此, 徐家也不会对着一块死地如此看重。 若是这块地无法竣工, 徐家百亿都要打水漂, 并且各项合作的违约金也是天文数字, 就算徐家是天使的一流家族, 也要元气大伤。 徐家三人, 徐正雄, 徐子茂, 以及徐芳琴都在现场。 徐正雄说道, 欢迎苏先生。 这一次, 徐正雄可是给足了苏晨面子, 专车接送不少, 就连他也是早早在现场等待了。 苏晨点点头, 道, 徐叔叔早, 带我进去吧。 苏晨感应道, 此地不只有徐家三人, 还有一名气息不弱的高手在附近, 应该是在暗处保护着徐正雄的安全。 这里的确已经快竣工了, 从外面看去, 这里的大楼都是非常漂亮美观, 只不过在苏晨的眼中, 这里充斥着黑气死气, 让人不寒而栗。 苏晨跟着三人走了一会, 随后停下了脚步, 抬头往上望去, 有人从高楼坠落, 死在了我脚下的位置。 苏晨对徐正雄问道, 徐正雄一正, 还未出言, 徐方晨就道, 苏晨你怎么知道? 之前徐家在建立大楼时, 便是出现了这样的事, 一名施工工人安全省损坏, 从17楼坠落了下来, 当场死亡, 死亡地点就是苏晨脚下的位置。 苏晨点点头, 没有解释。 苏晨悬术通天, 走到这个时候, 就已经感应到了。 几人继续前行, 苏晨指着右侧的楼房道, 这栋楼也死过人。 这一次, 徐正雄开口了, 他道, 没错, 之前这里莫名其妙塌方, 有两名工人当场遇害。 苏晨嗚了一声, 眉头皱了起来, 事情比他想象中还麻烦一点。 他继续前行, 终于在清水院的中心处停下了脚步, 他抬头一看, 这里煞气冲天, 一股阴森无比的气息, 让苏晨都觉得有点冷了。 苏晨问道, 想必这里是最严重的地方。 他所指的地方, 便是一处地脉最好的地方, 这里也是黑气最足的地方。 徐正雄深吸了一口气, 苏晨说道, 苏晨兄弟, 您真是神了。 这里, 我本来是建立了一个商业活动中心, 有健身房, 游泳馆, 网球场等, 但建筑的时候频频出事, 之前发生过一场大火, 烧死了12号人。 后来我找了几个保安严家看管, 结果那几名保安不是疯了就是死了。 甚至我还派了一名宗师高手过来保护施工人员, 结果那名宗师高手也出了事。 苏晨眉头一皱, 事情确实比他想的邪门。 苏晨说道, 他们不太敢进入这个地方, 总感觉要有邪事发生, 两人身份尊贵, 也不愿意涉嫌。 苏晨说道, 有我在没事的。 话毕, 苏晨大不留心地走了进去。 徐正雄等人对视了一眼, 终于是快步跟上了苏晨。 一进门, 苏晨就感觉黑气缭绕, 在这建筑内有着大火被烧毁的痕迹, 外面的阳光都是透不进来, 有一种阴森的感觉。 苏晨说道, 如果我没猜错, 这里应该还有个地下室, 确实有一个之前想改造成保龄球球场。 徐方晨说道, 楼房里没电, 几人从楼梯往下走, 一阵阵阴风袭来, 让徐家三人的面色都是一阵变化。 来到了地下室内, 苏晨拿出符咒, 口中念念有词, 下一刻符咒便是燃烧殆尽。 苏晨道, 看来有人在这里布置了一个邪阵。 徐正雄等人面面相去, 苏晨便道, 本来这清水院风柔气聚, 场合气润, 建立的地方也算是风水宝地, 谁改了气域, 阴崇洋衰, 就像是这个地方, 地方空旷你, 就算放几百人都填不满, 大而空, 容易招阴。 他将此地改成了一个招阴地, 将聚集来的灵气转为阴气。 苏晨说道, 随后, 苏晨道,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在这地下有一口棺材, 棺材内部放着干湿, 那人应该是用此地的风水滋养尸体。 苏晨的几句话, 让徐家三人的面色巨变。 徐正雄连忙说道, 对着苏晨纸的方向疯狂地挖掘了起来。 片刻之后, 这里被挖出一个大洞, 而里面有着一个不大的棺材, 棺材上面布满了诡异无比的花纹。 徐方晴惊叫一声, 这个场景太诡异了。 徐子茂也吓了一跳, 他下意识地踹了一脚那口棺材。 别! 苏晨张口提醒, 可是已经晚了。 在徐子茂踹了棺材之后, 就听到让人一阵恶寒的声音响起。 那沉重的棺材盖竟然冻了起来, 仿佛里面有什么东西, 要破关而出。 鬼, 鬼妈, 徐子茂下的裤子都快湿润了。 苏晨道, 有人在此地养鬼煞, 就是娶胎死腹中童男童女合葬在一起, 等到童男童女吸够了阴煞之气, 一遇到阴气便会瞬间起湿。 你刚刚踹了棺材, 让他们感受到了生气, 他们就醒了。 苏晨的话让几人吓了一跳, 下一刻就看到棺材的盖子打开了, 两道娇小无比的身影快速地从棺材冲出, 快若闪电。 苏晨一眼就看清了, 那是两个浑身血迹, 表情猙獰的血童, 这种邪恶试杀无比。 苏晨断定, 应该是徐家的竞争对手搞了这么一个邪恶无比的玩意出来。 不等苏晨出手, 一道气息强大的身影便是飞快出现, 气息足有大宗师之境。 此人是徐家的高手, 他看见那两个诡异的邪童也是心头一惊, 但还是快速地出了手。 他的武器是一把长枪, 枪出如龙, 迅速地对那两个血鹰扫去。 这一扫之下, 两名血童顿时被扫倒在地, 但他们像是不知道疼痛一样, 又是迅速地爬了起来, 对着那名宗师张牙舞爪了起来。 第351章, 来电。 第351章来电, 两个血童阴气缭绕, 就连那名大宗师强者一时间竟然也拿不下他。 苏晨说道, 我来吧。 说话间, 苏晨拿出三清灵, 三清灵震动, 苏晨的口中念念有词, 三清灵的声音威严神秘, 那两名血童顿时发出了一阵惨叫的声音, 仿佛感受到了莫大的痛苦。 他们之前被大宗师攻击也未曾这样, 但此时却痛苦无比。 苏晨手中捏着两道黄符, 飞快地贴近了那两名血童, 他出手如电, 运转天雷真气, 瞬间将两道黄符贴在了两个血童的脑门上。 天雷真气破煞微能惊人, 那两名血童被电得皮开肉绽。 苏晨道, 震, 没过多久, 那两名血童便不动了, 身上的黑气被苏晨轰散, 露出了本来的面目。 看见这么难缠的两个血童, 那么简单的被苏晨镇压了, 那名大宗师的眼中也流露出了一丝震动之色。 那大宗师道, 你就这么简单的将这两个血物镇压了, 我感觉给我半个小时我都不好拿下它们。 苏晨宽慰道, 树叶有专攻, 这两个血童身上阴气缭绕, 破了它们的阴煞之气, 想要制住它们就不难了。 大宗师感叹道, 看来我也应该学些玄竹。 苏晨没有回答, 这东西也是讲究天分的。 苏晨道, 这两个血童的背后肯定有个邪道人, 可能是湘西那边的, 你们徐家是不是得罪了人? 徐正雄仔细回忆了一下, 道, 徐家树大招风, 得罪的人太多了, 一时半会我也想不起来。 苏晨也没有再问那么多, 他说道, 这两个孩童的煞气已经被我解了, 你找个风水宝地将它们埋葬, 徐家的是便解了。 徐正雄等人依然心有余悸, 苏晨道, 你们可以看看腹部的黑线, 应该消散了很多。 徐正雄等人掀开衣服一看, 果不其然那条黑线已经淡了很多。 几人大喜, 连忙对苏晨道谢。 徐正雄说道, 等这清水院建成, 这里面最贵的一号别墅, 便是你苏晨的。 苏晨笑了笑, 道, 这个我倒是不抢求, 不过, 徐家如果有生意, 需要合作伙伴, 可以考虑一下魏家和建豪集团。 徐正雄说道, 我明白了, 苏晨办完了事就想要离开, 徐芳晴连忙道, 苏晨, 我送你。 等到苏晨走后, 徐正雄对徐子茂道, 这苏晨还真是有本事, 还真解决了我徐家的事。 徐子茂煞煞有其事地点点头, 不过很快, 徐子茂便道, 可是这苏晨太过猖狂, 昨日他在我的皇后酒吧, 将您财底废了。 徐正雄面色顿时严肃了几分, 你是说那个宁家二少? 徐正雄立马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徐子茂说道, 我们虽然和宁家不对付, 但这么多年也没撕破脸, 若是我们和这苏晨走得太近, 恐怕真要和宁家撕破脸了。 我们准备下手的那块地, 现在可是在宁家手中。 徐正雄叹了口气, 道, 日后再说吧。 两人窃窃私语了一番, 与此同时, 在天市某一处地方, 一名穿着道家长袍, 宝箱庄严的男人豁然睁开了眼眸, 随后他怒道, 谁, 谁竟然毁了我的英童。 中午十一点, 苏晨本想让徐方晴送他回到安家, 不过路程过半, 苏晨接到了一通电话, 竟然是秦佑晴打来的。 电话一接通, 秦佑晴便道, 苏晨, 听说你去天市了。 苏晨回道, 没错, 巧了, 我也在天市, 我想和你见一面, 不知道你有空吗? 秦佑晴问道, 似乎怕苏晨拒绝, 秦佑晴又道, 我们家在天市还有一点宝物, 我想看看你有没有什么需要, 只不过这些宝物之前被我爸放在老家了, 你可能要陪我一起去。 苏晨文言说道, 正好我没什么事, 那就一起去吧。 秦佑晴之前的快遇的碎片给了苏晨不少帮助, 他想看看秦佑晴又有什么宝物。 一旁的徐方晴听到了电话那头是个女孩子的声音, 他问道, 女朋友? 你姓朋友? 苏晨回复道, 不信, 你那么有本事, 有很多女朋友。 徐方晴说道, 苏晨一正, 回道那你应该很有多男朋友, 毕竟你长得还挺好看的。 徐方晴心中一喜, 道那是, 本姑娘的追求者没有一千也有八百, 不过, 我现在对你倒是越来越感兴趣了。 第352章, 老天都看不下去了。 第352章, 老天都看不下去了苏晨很快见到了秦佑晴。 秦佑晴衣着朴素, 不过依然难养她漂亮清纯的气息。 车里的徐方晴见后不由得一正, 心想苏晨身边的美女还真是不少。 昨天在夜店里苏晨就是跟一个漂亮女生走的, 现在竟然又有一个这么清纯的女孩子。 苏晨下车后与秦佑晴交谈了一会。 当时, 秦佑晴的父亲将一些收藏放在了老家, 秦佑晴的父亲出世后, 秦佑晴只来得及拿上那块玉出来售卖, 还有些收藏没拿出来。 当然, 拿那些收藏品并不是全部目的, 根据秦佑晴所说, 秦佑晴的父亲苏醒后便是惦记着老家人, 今天是秦佑晴的爷爷的七十大寿, 秦佑晴的父亲走动不便利, 所以派秦佑晴去参加。 秦佑晴道, 我爸其实不是我爷爷亲生的, 是我爷爷捡来的。 小时候, 我爷爷就对我爸不好, 后面我爸生意做大了, 我爷爷还有那群亲戚才对我爸印象改观。 后来, 我爸出了事, 家也败了, 我爷爷和那些亲戚就不和我爸来往往。 苏晨看着无奈的秦佑晴, 不由地劝道, 既然如此, 你还回去参加寿宴做什么? 我爸对他们还是有感情的, 他跟我说都是亲戚不要闹的水火不容, 所以我才打算过去看看。 秦佑晴道, 清关难断家务事, 苏晨也不好说什么了。 秦佑晴有些不好意思的道, 苏大哥, 其实叫你过来是有件事想请你帮忙, 你能不能借我点钱? 我爸醒了, 但是医药费营养费已经把我掏空了, 今天去参加寿宴我总不能空手去, 你能不能借我点钱? 我买点礼品。 秦佑晴脸有些发烫的说道, 似乎怕苏晨不见, 秦佑晴连忙道, 我可以拿东西底, 如果老家那些藏品你看不上, 我以后肯定也会把钱还你。 苏晨摇了摇头道, 小事, 之前那些残余碎片已经让苏晨觉得捡了大便宜了, 他自然不会吝啬, 只不过送什么东西好, 他有点犯难, 倒是一旁的徐芳晴说道, 这件事交给我办吧, 给我二十分钟, 礼品我给你弄来。 这位是秦佑晴好奇地打量着徐芳晴, 苏晨介绍了一下, 当秦佑晴得知徐芳晴是徐家的大小子后, 顿时眼眸瞪大, 一脸的不可置信, 他清楚, 徐家是天使的一线家族, 这么一个人竟然跟苏晨走在一起, 徐芳晴的办事效率极高, 也就不到二十分钟, 他便让人送了一车礼品出来, 这个是武夷山母树的大红袍, 十几万事克, 这个是文丸和桃, 一对价值百万, 还有这些, 徐家下人介绍道, 这些价目让秦佑晴面色都变了, 这太贵重了, 他道, 这这, 这不行, 太贵了, 徐芳晴道, 没多少钱, 苏晨也道, 你好不容易回一趟老家, 也是该尝尝脸, 就送这些吧, 在苏晨和徐芳晴的劝导下, 秦佑晴吞了口口水, 选择了接受, 因为秦佑晴的车没开过来, 徐芳晴甚至还又取了一辆车, 借给苏晴和秦佑晴拉获用, 那是一辆看着像皮卡一样的车, 猛秦最新款, 看着是皮卡, 但实际上高配落地都要上百万了, 而徐芳晴之前改装就花了小千万, 导致这辆车看上去十分独特, 平常徐芳晴自己闲着没事拉古董, 也开这辆车, 苏晴倒是不懂这些富人的想法, 买车小百万, 改装却花那么多钱, 徐芳晴却说这也是爱好, 秦佑晴感动得无以复加, 感谢了半天后, 这才坐上了车, 徐芳晴没跟着苏晴一同去, 而是约了苏晴一起吃饭, 半个多小时后, 徐芳晴和苏晴来到了一处小区前, 小区很高档, 根据徐芳晴所说, 徐芳晴的爷爷叫做徐建强, 之前一直住在农村, 秦芳晴的父亲发达后, 便在天市买了一套房给徐建强住, 可徐建强觉得就一个人住太孤单, 所以将很多亲戚甚至是邻居都接到了城里, 秦芳晴的父亲一共买了十几套房, 后来秦芳晴的父亲出世后, 秦芳晴本想让亲戚让出一套房卖了给他父亲治病用, 但却遭到了拒绝, 苏晴听得眉头直皱, 心想这都是什么人, 楼下有门禁, 两人禁不去, 秦芳晴在楼下打了几个电话, 可都没人接, 苏晴和他足足在楼下等了一个小时, 电话才被接听, 电话那头, 一个老人不耐烦的声音响起, 谁喽? 催命啊! 回来干什么? 挂断电话后又等了许久, 才终于有人下来, 那是一个年纪二十七八岁的女人, 穿着长裙, 浑身却带满了金银珠宝, 她长相普通, 却一脸的尖酸刻薄, 她一下来就道, 你还有脸回来啊, 你爸得罪了人, 差点牵连了爷爷, 今天爷爷大寿, 你个丧门星回来干嘛? 此人是秦芳晴二舅家的姐姐, 名字叫做秦鸿, 秦佑晴面色不自然, 他道, 我就是来诸寿的, 说话间秦佑晴连忙把礼品拿在手里, 动作快点, 我跟爷爷打牌呢, 磨磨叽叽的, 秦鸿的态度十分恶劣, 拉开门后头也不回地往楼上走, 秦佑晴委屈极了, 苏晨的面色也是冷了下去, 明明是这人磨叽, 现在却把一切罪责推给了秦佑晴, 素质简直太差了, 哪怕是自己那个便宜丈母娘, 素质都比她好不少, 秦鸿嘴里还骂骂咧咧的, 苏晨有些忍不下去了, 他开口说道, 你嘴巴放干净一点, 别以为你嘟嘟囔囔的, 我和佑晴就听不到了, 关你什么事, 你是这丫头的拼头, 秦鸿不懈地看了一眼苏晨, 秦鸿道, 我就骂他怎么了, 他该骂, 秦佑晴双目放红, 却是拉了拉苏晨的手臂, 不想让苏晨计较下去了, 秦鸿嚣嚣张地一转头往楼上走了, 苏晨眼眸微寒, 下一刻他的手臂摆动, 好死不死的, 这一下子正好磕断了牙, 瞬间鲜血喷涌, 牙齿都断了两根, 他惨叫一声, 想说话都说不出来了, 祸从口说, 你看, 老天都看不下去了, 苏晨开口说道, 第353章, 秦家人, 第353章, 秦家人苏晨和秦佑晴来到了房间里, 房间那几名老人正在打牌, 一些小辈该玩手机的玩手机, 该看电视的看电视, 坐在牌桌上的一位老人 抬起头看了秦佑晴一眼, 那眼神冷漠的像是个陌生人, 这个老人便是秦佑晴的爷爷, 名为秦幻, 爷爷, 好久不见了, 秦佑晴连忙道, 不见好你爸破产之后, 追在的没少乖找麻烦, 你这一来, 说不定又要给我添麻烦了, 秦幻淡淡的道, 秦佑晴的笑容顿时一僵, 秦佑晴的二舅叔叔都是望向了秦佑晴, 其中秦佑晴的二舅秦佑说道, 佑晴, 你们家最近可是没少坑害我们家呀, 不少人追债的都来找我, 就是你爸公司倒闭了, 牵连我们这群亲戚, 真是过分, 你还来干什么, 不会是来借钱的吧, 几位亲戚同时出言, 显得十分生疏, 苏晴听着心里来气, 秦佑晴对几人道, 我爸公司好的时候, 也没少帮你们, 现在爷爷大受我还不能来了, 这小丫头, 说什么呢, 秦佑皱着眉, 道, 就是, 当时你爸创业的时候, 我们也没少帮忙, 你这小孩就是见识短, 众人七嘴八舌, 道是秦佑又打了会牌, 斜着眼睛看了一眼苏晴, 对秦佑晴问道, 这小子是谁, 秦佑晴犹豫了一下, 随后道, 他是我男朋友, 苏晴一愣, 没想到秦佑晴会这么接受, 不过再一琢磨也是, 今天是秦佑晴爷爷的寿晴, 带个朋友回来, 有些说不通, 苏晴没否认, 对着秦佑打了个招呼, 秦佑盯着苏晴看了半天, 发现苏晴穿着普通, 当即问道,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自己做点生意, 苏晴道, 苏晴现在名下有了不少产业, 说自己是做生意的也正常, 不料, 苏晴刚说自己是做生意的, 众人便发出了吃笑的声音, 那其余不屑的一哼哼, 这年头, 什么阿猫阿狗都说自己是做生意的了, 看你穿的浑身上下都没有一千块吧, 就算做生意也是做的小生意, 又晴, 你找对象也得擦亮眼睛, 你看我闺女秦鸿找的男人, 现在在徐氏集团做高管, 秦佑说道, 在他一旁坐着一个有些肥胖的男人, 那男人色眯眯的看了一眼秦佑秦之后, 便是傲然一笑, 肥胖男人名叫王伟, 他道, 不足挂齿, 也就比一般人强点, 过了一会秦鸿也来了, 看见秦鸿满脸是血, 众人连忙询问是怎么回事, 秦鸿恢复了一点, 指着秦佑秦回道, 都是这个桑门心害的, 苏晨眉头一皱, 说道, 你可别乱说话, 你之前乱说话就磕了牙, 现在还乱说话, 小心断了舌头, 秦鸿文言不由地打了个哆嗦, 他觉得这苏晨确实有些邪性, 没过多久, 开饭了, 秦家人将大圆桌搬来了大厅的中间, 众人围坐在大圆桌旁, 苏晨和秦佑秦却是坐在了最偏体的位置, 众人纷纷拿出了礼物, 金贵是一套蟒袍, 价值十几万, 这东西拿出来顿时饮得亲戚们一众吹嘘, 秦鸿等人也是非常有面子, 秦鸿对着秦佑秦道, 爷爷大寿你送了什么东西, 秦佑秦健壮, 其身道, 我们也送了爷爷一些礼物, 祝爷爷身体安康, 说着秦佑秦拿出了第一份礼物, 这是五一山母树的大红袍, 此话一出众人皆惊, 什么? 因为秦焕喜欢喝茶, 众人对茶也是有些了解, 五一山母树的大红袍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比金子还贵, 这么一块茶饼估计得上百万了, 秦鸿不屑的道, 扫把心, 你真能装逼, 五一山母树的大红袍是你能买得起的, 你家破产那么久了, 你这装逼的毛病怎么还改不掉吗? 爷爷, 这茶肯定是假的, 你看着包装这么简陋, 不可能是真的, 秦鸿不屑的道, 秦佑秦假茶害人, 你这是害我爸, 秦佑秦急了, 他连忙撕开包装, 将茶叶露了出来, 包装一打开, 顿时传出一股极为清香的味道, 那股味道只是一闻便是令人觉得心旷神疑, 秦焕用力的吸了吸鼻子, 双目瞪圆, 秦焕以前有幸喝过一次五一山母树的大红袍, 那个味道让他一生都难以忘怀, 当时那茶叶便是这种味道, 他几乎是在心中立马确定, 那就是五一山母树的大红袍, 然而, 没等秦焕说话, 苏臣便道, 既然你们说是假的, 那就是假的, 话必, 他直接将那茶柄又包了起来, 随后让秦又秦收好了, 秦焕的面色一阵清一阵白的, 他瞪了一眼秦鱼等人, 眼中充斥着怒意, 这几个人乱嗶嗶什么, 让他喝不到这等好茶了, 只是秦焕偏袒谈秦鱼一家人, 这才没有骂人, 秦又秦又拿出了纹丸核桃, 随后说道, 这一对纹丸核桃也是给爷爷的礼物, 这纹丸核桃是白狮子, 品相极佳, 相当名贵, 收藏价值颇高, 秦焕的眼睛一下子亮了, 不过未等他说话, 一旁的秦鱼又发话了, 他道, 什么破玩意, 你爷爷过生日, 你就送两个破核桃, 有没有点脑子, 送不起就不要送, 秦红也道, 送两个核桃, 你当爷爷是叫花子吗, 送不起就不要送了, 其他亲戚也是七嘴八舌的讽刺, 秦又秦的脸刷一下子红了, 苏晨见霸, 便道, 既然如此, 这核桃也不送了, 见苏晨说不送了, 秦焕顿时急了, 他喜好玩这种纹丸核桃, 他自然能看出这对核桃的价值, 这对核桃从品相到大小都是无可挑剔, 可遇而不可求, 一旦错过这辈子可能都遇不到了, 都他妈给我闭嘴, 秦焕大声喊道, 急得唾沫横飞, 这对核桃是无价之宝, 又请你从哪弄来的? 说话间, 秦焕飞快地跑了过来, 完全不顾形象地, 抢过秦佑琴手中的核桃, 小心地捧在了手中, 这一瞬间, 秦宇等人如受雷击, 第354章, 划清界线, 第354章, 划清界线见此情景, 众人也都明白了, 秦佑琴送的肯定是好东西, 秦宇一家子人面色难看至极, 倒是秦佑琴的奶奶开口道, 该吃饭了, 秦红还在嘀咕, 秦佑琴送的礼物, 说不定就是从地摊上捡来的, 秦佑琴听到了这话, 也懒得跟秦红计较了, 看出了秦红和秦佑丢人, 秦红的丈夫王伟对秦焕道, 秦爷爷, 我听我妻子说过你身体不好, 我特意约了谭神医过来, 给你看看, 秦焕眼眸一亮, 说道, 是我知道的那个中医协会的高层, 谭神医, 王伟点了点头, 秦佑顿时补充道, 那谭神医可是相当厉害, 给很多大人物都治过病, 想给请他出手十分困难, 也就是看在王伟的面子上, 他才会过来, 这一下子秦红一家又成为了全场的焦点, 秦佑琴坐不住了, 他道, 我男朋友苏晨也是医生, 爷爷你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 可以让他给你看看, 苏晨眉毛一扬, 他其实不想给秦焕治病, 他对这一家人没什么好感, 不过看在秦佑琴的面子上, 他决定忍耐下来, 苏晨道, 没错, 我可以给你看看, 秦焕文言顿时大感厌恶, 秦鱼更是出言道, 秦佑琴, 你存心的吧, 你这男朋友看上去才二十来岁, 他会治什么病, 要是给我爸治出个好歹来, 你良心能安吗, 秦红也是用着尖锐的声音道, 秦佑琴, 你过分了啊, 你简直是不把爷爷的性命当回事, 秦佑琴面色难看至极, 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倒是苏晨将视线落在了秦焕的脸上, 他认真的对秦焕道, 秦老爷子, 你想让我给你治病吗, 秦焕有些不屑, 他叫人泡了一壶茶, 随后不耐烦地对苏晨道, 小孩子别添乱, 我虽然年纪大了, 但不是老糊涂了, 苏晨耸了耸肩, 说道, 这是你拒绝的, 一会不要求我, 求你, 你够资格给我爷爷治病吗, 秦红不屑至极, 秦焕露出一个身以为然的表情, 那意思就像是苏晨不配给他治疗一般, 气氛又变得怪异了起来, 一众亲戚七嘴八舌, 秦焕的妻子再度打了圆场, 都别说了, 该吃饭了, 众人该吃菜的吃菜, 该喝茶的喝茶, 秦又秦似乎做了什么决定一般, 抬起头忽然说道, 爷爷, 我这次来也有些别的事情, 我爸爸现在大病出狱, 我准备将他从省城接回来, 我爸发家的时候, 给亲戚朋友安置了十几套房产, 爷爷你看, 是不是拿出一套给我父亲住, 大厅内顿时安静了不少, 很快, 所有人都是厌恶无比的看着秦又秦, 天室的一套房, 现在不说价值千万, 三五百万还是有的, 让出一套房产, 让出谁的不还是他们这群亲戚的, 秦焕喝下一口茶, 也是停顿了片刻, 他的面色瞬间涨红了起来, 你说什么, 我没听清, 秦又秦不由的又重复了一遍, 秦焕整个面皮都抖了起来, 他立声道, 我说你怎么送我这么贵重的茶叶和文王和桃呢, 原来是在这等着我呢, 啪, 他一掌拍在了桌子上, 刷得一下子站了起来, 像是受到了极大的委屈一般, 让我这么一个老人拿出一套房产来, 你们还是人吗, 至于我的亲戚, 还有之前的邻居都住那么多年了, 我把他们赶出去, 那不是不仁不义吗, 混账玩意, 一群亲戚也是七嘴八舌的出言, 指责着秦又秦, 说道, 就是啊, 你和你爸真是狼子野心, 竟然惦记着房产, 那是你们应该惦记的吗, 太过分了, 这一番话, 让秦又秦都快气哭了, 秦又秦也扔下了筷子, 声音嘶哑的问道, 我爸有钱的时候, 你们一个个巴结着我爸, 这些房子还都是我爸给你们买的, 现在我爸有个住的地方都没有吗, 我们都是一家人, 我爸从来都没计较过, 可你们实在是太过分了, 说到最后, 秦又秦斗大的眼泪一个劲的往下落, 不过在场的众人没有丝毫的同情, 所谓的同情在三五百万面前连个屁都不是, 秦鱼说道, 谁跟你是亲戚, 你爸是捡回来的, 你不会不知道吧, 没错, 他不是亲生的儿子, 捡来的孩子我从小养到大, 你爸是欠我的, 不我欠你爸的, 秦幻冷冷地说道, 这一番不要脸的话语, 让秦又秦都语色了, 苏晨在一旁听得眉头直皱, 他来的时候, 听秦又秦说过家里的事, 秦又秦的父亲虽然是被捡来养大的, 可十几岁就出去打工补贴家用了, 这群亲戚简直是吸血鬼一般, 苏晨说道, 既然你说是秦又秦他父亲欠你的, 那我倒想问问, 你觉得他欠你多少钱? 哼, 滴水之恩永泉相报, 他对我做什么都是应该的, 除了这些房产外, 他至少再给个几百万这恩情, 才算还清了, 秦幻说道, 苏晨点点头, 道, 好, 那我给你五百万, 这笔钱给你, 以后秦又秦一家跟你再无瓜葛, 就算以后秦又秦一家飞黄腾达了, 你秦老爷子一毛钱也不能要, 这话一出, 引得众人哈哈大笑, 秦红对秦又秦说道, 你男朋友疯了吧, 五百万, 他浑身上下有五万块钱吗? 还你秦又秦一家, 要是哪天飞黄腾达了, 你们破产都多久了, 还欠着外债, 这辈子都没有飞黄腾达的机会了, 秦幻道, 你要真能拿出五百万来, 日后秦又秦一家跟我没有瓜葛, 秦又秦玉手紧握, 指甲都快要镶嵌到皮肉里, 苏晨却不废话, 拿出手机来到了秦幻的身边, 问道, 支付宝账号多少? 苏晨换了新手机后, 孟仙帮他弄了不少软件, 秦幻不屑报出了一个号码, 一百八十六, 报完账号后, 秦幻嘲讽道, 你虽然是他男朋友, 不是秦家的人, 但来了秦家得有规矩, 五百万你要是拿得出来, 你今天能走出去, 你要是拿不出来, 我被你气得没心情吃饭了, 你说该怎么办? 爷爷, 他铁定拿不出来, 秦红一脸恶毒的道, 他拿不出来, 就让他来洗一个月的衣服, 王伟也是不屑一笑, 还得给我刷鞋, 一众亲戚也是飞快出炎, 这小子穿着一身地摊货, 真能装, 秦幻晴该不会是找了的神经病当男朋友吧, 不过, 就在这时, 秦幻的手机忽然响起一阵甜美的女婴, 支付宝到账, 五百万元, 第三百五十五章, 后悔无比, 第三百五十五章, 后悔无比众人目瞪口呆, 秦幻拿起手机看了一眼, 果真是五百万打了过来, 五百万说打就打, 这小子什么人啊, 一众亲戚七嘴八舌, 这钱不是我的, 是幼晴的, 说完这句话后, 苏晨拉起秦幻晴就要走, 秦幻晴知道, 苏晨这事在给他长脸, 一时间感动不已, 幼晴, 坐, 幼晴, 你之前送的茶叶和核桃, 难道真的价值连城? 小秦你家是不是恢复了? 一群亲戚连忙起身, 就连秦幻都忍不住叫道, 孙女, 秦幻晴站定脚步, 转过身道, 老爷子, 不要乱叫, 那五百万你已经收下了, 我不是你的孙女, 秦幻的面色顿时变得尴尬无比, 秦幻很是嫉妒的道, 秦幻晴, 就算你家能东山再骑你, 也不用白谱, 我老公可是徐氏集团的人, 徐氏集团背后的徐家, 是天使一线豪门, 我老公随随便便也碾压你们, 王伟咳嗽一声道, 没错, 秦幻晴, 有钱没什么了不起的, 还有你求着我们的时候, 秦玉也道, 秦幻晴, 你不要太嚣张了, 秦幻晴的心头既委屈又愤怒, 明明是这群人不讲道理, 不过秦毅现在却把脏水泼在了他的头上, 倒是苏晨表情平淡, 他拿起手机给徐子茂打了个电话, 很快电话接通, 苏晨说道, 你们公司是不是有一个叫做王伟的人, 一米七二的个子, 身材肥胖, 大概有二百三十斤, 徐子茂一愣, 这个我也不清楚啊, 查, 他得罪了我, 苏晨道, 徐子茂闻言犹豫了片刻, 随后说道, 苏晨放下了手机, 静静的等待着, 王伟道, 小子, 你刚刚在里谁打电话? 徐子茂, 苏晨道, 王伟惊呼道, 徐家少爷徐子茂, 小子你装逼的吧? 苏晨道, 是不是装逼你马上就知道了? 王伟的表情顿时转为了不屑, 他不相信苏晨能够认识徐子茂, 况且, 刚刚苏晨还是用命令的口气说的话, 徐子茂的身份地位何其尊贵, 整个天使都找不出来敢这么对徐子茂讲话的人, 秦宇等人也是一脸的讥讽, 秦宇道, 小子, 你这次装大了, 我看你怎么受伤, 秦红双臂抱在胸前, 冷哼道, 秦又秦, 别以为你还会像以前一样骑在我的头上, 然而, 没过多久, 王伟的手机铃声忽然如同催命符一般地响了起来, 王伟低头一看, 发现是他的顶头上司打来的电话, 他接通之后, 电话那头顿时吼道, 王伟你得罪了什么人, 徐家的少爷亲自联系我, 让我把你给开了, 从明天开始, 你不用再回徐氏集团了, 王伟整个人如同木桩一般被钉在了原地, 他拿着手机, 脑袋里仿佛有一颗炸弹爆开一般, 怎么了王伟, 秦红连忙问道, 他的心头已经涌现出了十分不妙的感觉, 王伟声音嘶哑, 眼睛都红了, 我被开除了, 王伟的话顿时引起了一阵轩然大波, 大厅内倒吸一口凉气的声音传来, 所有人都是表情凝固, 秦红呆在原地, 问道, 你开玩笑的吧? 没等王伟说话, 下一刻, 门外一名老者带着几名保镖走了进来, 谭神医, 秦焕和他的妻子起身迎接, 快步跑了过来, 没等他们跑到谭神医的身旁, 谭神医却是惊呼一声, 直接来到了苏晨身边, 老师, 您怎么在这? 老师听着这样的称呼, 所有人都面面相去, 心中产生了一种极度疯狂的想法, 苏晨道, 和我朋友来这里吃饭, 结果人家不欢迎我们, 谭神医文言, 面色一变, 心中已经有了计较, 谭神医, 我这病想请你帮忙, 秦焕已经感觉到了不对, 但还是硬着头皮对谭神医开口, 谭神医眉头微皱, 望向苏晨, 苏晨便道, 我本来想帮他治病, 但他说我不配给他治病, 至于你治不治, 自己决定吧, 话必, 苏晨拉着秦又晴, 飘然离去, 见苏晨走得那么干脆, 谭神医也是转头就走, 谭神医, 您别走啊, 看见谭神医要走, 秦焕慌慌了神, 他的病痛折磨他许多年了, 好不容易看到了希望, 可谭神医竟然要离开, 谭神医道, 我老是都不配治你的病, 我一介烦人更治不了, 不过, 这位秦先生, 我告诉你, 若是没有胜手出手, 你也就半年可活了, 准备后事吧, 谭神医抬腿便走, 秦焕等人还想追赶, 谭神医带来的保镖, 立马上去将秦焕等人拦住, 这一切发生得太快太快, 快到秦焕都有些反应不过来, 好好的, 怎么就变成这样呢, 那五百万一点都不重要了, 秦红对王伟说道, 老公, 你快求求秦啊, 我求你骂王伟张口便骂, 本来王伟活得好好的, 工作顺利, 事业有成, 现在可倒好, 因为秦家得罪了人, 他工作直接没了, 谭神医更是管苏晨教老师, 用屁股想王伟也都清楚, 这个苏晨背景无比惊人, 现在他后悔的肠子都快清了, 你, 你骂我, 秦红不可置信地问道, 骂你, 我还打你呢, 成熟不足, 败事有余的臭婆娘, 王伟一巴掌呼在了秦红的脸上, 王伟你干嘛, 秦渝上前阻拦, 又被王伟踹了一脚, 王伟悲怯无比地喊道, 你们知不知道秦又秦带来的男人有多厉害, 就连徐家大哨都要听他的话, 还有人抱着一丝侥幸, 不可能吧, 他们怎么能和徐家走得那么近, 道是秦幻一口气差点没上来, 几乎要背过气去, 快, 快追, 现在追也来不及了, 他们坐了一辆破皮卡走了, 一名秦家人说道, 王伟连忙慌张地爬到窗口处看了一眼, 一眼就看到了那辆改装过的猛秦, 他如受雷击, 更时痛苦着怒吼道, 什么破皮卡, 那车改装就花了上千万, 是徐氏集团千金的座驾之一, 从不借给外人, 随后, 他懊恼地疯狂抓自己的头发, 为什么我早就没发现, 若是他早就发现这辆车, 他绝对能猜到苏晨和秦幼晴与徐家有关系, 说到最后, 王伟痛哭流涕, 看着王伟狼狈无比的样子, 在场的所有人心中都是犯出了无比后悔之意, 最后一丝侥幸, 烟消云散, 一旁的秦幻闻言, 一口气终于是没上来, 双眼一黑, 喷出一口鲜血, 昏死过去, 秦家一阵鸡飞狗跳, 第356章, 千手如来绝, 第356章, 千手如来绝天使一家高档会所中, 徐子茂的身边有着一名穿着暴露的绝美女人, 而徐子茂则是满脸的阴郁, 徐少, 刚当给您打电话的人是谁啊, 口气那么嚣张, 一名女子贴在徐子茂的手臂上, 一双大白腿摩擦着徐子茂的裤腿, 用尽浑身解数吸引着徐子茂的注意, 徐子茂冷声道, 一个神经病, 徐子茂之前接的电话就是苏晨的, 虽说苏晨帮了徐家的忙, 可在电话里苏晨的态度平淡, 语气中又有着命令式的口气, 让徐子茂有些不满, 什么神经病能有您的电话, 我都没有绝美女人一脸委屈得到, 想要我的手机号, 那你伺候好我, 我就给你, 话必, 徐子茂一把抓住了一名绝美女子, 大力的捏了起来, 捏得女人痛呼连连, 女人血白的肌肤上都被徐子茂捏出了手印, 通红一片, 徐子茂道, 该死的苏晨, 以为帮过徐家就能使唤我了吗, 真是混账, 徐少痛女人叫呼一声, 语气中带着哀求的意味, 徐子茂呵斥道, 你不是想要我的手机号吗, 这点痛都忍耐不了吗, 说话间, 徐子茂不断用力, 在女人的身上抽打了起来, 女人顿时惨叫了起来, 而徐子茂提枪上马, 片刻之后, 会所内便是传来阵阵哀嚎和疑你的声音, 与此同时, 苏晨与秦佑琴来到了一处废弃的仓库, 废弃仓库内放置的, 便是秦佑琴没带走的东西, 里面有一些古物, 谭神医也跟在两人的身后, 他想与苏晨套近乎, 所以一直跟着苏晨, 没过多久, 秦佑琴就将他父亲的收藏找到了, 都是一个个古董, 看上去颇为古朴, 有佛像, 有瓷器, 有化作, 苏晨只扫了一眼便知道, 这些都是真的, 苏晨检查了一番, 发现有些物品的确都是古董, 其中还有一些灵力, 只不过不如之前秦佑琴摔坏了的那块玉灵器充裕, 你爸留下的这些古董品级都不错呀, 当初秦佑琴的公司也是宏极一时, 只是没想到, 你父亲会被人所害, 秦佑琴的公司也破产了, 谭神医不由地感叹道, 要不是因为那些宝物, 恐怕秦家的发展也会越来越好才是, 苏晨忍不住问道, 到底是什么宝物, 能被人这么针对, 上次苏晨就想问, 只不过因为黄家人打岔, 没有问成, 一旁的秦佑琴说道, 只知道是一个玉匣, 里面装的什么就不清楚了, 当时有人花费高价, 找我父亲收购, 我父亲没卖, 之后, 我父亲去省城谈生意的时候, 就被人打成了重伤, 苏晨道, 那火人是谁, 还在天市吗? 秦佑琴道, 那个人是天市顶峰叶总会的老总, 现在还在天市, 苏晨点点头, 道, 有时间的话, 我会找到他问问, 之前苏晨不在省城, 和秦佑琴也是初见, 没太关注秦家被抢的事, 现在苏晨倒是觉得秦佑琴为人不错, 可以当朋友, 苏晨不认识什么顶峰叶总会的老总, 不过他和秦佑琴相识, 总该为秦佑琴问问,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听到苏晨的话, 秦佑琴心中一喜, 他很清楚苏晨的能耐, 有苏晨帮忙, 他的仇说不定真的可以报了, 秦佑琴感谢了一番, 随后将那些古董摆在了苏晨的面前, 道, 苏大哥, 这些都送给你, 苏晨摇了摇头, 这些古董都是真的, 你卖了能给你爸电药费, 我只取其中一个就好了, 苏晨看中的, 便是那个佛像, 看见苏晨选择了那佛像, 谭神医倒是有些惊讶, 谭神医问道, 苏先生, 我不明白, 你为什么选择了这个佛像, 实话说, 这些古董, 我就这个佛像看不出来历, 感觉是个赝品, 谭神医见多识广, 对古玩也有研究, 忍不住开口询问, 苏晨道, 这佛像我也看不出来来历, 我看中的也不是这个佛像, 说话间, 苏晨猛一出手捏住了佛像, 下一刻佛像的身躯便是爆裂开来, 佛像碎成了一片一片的, 谭神医等人都有点不忍心看, 毕竟佛像这种东西比较神圣, 苏晨出手将佛像打破, 有点不尊重佛祖的意思, 不过很快两人就明白了, 苏晨此举是什么意思, 因为两人看到, 在佛像内竟然还有东西, 那是一个玉筒一般的东西, 上面刻着字, 苏晨定睛看去, 发现那上面有着一排排的古字, 牵手如来卷, 苏晨心中一动, 眼中也浮现出了一抹惊讶, 他之前的确感觉到了, 佛像有点不对劲, 推测里面有宝物, 但没有想到, 在佛像内部的是一部武器, 苏晨击败过不少对手, 有些对手运气极佳, 获得了不少武器, 苏晨自己倒是一直没遇到, 今日终于是见到了, 苏晨仔细看去, 发现这武器杀伤力惊人, 能够瞬间爆发出数百道, 甚至上千道劲气, 大开大合, 横扫无双, 秦佑晨和谭神医都是好奇的凑了过来, 看向了苏晨手中的东西, 秦佑晨好奇的问道, 这是什么? 这东西本来就是秦佑晨的, 自然有知情权, 苏晨也没有藏着掖着, 如实地说道, 看上去是佛家的武器, 威力惊人, 这本秘籍拿出去售卖, 恐怕会有不少武道强者强迫头, 价值也难以估计, 上义甚至是更贵都有可能, 苏晨没说谎, 他看得出这种武器的珍贵之处, 说是上义都保守了, 这么贵啊, 秦佑晨惊讶地瞪圆了眼睛, 苏晨道, 我再给你个几千万, 这东西我要了, 秦佑晨飞快地摇了摇头, 苏大哥, 你已经帮我很多了, 这钱我不能要, 今天要不是你, 我不知道要被欺负得多惨呢, 你喜欢我就送给你, 当做敌你的那些礼物钱了, 苏晨不好再坚持, 有些无奈地道, 那你父亲休养的钱, 你从哪里来, 话音刚落, 谭神医便是事事开口道, 小秦, 这些古董苏先生若是不要, 我可以收购一番, 这几件古董很有收藏价值, 你就打个折, 我给你一千五百万你觉得如何, 秦佑晨一正, 谭神医, 您真的要买吗, 那当然, 我也是资深的古玩爱好者, 谭神医连忙说道, 苏晨扫了谭神医一眼, 知道谭神医是想给自己个人情, 第357章, 老板好, 第357章, 老板好谭神医, 最后还是用一千五百多万, 买下了秦佑晨手里的其他股东, 这一千五百万, 也足够让秦佑晨的父亲支付康复的费用了, 秦佑晨的脸上终于是露出了如释重负的微笑, 而另外一旁, 苏晨和谭神医出来后, 苏晨对谭神医道, 有纸笔吗, 谭神医连忙拿出了纸笔, 苏晨在纸张上书写了一番, 然后塞点了谭神医, 谭神医一看, 嘴巴灯时张大了起来, 苏晨书写下的是一则真法, 以谭神医的眼力, 顿时认出来, 这真法是从古代流传至今的不识真法, 若是练习成功, 大喜过望, 在他看来, 苏晨随便从纸缝里流出来的真法, 也是相当的厉害, 谭神医几乎要对着苏晨败下去, 苏晨则是一把拉起了谭神医, 他说道, 不用谢我, 今天也帮我出了一口恶气, 今日要不是谭神医不出手为秦家治疗, 恐怕秦家还要得瑟一段时间, 谭神医的心中庆幸不已, 好在自己反应快, 不然还真不一定能获得苏晨的好感, 谭神医飞快离去了, 秦佑晴开车, 牵手如来绝, 苏晨想找个没人的地方恋恋, 到了一处乱石岗后, 苏晨下车后对秦佑晴道, 你在这里等我, 今晚有时间, 我就带你去顶峰夜总会看看, 乱石岗内有无数巨石, 苏晨走到乱石岗的中间, 心中想着今日观摩过的牵手如来绝, 随后就看到苏晨的双手摆动, 道道气静爆发了出来, 苏晨一掌挥出, 静风呼啸, 形成一道手掌虚影, 随后就看到那手掌虚影, 一掌变为两掌, 两掌变为四掌, 最后幻化为三十二掌, 三十二道气静瞬间扩散, 轰杀在一块块石头上, 哄, 三十二块石头, 硬生二岁, 苏晨眉头微皱, 有点不满意, 牵手如来绝, 上面写的是, 能够幻化出数百道, 甚至上千道虚影, 唯能十分强横, 但苏晨只拍出了三十二道虚影, 苏晨不断探索, 经过一下午的练习, 苏晨终于是掌握到了一些诀窍, 啊, 苏晨断贺一声, 这一次, 足有六十四道手掌虚影爆发开来, 打向了四面八方, 乱石岗内, 六十四块石头, 瞬间被拍得四分五裂, 这牵手如来绝, 是寺庙中的绝学, 微能恐怖如斯, 苏晨对现在能够造成的破坏力, 倒是满意了不少, 天色渐黑, 苏晨本来想继续练习下去, 他的手机铃声却是响了起来, 电话是魏宽打来的, 一接听电话, 魏宽有些兴奋的声音, 就从电话那头传了过来, 老大, 徐家今日给了我们魏家一批大订单, 是不是你从中帮忙的? 苏晨道, 是有这事, 今日上午, 苏晨处理了徐家的风水局, 的确提过, 让徐家给魏家一些好处, 老大你太牛逼了, 徐家将几个核心项目交给了我们魏家做, 这几个项目若是能做成, 魏家收益巨大, 魏宽的声音中充斥着兴奋, 魏宽万万没想到, 苏晨竟然这腰牛逼, 就连徐家都得卖苏晨的面子, 苏晨道, 小事, 不用太感谢我, 魏宽仍然是难眼激动, 两人又闲聊了两句之后, 苏晨忽然开口问道, 对了魏宽, 我有件事问你, 你认不认识顶峰夜总会的老总, 秦佑秦的父亲因为一件宝物搞得差点生死, 苏晨猜测, 那宝物一定是不时之宝, 不太说, 但是我之前经常去顶峰夜总会玩, 怎么了老大? 苏晨道, 他抢了我朋友家人的东西, 我想去会会他, 明白了老大, 我马上去找你, 苏晨报了地址后, 就挂断了电话, 苏晨上了秦佑秦的车, 秦佑秦已经是趴在方向盘上快睡着了, 苏晨上车后, 他才苏醒过来, 茫然的看了苏晨一眼后, 秦佑秦不好意思的道, 对不起啊, 苏大哥, 我睡着了, 秦佑秦最近在照顾他父亲, 有些心力焦脆, 苏晨道, 不碍事, 一会我有个朋友要来, 到时候一起去顶峰夜总会, 你放心, 这件事我会尽量帮你解决, 多谢苏大哥, 秦佑秦眼中一喜, 秦佑秦又道, 苏大哥, 如果真的能将那宝物要回来, 你要是看上了, 那宝物也可以卖给你, 这话是我爸说的, 苏晨文言点了点头, 他猜测那宝物一定来头极大, 毕竟秦佑秦的身上好东西确实不少, 若是能得到, 肯定是好事一桩, 片刻之后, 一旦汗马开了过来, 魏宽从车上走了下来, 看见苏晨和秦佑秦后, 魏宽稍微有些错愕, 心想苏晨的身边什么时候又多了一个清纯的美人, 比魏宽平常玩的那些网红漂亮多了, 这是我小弟魏宽, 苏晨道, 魏宽? 秦佑秦的脑海中顿时闪过了魏宽的一些信息, 魏家大少就叫这个名字, 苏晨到底是何方神圣, 不仅徐家的千金对他青睐有加, 就连魏家的大少爷也只是苏晨的小弟, 秦佑秦叫道, 魏大哥, 这么一个翘生生的美女叫自己魏大哥, 魏宽的心都快化了, 魏宽道, 大妹子, 你好啊, 看见魏宽对秦佑秦有兴趣, 苏晨也没多说什么, 只是对魏宽道, 聚顶峰夜总会吧, 九点之前, 我要回去吃晚饭, 魏宽文言连忙点点头, 魏宽开车, 苏晨和秦佑秦在后面开车跟着, 半小时后就来到了顶峰夜总会门口, 顶峰夜总会共有五层楼, 占地面积极广, 灯火通明, 在来的路上, 魏宽就已经定下了这里的豪华包厢, 进去之后, 顶峰夜总会金碧辉煌, 就连服务员也是延迟七分以上的美女, 服务态度极好, 接待魏宽的是, 这里的女经理身材高挑服务周到, 魏少你好久没来了, 我都给你安排好了, 三人很快来到了五楼包厢, 刚一进去, 就看到了一排美女站在包厢前方, 各个肤白貌美大长腿, 身材比例惊人, 长相也是无比漂亮, 清纯的性感的火辣的应有尽有, 穿着各种各样的制服, 好吧好, 一排美女瞬间弯腰鞠躬, 甜甜的叫道, 第358章, 江峰, 第358章, 江峰这一排女人各有千秋, 各个都是美女, 鞠躬时风情万种, 魅眼如丝, 秦佑琴顿时闹了个大红脸, 羞脑的看了魅宽一眼, 魅宽此刻也是尴尬不已, 这次他是和秦佑琴一块来的, 同行有个美女, 他也放不开, 当即, 魅宽对苏晨问道, 老大, 你看看选哪个, 选个屁, 苏晨说道, 明白了, 魅宽露出一副很懂的模样, 说道, 那就都留下, 谢谢老板, 那一群陪酒女顿时娇笑连连, 秦佑琴看向苏晨的目光, 顿时变得有点奇怪了, 像苏大哥这样出城的男孩子, 也喜欢这种烟花地不成, 苏晨的面色都变了, 气得想给魅宽一拳, 他说道, 我的意思是一个都不需要, 大哥, 你瞧我这个脑子, 魅宽连忙一拍脑门, 随后对那群美女说道, 你们都出去吧, 请我照付, 酒就不用赔了, 一群美女一开始听魅宽让他们出去时, 还有些小失望, 但一听有钱拿, 顿时又笑的风情万种起来了, 一个劲地说谢谢魅公子, 很快几人便出去了, 魅宽则是将经理叫了过来, 经理身材高挑, 也是个美女, 打趣一般地对魅宽说道, 魅少, 那么多家里都留不住魅宽的心吗, 难道魅少想让我赔酒不成, 若是往常, 魅宽早就色眯眯地接话了, 但是今天有苏晨和秦佑琴在场, 他无比正经地说道, 什么赔不赔酒的, 我是那样的人吗, 我要见你们老板, 就说是魅宽想要见他, 经理一愣, 问道, 魅少, 您找我们老板是什么事, 魅宽板着脸道, 不该问的别问, 因为魅宽背景不低, 经理连忙快不出去了, 魅宽说道, 怎么样大哥, 我还是有点面子的吧, 苏晨点点头, 没说什么, 此刻的苏晨已经放出了感知, 他能感受到有几名强者在这顶峰夜总会, 其中顶峰夜总会的老板恐怕也在场, 苏晨等人等待着, 这一等就是两个多小时, 魅宽催促过经理多次, 可经理就说, 老板现在不在, 正在赶回来, 让魅宽稍安勿躁, 让魅宽也不好发火, 终于, 包厢门被推开了, 一名中年男子走了进来, 这名中年男子是顶峰夜总会的老总, 名为江峰, 气度不凡, 苏晨眉头微微一皱, 他之前放出感知的时候, 感受到了此人的气势, 这说明, 这个江峰一直待在夜总会没出来, 恐怕江峰是故意拖了两个小时, 才来了这个包厢, 魅家少爷, 江峰身后跟着三人, 两人的表情木讷, 但身上却散发着一股阴气, 另外一个则是穿着黑丝, 身段恶螺的美女, 似乎是江峰的情人, 你就是这的老总, 魅宽问道, 江峰点点头, 脸上带着标志性的微笑, 开口说道, 早就听说过魅少大明, 今日一见果然气质非凡, 今晚想玩什么就玩什么, 我买单, 说话间, 江峰让手下开了一瓶好酒, 魅宽耐着性子, 与江峰寒暄了几句, 过了一会, 就长话短说了, 这位姑娘你认识吗? 江峰朝着秦佑琴看了过去, 随后道, 我见过的美女太多, 一时间还有些想不起来, 魅宽提醒道, 秦家, 江峰眼中闪过一抹诧异, 不过很快就到, 秦家不认识, 显然江峰是认识的, 只不过是不想承认而已, 两句话让秦佑琴的情绪 变得有些暴躁了起来, 秦佑琴说道, 江总, 之前你找我父亲收过一个玉侠, 我父亲没卖给你, 这件事你还记得吗? 江峰说道, 有点印象, 但不是很清楚了, 什么不是很清楚了, 我父亲被你的人打成了重伤, 玉侠也被抢走, 你说你不清楚, 秦佑琴情绪激动不已, 喊道, 伤妇仇人就在眼前, 秦佑琴克制不住自己的脾气, 江峰闻言却是淡定的从怀中掏出一盒烟, 抽出一根烟后点燃, 说道, 这是我是真不记得了, 回头我去想想, 看江峰一副不承认的样子, 魏宽知道该他出马了, 魏宽道, 江总, 秦佑琴是我妹妹, 你抢她的东西, 魏宁有些说不过去, 不然这样, 我出钱将那东西买回来, 你觉得如何? 江峰淡定的吐出一口烟圈, 眼眸中闪过一丝不快, 随后, 江峰平淡的道, 我说了, 这件事我不知道, 如果魏少师来问这件事的, 那我就不留在这里了, 江峰看上去, 根本没有将魏宽放在眼里, 第三百五十九章, 我的依仗, 是我自己, 第三百五十九章, 我的依仗, 是我自己, 江峰那不将魏宽放在眼里的样子, 让魏宽震怒了, 魏宽到底是魏家大少, 以前他做事情从来不考虑后果, 他这次耐着性子和江峰沟通, 已经是给江峰脸了, 可江峰竟然给脸不要, 魏宽刷的一下子站起了身子, 说道, 江总, 我是看你年纪大了, 所以才与你好生好商量, 但你未免太不把我放在眼里, 今天, 江峰扫了魏宽一眼, 也站起了身子, 他说道, 魏少爷, 我给你的交代, 就是没有交代, 你要是来玩的, 我欢迎, 但你要是来耍魏宽的, 我也不会惯着你, 江峰的强硬态度, 让人魏宽都是有些震惊, 顶峰叶总会背后是谁, 魏宽来之前查过, 他虽然是个纹固子弟, 但不是没有脑子, 可在查询之后, 魏宽发现顶峰叶总会背后, 没什么势力, 江峰敢这么嚣张, 实在是让魏宽想不明白, 就连江峰背后的两名保镖都没什么反应, 至于那黑丝美女, 脸上竟然还闪过了一抹讥笑, 既然如此, 那就是没得谈了, 魏宽冷冷地问道, 江峰道, 没错, 没得谈, 好, 很好, 魏宽点点头, 一脚直接踹翻了在包厢内的茶几, 魏宽大吼一声, 给我砸, 伴随着魏宽的话语声落下, 一道身影瞬间浮现在了包厢之内, 此人便是保护魏宽的高手, 黎叔, 他手掌舞动, 整个包厢顿时传来了一阵暴响, 茶几沙发电视投影仪全部爆裂, 魏宽对江峰说道, 江峰, 再给你最后一次, 我大妹子的事你是承认还是不承认, 江峰依然淡定地抽着烟, 有什么好承认的, 那名黑丝美女也是丝毫不惧, 对着魏宽说道, 魏少爷, 你这样做, 你肯定会后悔的, 好, 很好, 魏宽怒急, 接着给我砸, 江峰淡定地抽着烟, 这时, 黑丝美女便道, 魏少爷, 就连你父亲都没有这个能耐, 砸了顶峰夜总会, 实不相瞒, 我们和你父亲也有过一些冲突, 但最后话干戈为玉帛了, 黑丝美女话语中的信息量很大, 他的意思不就是魏宽的父亲之前和顶峰夜总会起了冲突, 最后认栽了吗? 魏宽不相信, 魏家虽然在天使不算顶级势力, 但也不是什么名不见经传的势力能够拿捏的, 那我现在就给你父亲打个电话, 下一刻, 黑丝美女拿出手机打了个电话, 说了几句, 魏宽冷冷地道, 装枪做事你觉得我会相信你吗? 江峰说道, 你马上就会知道了, 江峰和那黑丝美女那么淡定, 魏宽的眉头也皱了起来, 一旁的苏晨静静地看着这一切, 他也想知道江峰到底有什么底气, 没过多久, 魏宽的手机铃声忽然响起, 魏宽面色俱变, 他拿起了手机看了一眼来电显示, 果不其然打来电话的是他的父亲, 电话一接通, 魏宽的父亲便是在电话那头说道, 你在顶峰夜总会, 魏宽道, 是, 畜生, 马上给我回来, 魏宽的父亲大喊道, 魏宽脸皮都抖了起来, 却是坚定地道, 爸, 我不回去, 我的事还没办完, 魏宽万万没想到, 这对面的江峰还有黑丝美女真的认识他父亲, 甚至能够让他的父亲给他打这个电话, 逆子, 魏宽的父亲怒骂一声, 随后道, 你给我等着, 我马上就到, 挂断电话后, 那名黑丝美女的脸上讥笑更加浓郁, 他道, 魏少, 接到电话了, 魏宽不语, 但是面色极为难看, 他魏宽出来踩人, 竟然被他父亲阻拦, 这说出去简直是让人耻笑, 可刚刚魏宽父亲打来的电话中, 魏宽能够察觉到这是不寻常, 一时间就连魏宽都有些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不到十分钟的时间, 魏宽的父亲带着几名保镖快步走进了包厢, 魏宽的父亲是一名身材高大的中年男人, 名字叫做魏勋, 年近五十, 穿着一身深蓝色的风衣, 脸上戴着暮容, 江总, 今天我儿子损坏的东西, 我都照价赔偿, 魏勋说道, 江峰点点头, 不可知否, 随后, 魏勋拉住了魏宽的手臂, 道, 快跟我走, 我不走, 魏宽道, 魏宽的倔脾气也上来了, 他接受不了, 自己就这么灰溜溜的走了, 况且苏晨和秦佑秦还在呢, 别给我添乱, 你到底是怎么得罪江峰的, 魏勋压低声音, 愤怒不已的道, 我是来给我大哥帮忙的, 江峰欺负我一个朋友, 魏宽耿着脖子道, 魏勋这才将视线扫在苏晨和秦佑秦的脸上, 魏勋命令道, 以后魏宽没有你们这样的朋友, 都给我滚, 苏晨还未出言, 魏宽就一把甩开魏勋的手, 爸, 苏晨是我大哥, 你不能这么说我大哥, 苏晨, 魏勋眼眸闪动, 这个名字他好像在哪听过, 不过一时间魏勋也不想那么多了, 他怒道, 魏宽, 你跟不跟我走, 今天你要是不跟我走, 以后都不要回家了, 魏宽还想说什么, 却被苏晨置住, 苏晨是看出来了, 今天这事魏家是管不了了, 江峰背后绝对有什么不为人知的底牌, 于是苏晨说道, 魏宽, 你先给你爸回去吧, 今天这事你不用管了, 可是大哥, 魏宽有些着急, 他怕从此以后苏晨就不带他晚了, 苏晨用眼神示意了一下, 魏宽终于是不再坚持, 被魏勋拉出去了, 魏勋在离开时, 深深地看了苏晨一眼, 似乎是不明白为什么魏宽那么听苏晨的话, 魏家人走后, 江峰和那黑丝美女对视一眼, 黑丝美女说道, 魏家人已经走了, 你们的依仗好像没有了呢, 还不跪下说话, 秦又卿紧张地拉住了苏晨的依脚, 就连魏家都处理不了这事, 秦又卿的心中担忧到了极点, 江峰也道, 我今天心情不错, 放你们一马, 男的自断双臂, 女的留在顶峰夜总会当陪酒女, 这是翻篇, 看着高高在上的两人, 苏晨不由地叹了口气, 他说道, 谁告诉你, 魏家是我的依仗, 我的依仗, 从来只是我自己, 说话间苏晨屈指一谈, 一道近期爆发, 打在了吊灯上, 巨大的吊灯坠落, 摔在地上发出一阵暴响, 苏晨的声音也随之响了起来, 今日不给秦又卿一个交代, 顶峰夜总会覆灭, 第360章, 要不你教教我, 第360章, 要不你教教我, 爸, 你为什么让我低头, 魏宽仪被带出来, 便是不甘心得到, 魏家什么时候受过这气, 魏勋说道, 江峰的夜总会里, 有一名乾隆榜排名第395的强者, 魏宽仪正, 随后倒吸了一口凉气, 随后魏勋继续道, 在那名强者的身后, 还有这一名强者, 实力恐怕不弱, 与天阳真人, 你说, 我今日能让你大闹特闹吗? 魏宽有些傻了, 他说道, 怎么会, 顶峰夜总会, 我没查出来背后的人是谁, 为什么里面会有这么可怕的强者? 天使这个地方藏翁卧虎, 谁知道他的背后跟谁有关, 我调查过, 这顶峰夜总会, 与李漫长有些关系, 魏勋说道, 李漫长? 魏宽又有点傻眼了, 李漫长那是第一风水师, 其实人脉关系颇为厉害, 和各大家族关系交好, 顶峰夜总会竟然与李漫长有些关系, 怪不得自己的父亲不敢动顶峰夜总会, 难道要勤家宝物的人是李漫长不长? 如果真的是, 这个仇恐怕也没法报了, 一时间魏宽的脑子也是嗡嗡作响, 这其中的厉害关系实在是太大了, 牵扯太多, 这时魏勋对魏宽问道, 道士你是怎么回事? 我忽然想起, 这个苏臣不是天阳真人让我们调查的那小子吗? 你怎么会认他做大哥? 魏宽撒了个谎, 说道, 我大哥跟天雷真人的是没关系, 我是心甘情愿认苏臣做大哥的, 魏宽没有提及他是被苏臣塞了要后成为苏臣的小弟的, 事实上, 他一开始做苏臣的小弟时还心不甘情不悦, 但现在他已经对苏臣彻底蛰伏了, 胡闹, 这个苏臣得罪了不少人, 你马上等他撇清关系, 以后不许再往来, 魏勋勃然大怒, 说道, 魏宽听后却是干脆的拒绝道, 爸, 以后苏臣就是我大哥, 逆子, 你是想气死我不常, 天雷真人的事就算真的跟他无关, 天杨真人的性子你又不是不知道, 绝对不会放过他, 我还调查过他与宁家是死仇, 你现在跟他走这么近, 你是想害了魏家吗? 说到最后, 魏勋情绪激动, 直接给了魏宽一巴掌, 这一巴掌打得极狠, 打得魏宽嘴角都流出了血液, 魏宽伸出手擦了擦嘴巴上的血迹, 道, 爸, 你知道吗, 我们能得到徐家的订单, 都是靠我大哥, 而且, 天使武家的吴飞也是苏臣的小弟, 这两个信息让魏勋一愣, 他没想到魏家能够拿到徐家的项目和苏臣有关系, 爸, 甚至我觉得能够攀附上他, 是我们魏家的一个机会, 魏宽认真的道, 爸, 你现在派人进去帮助我大哥, 还来得及, 哼, 魏勋冷哼一声, 明显不相信魏宽的鬼话, 他道, 就算徐家的订单是他带来的, 我也不能冒险, 无论你怎么说, 今天这事, 我都不可能帮助那个苏臣, 魏宽有些失落, 但还是继续说道, 爸, 你信不信, 就算我大哥得罪了顶峰夜总会, 一会, 他也能安然无恙的从里面走出来, 魏勋眼神变化了, 他道, 你就被他这么信任, 魏宽认真的说道, 爸, 你不懂, 好像任何事情在他面前, 他都能够轻而易举的解决, 魏宽还记得苏臣废了谷言那天, 那犹如神明一般的霸道, 从那一天起, 魏宽已经彻底甘心做苏臣的小弟了, 魏勋不知道苏臣给魏宽灌了什么迷魂汤了, 他冷冷的道, 既然你那么相信他, 那我们就拭目以待, 此刻, 顶峰夜总会内, 吊灯砸到地面支离破碎, 江峰和黑丝美女两人的表情变得错愕了几分, 黑丝美女不敢相信的道, 魏家都跑了, 你还敢激怒吗, 你是不是不知道死字怎么写, 苏臣淡然的道, 不知道, 要不要你教教我, 秦又秦紧张的手上满是汗, 黏乎乎的, 江峰的表情也有了一些变化, 他问道, 你背后是谁, 亮招子吧, 苏臣道, 我说过了, 我的依仗就是我自己, 苏臣的平静在江峰眼中简直就是猖狂, 江峰愤怒了, 他发出一阵凝笑, 道, 看来你很自信, 自身也是个高手, 但你自信过头了, 秦家的宝物我不会还回去, 至于你们两个, 今天也留在顶峰夜总会吧, 把他给我拿下, 江峰对身后那两名面无表情的高手说道, 那两名面无表情的高手顿时踏出一步, 身上爆发出阵阵煞气, 两人的动作看上去有些僵硬, 眼神空洞, 下一刻, 那两名高手便是一左一右的对着苏臣杀来, 两人身上的阴气爆发, 伸出的手掌如同钢铁一般, 进风呼啸, 苏臣眉毛一扬, 猛然跃起, 在空中双腿张开, 形成一字马, 双腿犹如笔直的枪杆, 双脚直踹左右方向, 强大的力量造成刚风几乎要撕裂空气, 旋即就听到砰的一声巨响, 那两位高手的身躯灯时倒飞而出, 重重地甩在两面墙壁之上, 墙壁几乎都被两人的身体撞穿, 成了一片废墟, 苏臣的身躯从空中落下, 而那两名高手竟是仍然面无表情的 从一片废墟中走了出来, 苏臣说道, 原来是活死人, 他看出来了, 那两个高手是两个活死人, 在他们的背后应该有一个精通阴毒之法的人 将两人淬炼成了这样, 手法与坑害徐家淬炼阴童的人很像, 两名高手依然不回答, 犹如不知疼痛, 不怕死亡的僵尸一般朝着苏臣再度杀来, 苏臣脚步一踏, 身躯如同流星一般, 瞬间从原地消失, 随后他的身躯浮现在一名高手的面前, 苏臣一拳轰出, 拳头之上, 滚滚惊雷, 在顷刻间破开了那高手身上的阴煞之气, 那高手的身上不断传出鬼哭狼嚎一般的声音, 苏臣的拳头重重地砸在他的胸口处, 咔嚓一声脆响, 那高手胸膛凹陷, 那高手本来就是活死人, 按理来说应该不知疼痛, 可挨了苏臣夹杂天雷真气的一拳后, 竟然是惨叫出声, 身躯直挺挺地倒地不起, 而另外一名高手还没进苏臣的身, 苏臣便是一脚横扫而去, 天雷真气爆发, 那高手的身躯瞬间炸开, 黑血喷涌, 整个人的身子都被苏臣一脚踹得扭曲了, 像是一颗足球一般被踢出去十多米远, 这前后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整个包厢鸦雀无声, 江峰和黑丝美女的神情同时变得有些呆滞了起来, 第三百六十一章, 我不是你朋友, 第三百六十一章, 我不是你朋友江峰带来的这两名强者合力, 就连大宗师也要吃亏, 结果在苏臣的手中没撑过一分钟, 高傲的江峰此时眼中终于是浮现出了震动之色, 道, 怪不得你有这样的底气, 苏臣道, 我不想跟你废话, 将秦家的东西交出来, 磕头认错, 我饶你一命, 苏臣的话霸道至极, 黑丝美女皱着眉道, 大胆, 就算你是武道强者又能怎么样, 你以为我们就没有底牌了吗, 苏臣没说话, 苏臣早就感知到了, 在这顶峰夜总会内还有一股强大无比的气, 不亚于之前苏臣斩杀的九毒妇人, 她上前一步身上夹杂着狂暴无比的气息, 道, 有什么底牌就亮出来吧, 小子, 你不要后悔, 江峰冷冷的道, 下一刻江峰的声音突然变得恭敬了起来, 叫道, 换大师请您出手, 随着他的话音落下, 一名看上去年近五十的男人便是赶了过来, 换大师看向苏臣, 胆叹道, 年纪这么轻的武道宗师, 何苦要自寻死路呢, 我格外开恩, 让你和这个女娃娃离去, 苏臣道, 我也格外开恩, 你现在扭头离开, 我不伤你, 只是简单的一句话, 却让换大师瞪大了眼眸, 眼中充斥着暴怒之色, 换大师冷声道, 我见你年纪轻轻就有武道宗师的实力, 不忍杀你, 你真当自己无敌了吗? 一旁的黑丝美女说道, 换大师可是乾隆榜395的强者, 苏臣想了想, 他记得那个九毒妇人也是乾隆榜上的强者, 398名, 这个换大师比九毒妇人高出三名, 实力恐怕是在伯仲之间, 换大师一脸的自傲, 苏臣点了点头, 对换大师道, 你好不容爬到395名, 我劝你还是不要出手了, 换大师一愣, 脸上的颜色顿时变得一阵轻一阵白了起来, 这小子竟然一点都不将他放在眼里, 乾隆榜第395名, 那可是顶尖强者, 小子你如此狂妄, 那我就让你知道什么叫做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的道理, 说话间换大师走上前来, 他身上的气势不断的攀升, 表情也是英丽无比, 他瞬间来到了苏臣的身旁, 朝着苏臣的脑袋一脚横扫而来, 这一脚爆发出音爆之声, 狂风大作, 吹得苏臣的头发都摇摆了起来, 一旦这一脚命中, 恐怕苏臣的脑袋都要被一脚踢爆, 小心, 秦又秦害怕地蒙住了眼睛, 不敢看了, 苏臣见后猛然出手, 他的手掌张开, 闪电般地朝着幻大师的脚踝抓去, 他手掌上的真气瞬间破开幻大师招式上的护体钢器, 那护体钢器被苏臣生生捏爆, 旋即, 苏臣的手掌如同铁钳一般, 死死地扣住了幻大师的脚踝, 苏臣的手中天雷真气爆发, 幻大师脚踝处皮肉炸开, 鲜血喷涌, 一拉, 一推, 幻大师的身躯顿时被苏臣扔了出去, 幻大师身子横推, 瞬间被苏臣扔出门外, 狼狈无比地摔落在地, 这一幕, 惊爆了在场所有人的眼球, 江峰和黑丝美女的脸上都浮现出了不可思议, 甚至恐惧的神色, 强大的幻大师, 一个照面竟然就吃亏了, 秦又秦放下手, 小心翼翼地看了一眼, 便看到了如此场景, 他呼吸都停滞了一瞬, 小畜生, 你找死了, 幻大师从地上爬起, 他的右脚还在流着鲜血, 让他痛苦不已, 这种痛苦越发地增加了他的凶逆, 他一开始没将苏臣放在眼中, 有所留守, 没想到吃了大亏, 这让心高气傲的他根本接受不了, 幻影狂杀, 幻大师怒吼一声, 整个楼层都是传来了一股风暴, 而面前的幻大师忽然变成了两个, 三个, 四个, 那是因为幻大师的速度太快, 十八个幻大师朝着苏臣奔袭而来, 你给我死吧, 幻大师面色争鸣, 十八道身影同时出掌, 空气仿佛都被撕裂, 地面出现到道深不见底的裂纹, 整个地面仿佛都要坍塌, 幻大师脸上的表情争鸣而又自信, 他就是靠着如此武技, 成功躋身进入乾隆榜395名, 此招一出, 十八道攻击同时杀来, 哪怕是跟他同境界的人都要吃大亏, 幻大师气息如海, 苏臣也发现了, 这个幻大师单论气息要比九毒妇人强大了许多, 他如此狂暴的武技, 让江峰和那黑丝美女都是兴奋起来了, 江峰说道, 幻大师杀了他, 话音刚落, 苏臣却是猛然抬头, 眼中浮现出极致的战役, 苏臣的双手忽然摆动了起来, 瞬间化作道道残影, 那一道道手臂残影, 如同牵手观音, 一般在苏臣的身后, 场面无比让人震撼, 下一刻, 三十二道刚猛无比的拳影密不透风, 浮现在空中霸道至极, 蕴含着天雷真气, 瞬间与幻大师的武技被轰在了一处, 碰, 两股强大的力量骤然碰撞, 气浪翻涌, 轰隆隆, 两人的攻击带起了巨大的烟尘, 随后就看到那幻大师幻化的身影瞬间被轰杀, 只剩下了幻大师本尊, 幻大师的身上有着十几道拳影, 他的身躯几乎被苏臣打变形, 骨头都不知道断了几根, 幻大师不断后退, 最后直接跪在了地上, 大口大口地咳起血来, 他的面色苍白如指, 落在地上的血迹, 触目惊心, 苏臣也是微微喘息, 不得不说, 这牵手如来绝对他的气息消耗也是非常巨大, 此事, 我不管了, 幻大师声音嘶哑, 带着无比挫败之感, 对着苏臣求饶道, 放我一条生路, 我早说了, 你最好别出手, 苏臣缓步走来, 一把抓起了幻大师的身子, 苏臣道, 给你个教训, 话音落下, 苏臣手中真气爆发, 将幻大师的身躯重重地砸在了地面之上, 哄, 地面震动, 几乎要被那股恐怖的力道贯穿, 而幻大师身上鲜血喷发, 整个人眼前一黑, 当场昏迷了过去, 生死不知, 江峰和黑丝美女浑身颤抖, 两人的脸上在不负之前的嚣张, 那黑丝美女更是尖叫了一声, 双腿发软, 瘫软在了地上, 连站起来的勇气都没有了, 江峰还能勉强站立, 他强行挤出一丝微笑, 对苏臣道, 朋友, 有话好好, 话还没说完, 苏臣一巴掌抽在了他的脸上, 淡淡地道, 我不是你朋友, 第362章, 安然无恙, 第362章, 安然无恙, 江峰和那黑丝美女的骄傲, 荡然无存, 江峰的脸上顿时浮现出一道鲜红如血的巴掌印, 将东西还回来, 苏臣命令道, 江峰露出一个苦涩的笑容, 双膝跪地, 说道, 这位高人不是我不想将东西还给秦家, 而是那东西已经交给了一位比幻大师还要强横的强者, 苏臣威政, 这个幻大师已经是乾隆榜395的强者了, 背后竟然还有人比他还要厉害, 当即, 江峰便道, 那人实力强大, 比幻大师还要厉害很多, 我得罪不起, 我称他为师爷, 他让我为他办事, 为他寻搜天才低宝, 他也会给我诸多好处, 当时我抢夺秦家的东西, 其实就是为了交给师爷, 被你击败的那两个活死人便是龙爷派来为我所用的, 至于幻大师, 也是师爷给了我一些丹丸作为报酬, 我才能请了幻大师保护我, 说到最后, 江峰恳求道, 求求你给我一条生路, 我愿意归顺高人, 苏臣眉头紧皱, 没想到还有这么一回事, 苏臣道, 你说的那个师爷在哪? 江峰说道, 我也不清楚, 师爷与我是单向联系, 苏臣的面色越发阴沉, 事情还真有些麻烦, 没成想着顶峰夜总会的老板, 是一名强者的手下, 苏臣道, 对了, 你刚刚说过, 你会搜寻天才地宝给那个师爷, 江峰连忙道, 没错, 将那些东西全部交给我, 我可以考虑放过你, 苏臣道, 江峰顿时愣住了, 他连忙道, 不, 不行, 那是我给师爷准备的东西, 若是日后师爷来找我, 我没法交差, 苏臣冷笑了一声, 这个时候, 你还想着跟师爷交差, 真不知道你是傻还是蠢, 如果你不把东西拿出来, 我现在就灭了你, 江峰的神色殷勤不定了起来, 苏臣也不理他, 而是放出感知反应了一番, 这一次他感应的范围比之前更广, 片刻之后, 还真感应到了那些天才地宝的气息, 苏臣道, 你不拿出来也没关系, 我灭了你后, 自己去拿, 你的那些宝贝, 应该就藏在楼下的一间密室里面吧, 江峰身子一震, 完全不明白苏臣是怎么知道的, 他叹了口气, 认命了, 啊, 我这就为您拿过来, 江峰走后, 苏臣在焕大师的身上搜了搜, 搜出了那幻影绝杀的武技, 苏臣看了看, 发现是太阳国的武技, 当即将密集撕成了碎片, 竟然练太阳国的东西, 真是给龙国舞者蒙羞, 苏臣冷哼道, 也就过了不到十五分钟, 江峰拿着两个保险箱走了过来, 打开保险箱一看, 里面全部都是各类药材, 甚至于还有一些穀物, 这些东西灵气逼人, 若是用在苏臣手中, 能炼制出不少丹药, 甚至苏臣还看到了几位药材, 可以淬炼他的肉身, 江峰跪地祈求道, 苏先生, 能否给我留一些? 苏臣道, 这个你得问秦又琴, 江峰连忙对着秦又琴哀求了起来, 秦小姐, 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高抬贵手, 秦又琴看到江峰卑微的样子, 姓江的, 你也有今天, 我爸求你的时候, 你可没放过他, 江峰被踹翻在地, 顿时面如死灰, 失业的东西没了, 他不死也得脱层皮, 苏臣扫了江峰一眼, 道, 你当初夺秦家的东西时, 就应该想过会有今天, 苏臣毫不客气地将两箱子天才地宝拿下, 随后叫上秦又琴大步走了出去, 见到两人出去后, 江峰和那黑丝美女紧绷的神经才松弛下来, 黑丝美女恶毒地说道, 江总, 这小子简直是目中无人, 等失业日后发现他, 失业一定会让他生不如死, 到时我要让他跪在我的面前, 舔我的鞋子, 江峰微微点头, 刚想说什么, 眼眸却是瞪大了起来, 他看到苏臣竟是原路折返走了回来, 黑丝美女的面色顿时变得惨白了起来, 苏臣道, 我忽然想起有点东西没拿, 一回来就听到了你说的那些话, 我, 我不是那个意思, 黑丝美女眼泪刷得一下子落了下来, 连忙跪在了苏臣的脚边, 高人, 我给您舔鞋子, 求求您放过我, 这一刻, 黑丝美女卑微如狗, 苏臣却是一掌灰在黑丝美女的身上, 黑丝美女的经脉瞬间断裂, 整个人像是一滩烂泥一般, 脸上也是鼻歪嘴鞋, 心思那么歹毒, 以后就不要出去见人了, 苏臣平淡地道, 一旁的江峰剑霸, 很是庆幸自己没有乱说什么, 江峰连忙从地上爬起, 不看黑丝美女一眼, 羡慕霸的道, 高人, 我送你, 门外, 魏家父子还在车内, 魏勋说道, 不要等了, 那小子恐怕已经死在了顶峰夜总会中, 你看错人了, 魏勋不相信, 苏臣能够在乾隆榜第三百九十五名的高手手中存活下来, 他断言, 苏臣已经暴毙在了顶峰夜总会内, 魏宽也是眉头直皱, 莫非苏臣真的死了, 可如果苏臣死了, 他魏宽以后恐怕也活不了, 毕竟苏臣给他下了毒, 正在犹豫中, 魏宽忽然看到了苏臣的身影, 他说道, 我大哥出来了, 魏勋连忙看了过去, 随后就看到了惊爆眼球的一幕, 江峰恭敬无比, 如同哈巴狗一般点头哈腰的宋苏臣走了出来, 再看苏臣面色平淡, 就连衣衫也没有破损, 这一幕让魏勋动梦了, 苏臣竟然真的安然无恙的走了出来, 此人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在请客间, 魏勋便拿了主意, 立即下车, 魏宽也连忙跟了上去, 两人快步下车朝着苏臣走去, 走到近前的时候, 还听到江峰无比公顺的对苏臣道, 感谢高人今天放我一马, 从此后我就是高人的奴仆, 有事一定随叫随到。 苏臣扫了江峰一眼, 看出了江峰眼底深处的阴毒, 苏臣不杀江峰, 只是他觉得那个什么师爷, 到了约定的日子一定会去找江峰, 到时师爷知道一切后, 定然会来寻仇, 主动送上门来。 滚吧, 苏臣道, 江峰如获大势, 连忙连滚带爬的回去了。 大哥, 我就知道你能安然无恙。 魏宽连忙对苏臣说道, 语气中还有些兴奋, 我替我爸说顶峰夜总会里有个大高手, 我还担心你来着。 你是说那个什么幻大师? 苏臣反问道, 魏宽看了魏勋一眼, 魏勋点了点头, 他知道的信息便是顶峰夜总会有幻大师作证。 苏臣回道, 被我废了。 简单的四个字, 却让魏勋的心中翻起了惊涛骇浪, 本来魏勋还猜测是不是那位幻大师不在, 苏臣才能安然无恙, 现在看来并非如此。 那名幻大师可是乾隆榜上的高手, 苏臣竟然废了他。 这一刻, 魏勋终于相信了他儿子的话, 一定要好好结交苏臣。 魏勋的神情变得极为热情, 他对苏臣道, 苏臣小兄弟能否赏脸来为家一叙? 苏臣拒绝道, 不用了。 魏勋脸上的笑容顿时变得僵硬起来了, 魏勋知道正是因为他之前的选择, 让苏臣对他有些不满了, 再想结交苏臣恐怕没有那么容易了。 魏勋的心中顿时产生了强烈的悔意。 第363章, 无以为报。 第363章, 无以为报有事再点你打电话, 我就先回去了。 苏臣对魏宽说道, 话毕, 苏臣和秦佑秦上了车, 很快离去。 两人走后, 魏勋深吸了一口气, 似乎做了什么决定? 他对着魏宽说道, 之前是我判断有误, 儿子你是对的, 务必要和此人结交一番。 能够杀死乾隆榜的高手苏臣自身的实力, 已经足以让魏勋震惊, 最关键的是苏臣的年纪。 苏臣今年才多大, 也是20岁出头的年纪, 这不得不让魏勋慎重, 甚至于他猜测, 在苏臣的背后, 恐怕也有顶级势力的存在。 爸, 我知道, 魏宽连忙点了点头, 只是有些话, 魏宽不知道该不该说, 就比如苏臣重伤五道协会古言的事, 到底要不要说出来。 话到嘴边, 魏宽也没有勇气说, 暂时的隐瞒了下来。 半小时后, 苏臣来到了安家附近, 秦佑勤不打算进去了, 他还有点事要办, 苏臣则是打开保险箱, 取了几位药帝给秦佑勤, 又写下了药方, 道, 用这些药材熬煮, 到时, 你父亲的身体就能够恢复了。 几位药材加上药方, 价值难以估量, 秦佑勤眼眶微红, 诚挚地对苏臣说道, 苏大哥, 真的谢谢你, 大恩大德,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 如果不是苏臣, 秦佑勤这辈子都不可能复仇, 今日看见江峰等人的惨状, 他心里也舒服了很多。 苏臣道, 事情还没解决呢, 我今日没费那个江峰, 是想将事业引出来, 你也不用这么着急地感谢我。 苏大哥能够帮我, 我已经很感激了, 如果有来是我一定做牛, 做马报答你秦佑勤真挚无比的道, 眼泪一个劲地流, 这一瞬间仿佛所有的委屈都得到了释放。 苏臣见气氛有些凝重, 玩笑一般的道, 我听说, 英雄就美的时候, 如果那英雄长得帅, 对方会说, 小女子无以为报, 只能以身相许, 如果那英雄长得丑, 对方就会说来是做牛做马报答英雄, 看来你是觉得我长得丑。 秦佑勤没笑, 他连连摇头, 苏大哥, 我不是那个意思, 秦佑勤伸出玉手, 解开了自己的衣服, 瞬间春光大现, 雪白细嫩的肌肤吹弹可破, 性感无比。 秦佑勤长相不差, 身材也是非常娇好, 这一拖衣服, 空气中顿时戴上了淫泥的味道, 看得苏臣眼睛都是一只。 苏臣连忙摆了摆手, 不不不,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就是开个玩笑。 苏大哥, 我是心甘情愿的, 秦佑勤抓起苏臣的手, 朝着自己的身体抓去。 不过就在这时, 一辆车开到了附近, 一直摁着喇叭。 原来是秦佑勤停车时, 把对方的车位占了, 苏臣连忙抽回了手, 说道, 先挪车吧, 现身的事以后再说。 秦佑勤红着脸, 用着细不可闻的声音, 答应了下来。 苏臣又是觉得放心了下来, 又是觉得有点遗憾, 他下意识地揉了揉手, 回味了一下之前手上传来的 富有弹性的触感。 我就先回去了, 你也早点回去, 车的话到时候 你直接放在徐氏集团就好。 过了一会, 苏臣说道, 秦佑勤还在害羞, 他低着头也不敢抬头看苏臣, 说了句好后便是飞快地开车离开了。 苏臣刚进小区就撞见了安家路, 安家路刚刚也看到了苏臣 和秦佑勤的身影, 安家路语气酸溜溜的, 约会去了, 办事去了。 苏臣道, 安家路没在说什么, 只是眼中的情绪有些失落, 他发现苏臣的身边 真的有美女环绕, 曾经他引以为傲的相貌 似乎真的不算什么了。 回了安家吃了饭后, 苏臣回到房间给高启阳打了电话。 电话接通后, 苏臣便问道, 高组长, 我有事想问你。 电话那头的高启阳不知道在哪, 周围的声音有些嘈杂, 怎么了苏先生? 苏臣问道, 你知道失老吗? 高启阳闻言, 回应道, 失老, 这我倒是知道, 他是六扇门的目标之一, 一些武者失踪案与他有关, 此人行踪诡异, 做事也是非常邪恶, 你问这个做什么? 苏臣道, 我和他有点仇怨, 高组长, 你要是有他的消息, 麻烦告诉我。 好, 高启阳想也没想, 就答应了下来, 不过他又不放心地道, 不过苏先生, 这个失老十分厉害, 比九毒妇人还要危险, 你怎么会跟他有仇? 三言两语解释不清, 有空见面了再跟你说。 苏臣道, 两人又闲聊了几句, 便是挂断了电话。 苏臣拿着一些药材, 又进行了药语, 这一次准备的药语, 是能够淬炼体质的药语, 用的自然是江峰献上来的宝药。 苏臣在浸泡时, 体内运行着不灭弓的法觉。 这不灭弓共有九重, 苏臣经过之前的练习, 已经练到了三重, 第三重名为坚如磐石, 加上苏臣的体质, 已经能在躲闪不及的情况下, 被动阻挡大宗师的攻击。 如今, 经过药语和苏臣的运气, 他的不灭弓借机突破, 正式进入到了第四重, 来到了窥然不动之境。 两个时辰后, 苏臣从药水中出来, 木桶中的药液已经没什么灵力了。 苏臣感受了一下自身, 自言自语道, 如今我的肉身, 哪怕不做任何防御, 大宗师也打不伤我, 这不灭弓比我想的厉害一些。 苏臣回到房间内, 继续修炼了起来。 与此同时, 天是一处名为五栋楼的地方内。 五栋楼从外面看上去十分古朴庄严, 在门外有着不少身强体装的人把守。 此地是天阳真人的休息处。 天阳真人今年已有七十岁, 但看上去神采异议, 无比威严, 他留着长发, 长发一丝不苟地梳理在脑后, 身上则穿着黑金色龙蚊长袍, 显得霸气无比。 在天阳真人的面前, 是宁天和一宁穿着大褂的衣生, 以及之前被苏臣废了的古炎。 古炎被废后, 天阳真人很是震怒, 在天室, 竟然有人敢动他的人, 这无疑是打他的脸, 简直不知死活。 他想知道凶手是谁, 偏偏古炎伤势极重, 无法开口说话, 以至于到现在, 天阳真人都没有查清凶手。 明天说道, 天阳真人, 您放心, 我带来的神医是中医圣手, 秦圣手, 有他在, 一定能够医治好你徒弟。 第364章, 赞不绝口的秦圣手。 第364章, 赞不绝口的秦圣手, 天阳真人不可置否地点了点头。 若是我徒弟能好, 让我知道凶手是谁, 日后我欠你一个人情。 天阳真人缓缓开口说道, 明天眼中闪过一抹喜色。 天阳真人在乾隆榜上排名273名, 在天室也是最顶级的高手, 有天阳真人助阵, 可以事半功倍。 天阳真人放心, 明天认真的道。 很快, 秦圣手便是为古炎检查起了身体。 秦圣手医术高明, 他利用中医之为古炎检测了一番, 只是越检测, 秦圣手越是心精。 他忍不住自语道, 好高明的手法。 秦圣手这话是什么意思? 一旁的宁天问道。 秦圣手道, 伤古炎的人, 恐怕也是一名非常厉害的中医, 他那一针摧毁了古炎的神经, 针力不多不少。 若是针力重了, 古炎便不会变成痴呆植物人, 而是会直接暴毙而亡, 针力要是轻了, 也达不到这样的效果。 他的针力准度就如同生包鸡蛋一般, 中了鸡蛋爆裂, 浅了连鸡蛋壳都包不开。 秦圣手连连感叹, 就连他都是有点自愧不如, 哪怕是让他来施这一针, 恐怕都达不到这样的效果。 天阳真人的面色有些难看, 叫你过来是让你来为徒弟医治的, 不是让你来感慨, 那敌人的医术是有多么高明的。 我用你告诉我, 伤我徒弟的人医术很高明不成。 一旁的宁天也意识到了此事, 当即便是轻咳一声, 说道, 秦圣手, 那能治吗? 秦圣手道, 稍等片刻。 秦圣手拿出银针朝着古炎的身上扎了过去, 他的神情极为认真, 一根根银针不断落下。 等到最后, 秦圣手的身上已经是蒙上了一层汗水, 整个人的精气神也削减了不少。 秦圣手说道, 单靠针灸治疗古炎行不通, 但我那里有着一张古方, 只要有各种天才地宝, 灵药配合, 不说让古炎恢复如初, 让他开口说话, 也是勉强能做到的。 宁天说道, 我宁家的宝库中有着不少天才地宝, 若是还不够, 明日我们便去御药园看看, 不管多么麻烦, 一定要将古炎治好。 这件事牵扯得太多了, 无论付出什么代价, 都要让古炎开口说话, 阿龙天阳真人。 秦圣手点了点头, 不过心中依然在为那一针感到惊艳, 到底是什么样的中医, 竟然能够将银针控制得那么巧妙, 恐怕就连价值术益的精密仪器都做不到。 这一切的始作俑者苏晨此时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他在安家修炼了一番, 又有了些许的感悟。 一夜无话, 第二天一早, 苏晨早早起来, 接到了一个陌生的电话。 电话一接通, 那头便是传来了一道优美的声音, 请问是苏先生吗? 没错, 你是? 苏晨问道, 我是叶初白。 叶初白的声音响起, 苏晨仔细想了想, 说道, 御药员的人? 没错, 打扰了苏先生, 是这样的, 我们御药员获得了一株灵药, 我知道苏先生对灵药很感兴趣, 不知道是否方便过来看看。 叶初白道, 此话一出, 苏晨顿时来了精神, 眼中闪动出期待的神色。 几天之前, 叶初白的确说过御药员会有灵药存在, 今日果然打电话过来了, 也不知道那是什么类型的灵药。 方便, 我现在过去。 苏晨一口便是答应了下来。 第365章, 冤家路窄。 第365章, 冤家路窄, 苏晨很快来到了门外, 刚想打车, 却瞧见了魏宽的声音。 你怎么在这啊? 苏晨问道, 大哥, 我一直在这附近, 魏宽也是直言不讳, 说道, 15分钟前, 我接到了叶小姐的电话, 说, 御药员有宝物到了, 我猜测大哥, 你肯定要去御药员, 就快点过来, 提前在这里等待了。 苏晨点了点头, 那叶初白的情商还真够高的。 苏晨是因为魏宽介绍, 才去的御药员, 叶初白估计是不想跳过魏宽, 直接联系苏晨, 所以先给魏宽打了个电话, 这样一来, 他也不会得罪魏宽。 苏晨说道, 的确要去看看。 大哥, 坐我的车, 我是你小弟, 有什么需要的, 尽管吩咐。 魏宽连忙主动请应。 苏晨扫了魏宽一眼, 道, 行。 一路上, 魏宽本来想开口说一说昨日的事, 可寻摸了半赏, 也没有什么好的说辞, 最后他也没说什么。 很快, 御药员到了, 接待苏晨等人的正是叶初白, 他穿着一身旗袍, 显得优雅大方, 整个人美艳到不可方物。 来到三楼之后, 苏晨道, 叶小姐, 听说有灵药, 拿来让我看看吧。 叶初白道, 这种灵药, 一般我们御药员会散布消息出去, 让那些达官贵人和武道世家的人一同过来, 嫁高者得。 苏晨眉头微皱, 暗道一声麻烦。 不过苏晨也能理解, 灵药这种东西, 御药员肯定也是想卖个高价, 毕竟御药员也不是做慈善的。 但是, 叶初白又道, 但我知道苏先生实力了得, 之前你对我的那一枚丹药, 已经让整个御药员震动了, 所以这次, 我除了您和卫少之外, 谁也没通知。 苏晨心中一动, 暗想此人还真会做生意。 魏宽在一旁笑道, 叶小姐, 这话你说得我都心动了, 赶紧拿出来让我开开眼科好。 叶初白妩媚一笑, 转身去取灵药了。 片刻后, 叶初白拿来的看上去不太规则, 如同果实一般的东西回来, 那东西外观为紫色, 全都大小, 灵气逼人的同时中还夹杂着雷意。 苏晨惊讶道, 这是急雷树心。 这东西的确能称得上灵药, 传闻是在千年老树中的树心, 而这种老树要经历百次雷霆之后, 才能御御出这种树心, 就连苏晨以前也没见过。 苏先生, 好眼烈, 见苏晨一眼就发现了此物的来历, 叶初白也有些惊叹。 苏晨道, 在取这树心的时候, 恐怕产生了一些疏漏, 让这树心的灵气没达到顶峰, 不过即便如此, 也是相当厉害了。 苏晨心头火热, 他之前靠雷积木领悟了雷霆, 珍气中蕴含天雷之气, 但一直无法壮大, 如果得到这灵药, 苏晨的天雷珍气会产生蜕变, 到时威力会无比惊人。 价格如何? 苏晨问道, 他知道最关键的是价格。 叶初白说道, 我和要老他们讨论过了, 价格要这个数字。 魏宽在一旁看到, 瞬间有点傻眼, 道, 三十亿。 三十亿这个数字, 已经是一些三线豪门的全部身家了。 魏家虽然有钱, 但对魏宽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数字。 差不多是这个数, 不过若是苏先生还有丹药的话, 也是可以置换的。 叶初白说道, 说到最后, 叶初白的眼中还蕴含着期待之色, 显然他更想要丹药。 毕竟上一次, 苏晨是给了一枚六纹丹药, 让整个御药员震动。 苏晨想了想, 他手中的确还有一些闲置丹药, 不过上次叶初白也说了, 这些丹药如果拿到拍卖行, 价格会更加惊人。 他的手里正好还有钱, 前阵子他从宁家宁财那里拿到了四十亿的赎命钱。 苏晨说道, 一般的丹药, 你们看不上, 等级高的丹药, 我手里也不多, 还是付钱好了, 三十亿我转给你。 见苏晨面部红星不跳的, 叶初白更加迷惑了, 之前苏晨不是连几个亿的药材都要置换吗, 怎么今日一下子能拿出三十亿了? 他死都想不到, 这钱是苏晨从宁财那拿来的。 很快, 苏晨转款完毕, 随后他对叶初白道, 感谢你这次只通知了我和魏宽, 作为回报, 到时候这极雷树星会被炼制承担, 我会免费送你们一颗用极雷树星炼制的丹药。 叶初白闻言, 眉眸顿时瞪大了起来, 苏先生, 您是说真的吗? 我不喜欢骗人。 苏晨道, 苏晨之所以做出这样的承诺, 也是想和御药员关系清静点, 这样以后再有什么天才地宝, 御药员也一定会优先给他。 叶初白依然难掩震惊, 他低声道, 苏先生, 莫非您是炼丹师不成? 若苏晨是炼丹师, 那叶初白一定会倾其所有的去结交苏晨, 甚至于叶初白感觉到苏晨就是一名炼丹师, 不然怎么会有底气说出来这样的话? 我不是炼丹师, 我只是恰巧认识一位高人而已, 苏晨感觉自己有点失言, 他怕自己能炼丹的身份会引来太多麻烦, 当即便撒了个谎。 他的确不喜欢骗人, 但有时候说谎, 的确能免去不少麻烦。 一旁的胃宽被苏晨震惊的次数多了, 反而没有那么惊讶, 更多的是生出了一种自豪感, 不愧是自己的大哥, 就是牛逼。 不想给叶初白细问的机会, 苏晨就要将吉雷树心收起来, 准备离开, 忽然一道惊讶无比的声音响起, 灵耀, 宁天少爷, 那是灵耀。 一名老者激动不已地喊道, 他穿着一身大褂, 看上去气质不凡, 此刻满脸失态, 在他身边的便是宁家宁天, 穿着一身敌挺的西装, 表情骄傲, 身后还跟着几名强者。 宁天? 苏晨眉头又皱了起来, 他没记错的话, 他那个仇敌就叫做宁天, 只是没见过面。 宁天和秦圣手就是来御药园买药材的, 为的就是医治古炎的病。 灵耀? 没想到御药园有这等宝物。 叶小姐, 你竟然没通知我, 实在是太不仗义了。 这灵药, 我要了。 宁天显得极为高傲, 道, 你开着架吧。 叶初白甘笑了一声, 说道, 宁少, 这次是事出有因, 这药恐怕卖不了你了, 我刚刚已经将药材卖给了这位客人。 宁天的视线这才落在苏晨的身上, 而苏晨也在打量着宁天。 两人的目光在一瞬间触碰。 第366章, 剧烈冲突。 第366章剧烈冲突苏晨看见了宁天, 以他观像来看, 发现宁天的面相的确是富贵器, 做事能一帆风水, 体质也十分特殊, 带着些许吞噬的气息, 有些神秘。 苏晨仔细想了一下老家伙教的东西, 之前老家伙还有一项没有告诉苏晨, 便是关于修炼体质的事。 苏晨当时还询问过老家伙, 老家伙当时打着酒格对苏晨道, 这世上哪还有人比你这小混蛋的体质妖念, 其他体质你不用管也罢。 所以, 苏晨也只是了解了个皮毛。 竟然这么快就卖给了别人, 宁天瞪为夜出白一眼, 眼中带着不加掩饰的仇视。 随后, 宁天对苏晨说道, 你买这株药材, 花了多少钱, 我双倍给你, 现在立马放下药材离开, 否则后果自负。 宁天的语气霸道至极, 根本没打算与苏晨商量。 至于苏晨身旁的魏宽, 宁天似乎也没有将他放在眼里。 苏晨没有说话, 魏宽则道, 宁少, 这是我朋友, 给个面子。 魏宽的心情很紧张, 他知道苏晨和宁家有仇, 不过好在宁天似乎没有认出苏晨。 给面子, 宁天择了一声, 说道, 就是因为有你魏少爷在这, 我才要出双倍的价钱, 今天这灵药我要定了。 魏宽的面色变得很是难看, 倒是苏晨表情如常, 他道, 这药材不会给你, 死了这条心吧。 宁天一愣, 目光也变得冰冷了起来。 他缓缓开口道, 你确定? 苏晨道, 确定, 今天这药材, 你拿不走? 你知不知道我是谁? 今日你将药材给我, 本少给你一个八九的机会。 宁天再度开口, 宁天带来的人立马对苏晨说道, 睁大你的狗眼看好了, 这位是宁家大少宁天, 小子, 你不要不识好歹。 苏晨表情依然淡然, 我今日还真有些不识好歹了。 一旁的叶初白都有些紧张了, 他深知宁天的形势风格, 苏晨若是得罪宁天那的确不是一件好事。 当下叶初白就想出来说两句话, 他道, 宁少, 你别说话, 宁天毫不客气地打断。 宁天死死盯着苏晨, 他感觉到苏晨的声音有些耳熟, 但一时间想不起来在哪听过。 当下他问道, 小子, 你是谁? 我看看你有没有资格被本少践踏。 苏晨笑道, 宁天, 你小弟宁宇被送进监狱, 你弟弟宁财被打成重伤, 宁家高手死了一个又一个, 你不知道我是谁? 此话一出, 宁天的眼中顿时浮现出了实质般的杀意, 让整个御药员的空气都是冰冷了几分。 宁天的声音阴沉无比, 你是苏晨? 没错, 正是我。 苏晨淡淡地道, 所以你觉得我会给你这个面子吗? 我不抽你就算不错了。 好狗不挡路, 让开。 苏晨道, 宁天都快要气疯了, 这是他第一次见到苏晨, 文明不如一见, 苏晨嚣张更甚, 比宁天想象中的还要嚣张。 你找死啊。 宁天怒声道, 魏宽壮着胆子来到了苏晨身前, 道, 宁少。 宁天问道, 好你个魏宽, 你和我宁家仇敌交朋友, 简直是不将我放在眼里。 魏宽的额头上满是冷汗, 眼神却是十分坚定, 宁少, 苏晨是我大哥, 能否看在我的面子上, 今天的事情算了。 看在你的面子, 你在我这里有什么面子? 宁天寒生问道, 你魏宽没资格管今天的事, 你若执意要管, 我宁家与你们魏家开战。 魏宽的面色顿时变得有些苍白, 若是宁家真的开战魏家, 后果他承受不起。 不过, 他依然坚定不移地站在了苏晨的前方, 这倒是让苏晨有些感动。 苏晨轻轻推开魏宽, 他对宁天说道, 宁天不用威胁魏宽, 这是和他没关系。 对付你, 我一人足矮, 毕竟在我眼里, 你连东西都不是。 放肆, 宁天身后的高手, 听不下去了。 一名手持短棍, 眼神凌厉的中年男子猛然出手, 他手中的短棍扬起, 带着凌厉无比的狂风, 瞬间朝着苏晨的头颅砸下。 他的动作快如闪电, 这一棍的力道能够砸碎一块巨石。 苏晨的动作更快, 他站在原地未动, 猛然出手, 瞬间捏住了空中的短棍。 一股无形的劲气瞬间爆发, 让整个地面都是一阵。 那名眼神犀利的中年男人, 额头上青睛直冒, 但任凭他如何用力, 他手中的短棍都是无法再压下来半寸。 他的面色已经变得猙獰了起来, 但苏晨的表情依然平淡, 就像是没有耗费多大的力气一般。 旋即就听到咔嚓的一声脆响, 那中年男人的短棍竟然是寸寸军裂, 最后直接爆开。 中年男人的手掌鲜血淋漓, 他痛呼一声, 苏晨便是一掌印在了他的胸口上。 寸净爆发, 中年男人身后的衣物直接爆开, 五脏六腑都产生了剧烈的疼痛, 身躯更是倒飞, 而出重重衰落在地上。 苏晨脚步一踏, 便是要乘胜追击, 直接将这名高手废掉。 小子, 住手! 这时, 一名穿着蓝衣的老者说道, 他猛然出找, 对着苏晨找来, 在他的手爪上淡蓝色的气静猛烈的爆发, 带着一股极寒之气, 他的气势也是相当惊人, 远超一般的大宗师。 苏晨悍然出手, 两人的手掌在瞬间触碰到一处。 金铁撞击在一起的声音传来, 两人的手掌中间爆发出一道极为恐怖的气静, 玉耀阁三楼所有的窗户都是瞬间爆裂, 化作一地碎片。 苏晨和蓝衣老者同时分开, 蓝衣老者的眼中充斥着震惊之色。 刚刚他的一击竟然被苏晨轻松化解了, 甚至于蓝衣老者的右手还在隐隐作痛。 两人交手震惊了不少人, 就连玉耀员的强者也被惊动了。 诸位, 玉耀员之内素来和平, 有任何矛盾请你们离原化解。 一道苍老无比的声音响起, 人未道, 声音先道, 以气欲生。 片刻后, 一名老者才缓步走了上来, 一头白发, 穿着汗衫和大拖鞋, 可身上的气势却是不容小觑。 此人便是玉耀员最德高望重的一位, 外面都称呼他为药老。 第367章提出斗药, 第367章提出斗药老出现, 那名蓝衣高手便是没有在动, 似乎对药老颇有鸡蛋。 而宁天也暂时收起了一些怒意, 给了药老一些面子。 苏晨也没有再出手, 什么药老他不认识, 不过玉耀员将集雷树星卖给苏晨, 苏晨自然也要给玉耀员面子。 苏晨, 既然药老出现了, 我今日不杀你, 放下灵药鬼。 宁天依然破为傲气, 出言说道, 宁天这人骄傲无比, 苏晨文言不懈地笑道, 宁天, 我刚刚已经说过了, 你在我眼里连东西都不是, 你有能耐, 尽管来抢。 你, 宁天的眼中满是杀意。 不过, 一旁的蓝衣高手却是暗中传音, 对宁天道, 宁少, 这个苏晨没那么简单, 实力恐怕在我之上。 尽管对苏晨的实力有所了解, 此刻的宁天还是一惊。 这蓝衣高手是宁家一线的高手, 实力恐怖至极, 就连这名蓝衣老者都说实力恐怕不如苏晨。 那灵药灵气逼人, 对于修行有着莫大的好处, 若是交给我我, 恐怕也能在武道上精进不少, 绝对不能让苏晨得到。 蓝衣老者再度传音, 这声音只有两人能够听得到。 要老打量着苏晨, 要老之前就听说过苏晨的名字, 今日才是第一次见面, 他发现这苏晨果然不同反响, 面对宁天都毫无巨色。 要么是苏晨自身强大, 要么便是苏晨的背景惊人。 宁天深吸一口气, 不要老道, 要老您家和御药员关系也算亲近, 此人与我有仇, 那朱灵药能否转卖给我宁家? 抱歉, 您少爷, 药菜已经出手, 我们御药员也没有将他拿回来的道理。 要老淡淡地说道, 宁天一咬牙, 瞪了药老一眼。 若非御药员来历神秘, 宁天才不会给这个面子。 御药员作用那么多宝药, 还无人敢抢夺, 是因为他的背后有着一个全国甚至全世界级别的商会, 所以在御药员之内几乎没人敢闹事, 就算他是宁家大少, 也不好跟御药员来硬的。 就连宁天也无法完全摸清御药员的底细。 苏晨对魏宽说道, 走吧, 我还要回家熬药。 魏宽巴布地赶紧离开, 连忙要跟在苏晨的身后。 不过, 就在这时, 宁天再度开口, 苏晨, 你给本少站住。 苏晨道, 宁天, 你又想干什么? 我发现你怎么和狗皮高药一样。 宁天变色冰寒, 说道, 苏晨, 你不用猖狂, 其他的事, 我们日后再算。 你手中的灵药我现在不能让你带走, 你敢和我赌吗? 苏晨问道, 怎么赌? 我调查过你, 知道你一数了得, 不如这样, 你我笔识炼药, 你若输了, 你将这灵药交给我。 宁天道, 苏晨的脸上闪过一丝古怪的神色, 鄙视炼药, 那这宁天不是自取其辱吗? 为了不让苏晨将灵药带走, 宁天竟然急切成了这个样子。 苏晨问道, 若是你输了呢? 宁天说道, 若是我输了, 我拿出此物赠送于你。 宁天拿出了一株药材, 那药材为红色, 看上去也是灵气充裕, 充满生机, 被称为赤龙脚, 对于气血有着极强的增幅。 苏晨一看便知道, 这药材是一株天才地宝, 如果配合上苏晨之前得到古木春, 能炼制出生机无比惊人的丹药。 单一拿出赤龙脚来炼药, 也能够炼制出, 能够短时间增幅气力的丹药。 虽然不是灵药, 但是十分厉害的天才地宝。 不过, 苏晨摇了摇头, 说道, 你这东西虽然贵重, 但不配与我今日得到的灵药相提并论, 明天, 少打你的如意算盘。 明天冷笑道, 本少不会占你便宜, 你也没资格让本少占你的便宜, 除此之外, 我还会拿出十个亿来与你赌。 你若胜出, 十个亿和这宝药都是你的。 苏晨心中一动, 正明天上赶着送药送钱。 苏晨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他甚至觉得, 面前的明天没有那么可恶了。 谁会跟一个给自己送钱的傻子过不去? 明天似乎还生怕苏晨不答应, 他继续说道, 不仅如此, 我还会提供一个消息给你, 有关于孟家的消息。 苏晨一震, 随后淡笑道, 这种激将法你以为我会相信? 苏晨, 本少懒得跟你开玩笑, 我的确有一个孟家的消息。 明天也笑了, 笑得极为玩味。 苏晨想了想, 不管明天说的是真是假, 如今的明天又要送药, 又要送钱, 自己似乎没有理由不答应。 大哥不要中简, 魏宽低声出言。 随后, 魏宽说道, 站在明天旁边的那人是情圣手, 炼药堪称一绝, 在炼药方面, 整个天使无人能出其用。 在秦圣手做医生之前, 就与药材打交道, 是从药童做起, 所有药材的功效, 世界上几乎没人比他清楚。 叶初白也是事实的提醒, 苏先生, 你要是不愿意鄙视, 也可以拒绝。 两人都知道苏晨在医道方面有些本事, 可对方的身边站着的可是秦圣手, 他们都觉得苏晨胜算很低。 苏晨问道, 若是我们鄙视, 谁来当裁判? 要老在这, 自然是要老当裁判。 宁天说道, 苏晨文言点了点头, 随后他都要老说道, 劳烦老先生当裁判了。 此话一出, 胃宽有些急了, 苏晨这样说的意思, 不就是答应了宁天的条件吗? 而一旁的叶初白也是一无脸。 合着苏晨是一句话都没有听进去, 宁天的脸上不由地露出了笑容, 他料定苏晨会非常自傲, 现在看来果真如此, 就连药老都是有些错愕。 要老到, 既然你们要鄙视炼药, 我还是有话语权的, 之前预药员也有过斗药鄙视, 我会给你们同样的药材, 你们用同样的药材自行熬煮, 谁熬出来的药液药效更强, 老夫一品便知, 你们觉得意下如何? 秦圣首说道, 要老得高望重, 提出的建议也是十分周全, 我没有意见。 秦圣首对自己也是相当自信, 这次鄙视对他来说就是手拿把捏, 偌大的天使竟然还有人敢和自己比熬煮药液, 简直是找死, 如果与他鄙视的人是要老, 他还没有什么把握, 毕竟要老太神秘了, 可应战的是一名年轻人, 秦圣首心中简直是不屑到了极点。 苏晨耸了耸肩, 淡淡地道, 我也没有意见, 既然要比试, 那就尽快吧, 我还急着回家呢。 苏晨那淡然的样子, 让众人神太可异。 叶初白觉得苏晨有些拖大了, 他忍不住提醒道, 苏先生, 秦圣首实力惊人, 苏先生还是不要掉以轻心了为好。 第368章, 炼药比试。 第368章炼药比试, 谢谢叶小姐的好意, 不用了。 苏晨平静地道, 叶初白有些无语, 如果不是苏晨给他的惊喜, 实在是太多了, 他都怀疑着苏晨是不是太不知好歹了。 要老吩咐人下去准备药材了, 没过多久, 两分一模一样的药材, 便是被盛了上来。 此时, 御药园三楼的人渐渐多了起来。 当众人得知有人斗药, 众人也是入出极为期待的神色, 凑热闹, 那是人类的天性。 没想到在御药园又有斗药看了, 记得上一次斗药还是在三年之前, 有人压低声音说道, 没错, 你看那名老者, 那是大名鼎鼎的秦圣手, 是他出手斗药不成。 不会吧, 不是有人疯了吧, 竟然想与秦圣手斗药? 众人议论纷纷, 两份药材已经摆放在了桌子上, 宁天自信满满地道, 苏晨, 现在你将灵药给我还来得及, 省得一会出丑。 是, 就不怕你。 宁天, 要不我们再加一条? 嗯? 宁天纳闷地看了一眼苏晨。 苏晨道, 若是我赢了, 我再抽你一耳光。 宁天的表情先是一致, 旋即, 他的脸上灯石露出了很利无比的神色。 这苏晨实在是太猖狂了, 而且宁天发现, 苏晨总是能够在三言两语之间就能够激起宁天的怒火, 让宁天愤怒至极。 宁天转头对着秦圣手望去, 秦圣手便是对宁天微微点头。 在炼药的方面, 秦圣手绝不相信自己会弱于人。 视线交出之后, 宁天收回视线, 对苏晨道, 小子, 既然你想自取其辱, 本少也没有理由不满足你, 若是你输了。 宁天指了指自己的身下, 道, 我要你跪着爬过去。 苏晨淡然一笑, 没问题。 宁天都不知道苏晨的自信到底是从何而来, 就连在场的众人也是无比好奇。 要老让人递上来的药材比较普通, 还没有什么互通之处。 在场的众人中, 也不乏有对药材有所研究的人, 看到双方的药材, 众人的眼中也是流露出了复杂之色。 川屋, 草屋, 这一共快十种药材, 都是不宜同用的药材, 并不相容, 很难组合成药方啊。 这时, 有人说道, 就算是想要组成对火候的把握和判断, 也是相当困难。 另外一人也是出言道, 没错, 这便是要老笔式的考题, 几种药材相克, 无论是谁想要组合成药方, 都要仔仔细细的斟酌才是。 众人纷纷出言, 表达自己的看法。 下一刻, 秦圣手先动了, 他并未取所有的药材, 而是取了其中的七种药材, 放入了主要的器皿内。 这几位药, 能够组成什么药方? 在场有人不禁小声疑惑道, 不清楚, 在我看来, 这些药都难以组成一种药方。 秦圣手是拿着这几位药材, 组成了一个趋热通气的方子。 就在这时, 一名在场的老中医开口道, 老中医道, 他挑选的那些药物, 要经历极为复杂的熬煮, 才能熬制成功。 我在老术中见过, 这药方名为镇神解气方。 不过, 就算我知道这几位药材能够成方, 想要炼制出来, 也是比登天还要难。 药老的眼中, 也是闪过一丝赞同之色。 他让人拿的这些药材, 的确相克, 能够挑选几位成方, 已经很了不起了。 就算是那些沉浸在医术中, 十几年的老中医, 也很难用这些药材成方。 他的视线又落在了苏晨的身上。 就看到苏晨大火, 将主要的水煮沸之后, 便是开始倒入药材。 他先是倒入了一种药材, 随后转为中火, 再倒入另外一种药材, 再转为小火, 再放药材。 那十来种药材, 苏晨至少转换了十几次的火候, 到了最后, 他将所有的药材, 全部放在了锅内。 药老愣住了, 他没想到苏晨会将所有的药都倒进去。 在场的众人更是注意到了苏晨的举动, 一时间众人议论声大气。 这小子是在干嘛? 他竟然将所有的药材都用了, 他是不是傻? 这十位药材, 无论如何都不能成方, 煮在一起会有剧毒。 众人的眼中满是不屑, 在他们看来, 苏晨简直就是在胡搞。 就连在主要的秦圣手, 也是抽空看了一眼。 当看到苏晨的做派之后, 秦圣手的眼中也是流露出了极为不屑的神色。 秦圣手心中暗道, 要老给这十种药材只不过是障眼法, 根本没想着有人能够用这十位药材成方, 这小子上当了。 这种浅薄的骗局都看不出来, 这小子简直不配成为我的对手。 秦圣手冷笑连连, 魏宽和叶出白的脸上满是担忧的神色。 魏宽自然是不用多说, 他现在已经是完全地站在了苏晨这边, 苏晨输了, 对他来说没有半分好处。 而叶出白之所以担忧, 则是因为苏晨在炼药方面输给了秦圣手, 那不就恰恰证明苏晨不会炼丹吗? 那自己费大力气结交苏晨, 又图什么呢? 过了将近二十分钟的时间, 秦圣手炼药完毕, 他倒出橙青色的药汤放在碗中, 随后交给了药老。 药老端其碗品尝了一番之后, 便是开口说道, 不愧是秦圣手。 这清热解气方药力十分厉害, 头疼脑热,便秘之症, 给出了极高的评价。 而秦圣手的眼中也是闪过一抹得意之色。 不愧是秦圣手啊, 就连要老都赞叹有加。 那是不然你以为秦圣手的名头怎么来的? 众人出言道。 宁天大喜, 他的眼中流露出自傲之色, 转头对着苏晨道, 苏晨, 我看你也不用再炼制了, 赶紧认输从我的身下撞过去, 不要再自取其辱了。 苏晨充耳未闻, 他不断地控制住火候。 二十多分钟的时间, 苏晨控制火候不下百次。 终于, 又过了十分钟后, 苏晨从主要器皿中 倒出一碗黑乎乎的药液递给了药牢。 看着这碗黑乎乎的药液, 众人顿时哄笑出声。 这人懂不懂炼药, 这碗药看上去简直就是毒药。 这个毛都没有长齐的人, 也配做秦圣手的对手。 几人不断出言, 就连秦圣手也是满脸的讥讽。 小子, 你简直是在胡闹。 第369章, 两巴掌。 第369章两巴掌, 所有人面带讥讽。 他们都认为, 苏晨这一把已经是输定了。 宁天更是无比的得意, 想到一会苏晨要从自己的身下钻过去, 宁天更是有些喜色, 他早已经将苏晨当作了仇敌, 自然不会放过侮辱苏晨的机会。 苏晨却没有理会众人的言语, 他直接将药液递给了药牢, 随后道, 尝尝吧。 这药液还用品尝吗? 这喝了岂不是要拉肚子? 是药液还是毒药啊? 药老没有理会众人的话, 他低头看着这碗药液若有所思。 药老拿起勺子, 轻轻触碰了一下药液, 没想到, 那一团黑乎乎的东西竟然是直接化开, 随后一股清香便是爆发了出来。 这股清香让众人都是愣在了原地, 本能的觉得有些不对, 而秦圣手的表情也变得严肃了起来。 这时, 药老的眼中闪过一抹金色, 他道, 这, 这是。 石绝攻毒液, 苏晨的声音响起, 这, 古书中记载的莫非是真的? 药老的表情中顿时流露出无比震动之色。 什么是石绝攻毒液? 有人问道, 这次药老亲自解答, 他说道, 我准备的这些药材, 是按照古方中明为石绝攻毒液的药方准备的, 我一直没有练制出这个药方, 没想到真的能有人练制出来。 其实, 药老准备这个药方时, 也是想试试秦圣手和苏晨能否练制出这药方来, 他想知道这种古方到底是不是真实存在的。 秦圣手没看出来这个药方, 可苏晨竟然看出来了, 什么人? 众人的脸上流露出错愕之色。 药老说道, 不过这位小友, 我虽然能看出这是石绝攻毒液, 但也不敢保证你练的药液真的有效。 没错, 那方子是古方, 谁知道练出来的到底是不是真的? 秦圣手此时也是开口说道, 他不相信苏晨真的练制出了古方。 苏晨道, 想要辨别我炼制的药液到底是不是石绝攻毒液也很简单。 这药液是一种猛药, 是以毒攻毒的方子, 只要喝下一瓶毒药, 再用此方便是能化解。 辨别是否要笑的办法, 苏晨已经给出来了。 秦圣手此笑道, 那万一别人喝了毒药, 你这药液没笑, 那岂不是要出人命? 就是, 谁敢喝下毒药再用你这个方子? 你这不是害人吗? 苏晨没说话而是静静地看着药老。 药老作为这次鄙视的裁判, 一切自然是他来定夺。 药老说道, 诸位, 稍安勿躁, 既然这一次鄙视是在御药园发生的, 那辨别的事就交给老夫吧。 随后, 药老吩咐道, 小叶去将那瓶蛇毒伞拿来。 药老, 叶初白有些担忧地看着他, 那蛇毒伞的确是非常厉害的毒药, 若是苏晨炼制的药液没有用, 那后果不堪设想。 药老摆摆手, 道, 放心吧, 快去取来。 没过多久, 叶初白便是拿来的蛇毒伞。 药老将蛇毒伞打开, 当着众人的面吞下一小勺的毒粉, 没过多久, 药老的脸顿时变得胀泽起来。 蛇毒伞发作得很快, 药老的呼吸都变得困难和急错了几分。 众人见后, 也是略有担忧。 药老连忙又拿起了苏晨熬制的汤药喝了下去, 几乎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药老脸上, 身上发生的胀紫色竟然开始缓缓地削减了起来。 前后不过五分钟的时间, 药老从刚刚呼吸困难面带紫色的样子, 顿时变得正常了起来。 这一幕堪称神奇, 让众人都是惊讶地说不出话来。 而药老在长舒一口气后, 感慨道, 果真是石绝功毒业。 胜负一分, 我宣布, 苏晨获得这次炼药比斗的胜利。 众人哗然一片, 其实哪怕老不宣布, 他们自己心里也清楚到底是谁强谁弱。 可当药老宣布之后, 众人才彻底地清醒过来, 竟然有人在炼药胜过了秦圣手。 秦圣手那可是炼药界的神话, 这一次神话破灭了。 秦圣手的表情顿时变得有些呆滞, 宁天的面色也是瞬间变得极为难看了起来。 一切答案自见分晓, 秦圣手声音沙哑, 对宁天说道, 宁少爷, 我输了。 秦圣手你, 宁天恨得咬牙切齿, 但又无法用恶毒的言论攻击秦圣手, 毕竟天阳真人那边也需要秦圣手的帮忙。 滔天的怒火在宁天的胸膛之中翻涌, 不过宁天也只能暂时压下怒起来。 他的面色一阵轻一阵白, 到了最后他扔下宝药和十个亿的支票, 道, 苏晨, 这次算你走运, 不过日后你不会活得那么舒服。 话必, 宁天转身就要离开。 等等, 苏晨的声音响起, 宁天, 你是不是忘记了, 我们还多加了一条赌约, 若是你输了, 你被我删一巴掌, 你是不是脑子不太好使了, 忘心这么大呢? 苏晨的声音响起, 宁天脚步站定, 却是回身冷笑着对苏晨道, 本少是答应你了, 可你敢动本少一根手指头吗? 你可知道动了本少的后果。 此话, 让御药员在场的众人也是焦头接耳, 一轮纷纷。 在这偌大的天势, 哪有傻子敢打宁少的脸? 都拿了十个亿, 还有一株宝药了, 还想扇宁少的嘴巴。 宁天再度冰冷地开口道, 苏晨, 你敢动我一下, 日后让你生不如死。 宁天身边那名蓝衣老者也是开口说道, 小子, 这次虽然是你赢了, 可以凝少的身份地位是不可能被你欺辱的, 我劝你还是好自为之吧。 苏晨点点头道, 明白了, 你们是想赖账。 大哥, 一旁的胃宽都忍不住拉了拉苏晨的衣服, 若是真扇了宁天的巴掌, 那双方的冲突恐怕再也无法解决了。 叶初白也是劝道, 这是要不然还是算了吧, 苏晨没有接话, 而是目光炯炯地看着宁天。 宁天说道, 我就是赖账你也奈何我不得。 苏晨, 我知道你很强, 可你和我是鱼泥之扁, 你这种草根能得一次便宜, 已经足够你光宗耀祖了, 见好就收吧, 你伤我的人和伤我完全是两种性质。 的确, 宁宇和宁财虽然也是宁家人, 可不是宁家的大少爷, 动了宁天的事情要严重多了。 如果说动了宁宇和宁财, 宁家和苏晨还有一丝缓和的余地, 那动了宁天, 那就是毫无回旋的余地。 苏晨沉默了一下, 就在众人以为苏晨要接受时, 苏晨脚步一踏, 整个人朝着宁天暴射而去。 宁天带来的几名强者, 时刻盯防着苏晨, 他们以蓝衣强者为首, 连忙阻拦苏晨。 苏晨手中金刀浮现, 随后猛然一斩, 一道刀芒仿佛扭曲了空间, 朝着蓝衣强者等人暴射而去。 一众强者面色一变, 暴响声响起, 宁天的脸顿时鲜血爆发, 被苏晨一巴掌扇飞。 这一巴掌是你欠我的。 苏晨淡淡地道。 随后苏晨再次脚步一踏, 宁天道飞而出的身躯还未落地, 苏晨便已经来到了他的身边。 啪! 又是一记耳光声响起, 苏晨又扇了宁天一巴掌。 苏晨冰冷的声音响起, 而这一巴掌是你赖账的惩罚。 第370章 震惊的消息 第370章震惊的消息, 这两巴掌可谓是惊爆了众人的眼球。 小先生, 不要再出手, 给玉奥远一个面子。 要老的声音响起, 他的视线落在了苏晨的身上。 苏晨文言也没有再度出手, 在这里, 他的确无法诛杀宁天。 你敢在我们面前如此欺辱宁手? 蓝衣老者气息暴动, 恨不得生生撕碎苏晨。 只不过, 蓝衣老者清楚, 苏晨的实力恐怖无比, 就连他们联手也未必是苏晨的对手。 而在场的众人, 看见宁天满脸鲜血的模样, 都是感觉无比惊悚。 宁家大少, 竟然被人连扇了两个巴掌, 被打成了重伤。 这件事一旦传出去, 整个天势都会彻底的震动, 宁家和此人也会不死不休。 苏晨说道, 既然打了赌, 那就要履行。 宁天, 我今日是教你什么叫做掩而有幸, 这两个巴掌就是你的学费。 宁天的眼中满是阴毒之色, 争鸣无比, 他道, 苏晨, 你不得好死, 日后宁家一定要将你挫骨扬灰。 宁天的声音无比嘶哑, 他第一次在一个人身上吃这么大的亏, 他活了这么大, 第一次如此难受。 苏晨道, 如果你说的话有用的话, 今天躺在这里的人应该是我, 而不是你。 随后, 苏晨继续说道, 对了, 你刚刚说过, 你有着一个关于孟家的消息没有告诉我, 现在将事情告诉我。 宁天的眼中满是试杀之色。 苏晨道, 你若还想赖账? 他举起了手, 其中的意思不言而喻。 宁天笑了, 到了这个时候, 宁天还笑得出来, 他的笑容中满是争鸣和疯狂。 苏晨你今天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杀我, 你放心, 这消息我会告诉你的。 宁天擦着脸上的血, 说道, 这件事你很快就会知道了, 孟仙现在与我们宁家有了合作, 现在我与孟仙经常待在一起。 苏晨淡然的表情豁然一变, 你说什么? 宁天道, 苏晨我告诉你, 孟家覆灭与否, 就在我一念之间, 孟仙这个女人以及你的命, 我也要定了, 我很期待到时候, 你能否如同今日一般猖狂。 宁天狂笑了起来, 宁天现在身边的确没有强者能够诛杀苏晨, 但他相信最后的赢家一定是他。 他笑得极为猖狂和邪恶, 笑得让苏晨都有些浮躁了。 于是, 苏晨一脚踩在宁天的手臂上, 踩到宁天痛呼了起来。 苏晨说道, 宁天, 今日是我们第一次相遇, 但绝对不是最后一次。 你相信我, 一旦你触及了我的逆灵, 整个宁家都会给你陪葬。 苏晨收回了脚, 对魏宽说道, 走。 魏宽立马跟了上去, 今日的事也是超过了魏宽的理解范畴。 苏晨的实力和魄力, 让魏宽都是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那种霸道, 让魏宽前所未闻。 苏晨在来到楼梯口时, 被兰衣强者等人阻拦。 苏晨道, 让开, 我今天心情一般, 你在挡着我, 你们与你们的宁家大哨一起死。 蓝衣强者知道, 苏晨说的话是真的, 以苏晨的实力, 真的可以让他们横死在这里。 小子, 你很强, 但是宁家能够屹立百年, 不是你能撼动的。 我很期待, 日后你求宁家的样子。 蓝衣强者盯着苏晨, 极为认真的说道。 话必, 蓝衣强者率先让开了身位, 他身后的众人也是让开了。 苏晨带着魏宽离开, 出门之后, 苏晨说道, 今日连累你了。 的确, 今日魏宽挡在苏晨面前, 为苏晨说话, 那也是彻底的得罪了宁天, 宁天日后也一定会追究起来的。 魏宽苦笑道, 老大, 我也没想到你做得这么绝, 我要早知道, 还真不敢出头。 魏宽没想到, 今天会闹得这么大, 也有点怂, 不过很快他便说道, 不过老大, 再纠结那些已经没有必要了, 后悔也晚了, 既然选择了站在你这边, 那我也没有回旋的余地了。 苏晨一愣, 随后拍了拍魏宽的肩膀, 说道, 从今天开始, 你就是我真正的小弟了, 我向你保证魏家会凤凰腾达, 到时宁家也会被你踩在脚下。 如此豪言壮语, 让魏宽都有些不敢想。 苏晨坐上了魏宽的车打道回府, 在路途中, 他拿出手机给孟仙打了一个电话。